别人穿越东汉末年 不是投靠曹操 就是投靠刘备 这都是低段位的玩家 我直接浑穿汉杏顶 斩董卓 今天咱家就把脑袋给你放在这 有本事你就拿了去 冲锡 收吕布 吕布 愿拜陛下为义父 请陛下成全 暴打十八路诸侯 朕是十八路诸侯 如同草叶 灭曹操 国贼曹操 今日朕是要亲手宰了你 坑刘备 黄叔安息吧 你的两位兄弟 任务会好好照顾他们的 斩吕布 义父放心 明年的今日 我会到你的粉前祭拜 一同华下 公干千秋 华兰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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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咱家就算把脑袋放在这里 你也未必砍得下来 怎么 陛下刚刚不是挺硬气的吗 咱俩说了提议迁都长安 你今天答应也得答应 不答应也得答应 哎呀我去 这他们是哪呀 这身衣服还是挺好看的 不好意思啊 我问一下 你们这是在拍哪部戏呢 陛下是想跟咱家装疯卖傻 不成咱家董卓 陛下刚刚已经下旨册封老夫为太师 董卓 那老子岂不就是东汉最后一个傀儡皇帝 汉姓帝 刘贤 董太师 你刚刚跟朕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来着 咱家说 就算我把脑袋放在这 陛下你也未必砍得下来 有喝 怎么 你不服吗 不服可以试试吗 咱家能把你服上皇位 就一样能把你废掉 二十万西凉兵马 就在城外百里 只要老夫一声令下 呵呵 你懂得 如今在这个天下 无人可以杀我 就算是天王老子 也不行 我尼马 偷袭 二十万兵马 也敢跟老子装兵 你他妈吓唬了谁呢 这雪竟然有温度 这似乎不是在做梦 陛下竟然斩杀了董卓 我的天哪 我不是在做梦吧 我是谁 我在哪 发生了什么 你就是吕布吧 正是末将 看来自己还真探瞄的穿越了 穿越成谁不好 偏偏是一个傀儡皇帝 大爷大 吕布可是三国第一猛将 先安抚了他再说 传朕旨意 吕布协助朕诛杀逆贼董卓有功 夹封为温侯 董卓老贼的做其赤兔宝马 朕就将他赏赐给你了 朕特使赐婚 将司徒王允的义女貂蝉 许配于你 陈吕布 灵旨谢恩 这是什么情况 柳暗花明又一村哪 董卓老贼 霍乱朝纲 臣早有杀贼之心 折服在老贼身侧 正是为了找机会除去国贼 请陛下明鉴 嗯 起来吧 臣吕布 誓死效忠陛下 陛下万岁 万岁万万岁 司徒王允何在 老臣王允参见陛下 朕刚刚的旨意 你可听清楚了 老臣遵旨 李儒何在 微臣李儒 后拜陛下万岁 乱臣贼子 来人 将李儒推出去 臨迟处死 陛下 微臣依附于董卓老贼 也是为了找机会除掉国贼 李儒执心 与文侯吕布无异呀 还请陛下明鉴 请陛下明鉴呀 这些意义 其实谁都能拿来说的 陛下的旨意听不到吗 还不将李儒推出去砍了 中间善恶 逃不过朕的眼睛 你们不必惊慌 朕不会错杀一个忠臣 更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奸命 传朕旨意 将董卓诛灭九族 超莫家产 文侯 陈在 洛阳城内目前还有多少兵马 回陛下 董卓老贼留在洛阳城内的兵马 不足两万 皆由陈直接统领 陛下不必担忧 吕布誓死保卫陛下的安危 文侯 立刻整顿兵马加固城防 陈遵旨 董卓被朕一刀 砍了脑袋的消息 应该很快便会传到牛府等人的耳朵里 立刻传旨 董卓老贼欺军犯上 已被朕就地正法 令牛府李雀郭四等人 即刻进京数职 董卓乃霍国奸臣 朕已经亲手将其斩杀 对于以往亲命于董卓行事的之人 既往不救 旨意内要明确告知三人 朕已经密诏袁绍等十八路诸侯 进京秦王护驾 如果他们胆敢抗旨不尊 朕必将御驾亲征 就地绞杀 陛下 如今董卓被您一刀砍杀 西梁君乃虎狼之事 李雀郭四等人必反 洛阳周围已经被董卓的西梁君 围得水泄不通 哪里送得出去密诏呀 千都长安 暂避贼军 千都 千你奶奶个腿 朕的旨意难道你听不懂吗 从今天开始 你只需要按朕的旨意办事 任何大事必须由朕亲自裁定 老臣遵旨 万会 传旨 令黄浦松 福瓦安 立刻进攻面胜 陛下 前几日董卓老贼 诬陷黄浦松老将军蓄意谋反 陛下 您已经下旨将其关入了死牢 不管人在哪 朕要立刻见到他们两个 你能听懂吗 若是听不懂 朕可以换一个能听懂朕旨意的罗菜 奴婢遵旨 陈黄浦松 叩见陛下 陛下万岁 万岁 万万岁 臣服完 叩见陛下 陛下万岁 万岁 万万岁 黄浦将军 朕家风 你为征锡将军 调拨温侯吕布的一半兵马给你 于洛阳城北三十里扎营 黄浦老将军 扎营之后 记住要日夜操练 岳父大人 这份秘诏 关乎我大汉的生死存亡 你立刻动身前往段威的军营 将朕的秘诏亲手交到段威将军手中 陛下 那段威是董卓老贼旧部 如此秘诏要是到了他的手里 可就是拥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权 与那董卓又有何差别 陛下 段威本就是董卓老贼 西梁部将 万万不可轻信 从今日起 朕的旨意不容置疑 念在你的女儿是朕的皇后 这次暂且不与你计较 不过你要切记 下不为例 臣遵旨 好了 下去吧 陛下 臣妾听闻 陛下亲手砍了那董卓的脑袋 可是真的 陛下有没有受伤 那些臣子可有对陛下不敬 这位就是汉仙帝的皇后 福寿 长得是真的漂亮 皇后不必担忧 从今天开始 没有任何人可以在朕的面前耀武扬威 好了 天色不早了 咱们早点歇息吧 嗯 不要嘛 陛下 不好了陛下 何事的惊慌 陛下 袁绍等人集结十八路诸侯 起兵三十万会与陈流 以讨伐董卓为名 发出席文兵发洛阳 如今 孙坚的先头部队 已经向虎劳官挺见了 陛下 陈吕伯 愿令兵镇守虎劳官 十八路诸侯 在我眼中 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 虎劳官在时 还无需温侯亲往 传阵旨意 命征惜将军黄埔松 魏主帅 华雄为先锋 统兵一万五 极客兵 发虎劳官 黄埔将军只需 坚守虎劳官三天 三天之后 这回御驾亲征 带着温侯吕伯 亲率二十万大军 兵发虎劳官 陈皇埔松 名指 陛下 如今洛阳城内 不过两万兵马 抵抗董卓 旧部尚且不易 断不可主动出击 十八路诸侯 既然是以讨伐董卓之名出师 为今之计 陛下应当立刻下诏 告知各路诸侯 董卓已死 并且 另个路诸侯引兵进驻洛阳 以防董卓就不趁机作乱 十八路诸侯到底是什么货色 我自然心知肚明 但凡 有点实力的诸侯 几乎全是个怀鬼胎 为了扩张自身势力 妄图夺取天下 就算现在下诏 告诉这些人董卓已死 十八路诸侯也断然不会退兵 陛下三思呀 不必多言 朕说有二十万大军 就一定有 陛下 董卓的部将 立决与郭司 有机做到了 我的二十万大军来了 如此 真心汉事 就从暴打十八路诸侯开始 开局我魂穿成了汉险底 先斩杀董卓 再安抚吕布 其次秘密书信与贾许 收服李雀与郭司手中的二十万大军 本以为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没想到 虎劳关传来了十八路诸侯 讨伐董卓的噩耗 如今我手握二十万西凉大军 统一华夏 就从暴打十八路诸侯开始 十八路诸侯 借讨伐董卓的名义 妄想瓜分我大汉江山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朕不客气了 传朕旨意 命征锡将军黄埔松为主帅 华雄为先锋 统兵一万五 速速兵发虎劳关 黄埔将军 朕令你火速赶往华音 接管李雀郭司那二十万西凉军 三天后 朕会带着温侯吕布 亲率二十万大军 兵发虎劳关 陛下 李雀郭司二人皆是董卓救部 不可轻信的老臣建议 将西凉军就地遣散 就打了你的脚子 朕代的旨意是用来执行的 这句话朕只说一次 七祖陛下 你老蔡勇侄女蔡牙跪在拱门外 祈求免胜 蔡眼难道是蔡文姬吗 放肆 骗子之尊 岂是他想见就能见的 将死女乱骂哄罗就是 李素 你在交朕做事吗 臣触犯天位 请陛下责罚 既然他想死 那朕就成全你 来人将李素斩首示众 超莫家产 卧槽 陛下看 陛下看 那陛下 陛下 李素鲁莽 冲撞了天威 但罪不至死呀 陛下如果因臣子一时的言语过错 就要诛杀臣子 恐怕会留下暴君的名声 还请陛下三思 暴君 那又如何 生逢这等乱世 恐怕自己 如果不做一个暴君 就要被群凶摒起的时代吞没 做一个暴君 总比做一个窝囊的傀儡皇帝 强上千百倍 陛下饶命 陈与问侯乃是同相就有 还望陛下念及问侯 诛杀国贼董卓之功 陛下 问侯 快递我求求情吗 陛下 末将虽与李素是同乡 但绝非什么就有 此人向来被董卓视为心腹 长期以来为董卓搜刮财物 祸害百姓 如今又触犯天威 的确该杀 大姓假奴 我曹你吗 他们的不一定是人 但你是镇的狗呀 当初若不是我前去游衰 你又怎么能杀了定员 盼上董卓呢 奉献你干嘛 奉献饶命呀 吕布老子化作了厉鬼 也不会放过你狗日的 王司徒 因董卓一事被牵连之人 全部超莫家产 财物尽数上小国库 此事就由你全权负责 老臣遵旨 传旨 带蔡雍之女蔡衍 到偏殿来见朕 罪臣蔡雍之女蔡衍 拜见陛下 陛下万岁 万岁 万万岁 免礼 这就是蔡文姬嘛 果然如历史上所说 拥有着沉鱼落雁 碧月修花之容 朕听闻你常跪在宫门之外 祈求面圣 到底所为何事 家父因董卓身死之后 哀叹感伤 因此被司徒大人下令打入死牢 董卓乃霍国奸臣 召集不为家父争辩 只求陛下念及家父昔日并无过错 召集叩请陛下答应家父的请求 王司徒 给朕一个解释吧 启禀陛下 国贼董卓被天子亲手处杀 天下臣民无不欢庆 唯独蔡庸一人为董卓哭藏 且蔡庸是董卓的心腹 曾经一日之内官职连升三级 足以见得蔡庸必是董卓一党 蔡庸请求受到克尔染墨 截断双脚的刑法 以求继续完成害事 已经被老臣驳回 昔日汉武帝为杀司马迁 让他写出毁谤的书 流传于后世 现今国家中途衰落 政权不稳固 不能让奸邪谄媚的臣子 在陛下身侧写文章 这既不能增益圣上的人德 又令臣子蒙受毁谤一论 别真闭嘴 我算是明白历史上的王允 为何会沦落到被诛杀的下场 这种低智商的人 放在任何一个电视剧里 也很难活得过三集 蔡庸这等名动天下的大学者 倘若真的因此冤死 朕辛辛苦苦 稳定的朝局 瞬间便会再次分崩离析 天下人绝不会把蔡庸的死 怪罪到你王允头上 为这你或背黑锅的人 非正莫属 失了民心和谭正心汉事 陛下 老臣一心为我大汉江山设计着想 绝无私心呢 喂 臭不要脸 你父蔡庸是明满天下的大学者 但为国贼董卓之死赶伤 十位大罪 你给朕一个赦免他的理由 陛下 家父为国贼董卓赶伤 只是出于个人恩义 与国家大义无关 家父当初迫于董卓的淫威 不得已才入朝为官 家父多次直言董卓之恶行 也因此被董卓厌恶 但董卓毕竟对家父有之欲之恩 董卓祸国殃民 家父只是出于个人情愫赶伤一生 也算是报答当初 董卓给家父踏入仕途为国效力的机会 若是只因一生感叹 就获罪被杀 恐怕会引得人人自危啊陛下 都说蔡文基博学多才 能言善辩 这一番陈词虽然理由牵强 但的确可以摆到台面上 朕觉得蔡爷所言合情合理 王司徒以为如何 老臣愚顿 陛下觉得合理 那就是合理 传朕旨意 国贼董卓已经被朕诛杀 其党羽已经全部诛杀 此事不再追究 听命于董卓之人 只要日后忠于我汉室 朕既往不救 蔡爷带家父叩谢陛下圣恩 别忙着谢恩 朕可是还没说过要赦免蔡庸之罪 你怎么可以说话不算数呢 打答案竟然对帖子不就 想让朕赦免蔡庸 那你就要答应朕一个条件 陛下 臣女已有婚约在身 你脑子想什么呢 朕在你的眼里 就是这种人吗 朕的条件很简单 只不过是想让你改一下 自己的科威字 陛下 臣女蔡允字招机 不知陛下要让臣女改哪一个字 你出身书香门帝才冒双全 朕就赐你一个文字如何 蔡文姬 果然押韵了不少 臣女蔡文姬 谢陛下赐字 传指 蔡用无罪释放官复原职 臣女多谢陛下 对了 刚刚你说已有婚约在身 此人可是魏重道 回禀陛下 家父数月前答应了魏家的求亲 只是家父入狱之后 魏家多次登门退婚 还到处宣称 与蔡家没有任何关系 有婚约 那就是还没有正式成亲 真是太好了 回去之后 告诉蔡庸 就说魏家退婚一事 真准了 好了退下吧 臣女高退 来人 宣扬彪境界 摸壁准之 王司徒 将董卓一族抄家之事 已经过去几天 进展如何了 陛下 董卓老贼自入京以来 侵占国库为自由 吞并了和近丁元两大家族的私产 查抄了洛阳城内 绝大部分豪门富户的家产 更是暗中授意 手下西凉兵抢劫百姓财物 董卓将搜刮来的粮食和财物 全部囤积到他下令建造的煤物 金银珠宝堆积如山 储备的粮食足够三十年左右 嗯 董卓这些囤积在煤物的财物和粮食 可以维持一支二十万的军队多久 煤物囤积的财物和粮食 足以维持五年 只够维持二十万大军五年的消耗 那也没多少啊 难道是王司徒贪污了 不仅快搞点钱 我怎么尽快一顶天下呢 对了 董卓老贼或乱京师 纵容手下士兵烧杀强烈 历代帝王陵寝 大多都遭到破坏 朕欲命人休战地灵 对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帝王陵墓 加以考古发掘保护 你意下如何 一切皆听陛下的 陈阳彪扣见陛下 起来吧 朕三天之后便要御驾亲征 奔赴虎牢关平定关中十八路诸侯 临行前 朕有三件事要交给你 陛下请吩咐 这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励志反腐畅联 如今的朝堂贪官污力横行 朕只有一个要求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贪官 上至三宫九卿 下至守门士族 你尽可凭借这柄偏子之鉴 将其革职查办 陈遵旨 这第二件事 朕命你从今日起 开仓放粮 救济的难民 朕同样只有一个要求 不得再有任何一个百姓 饿死街头 陈定不负陛下所托 至于这第三件事 朕是要托付给你儿子的杨修 我儿子 命杨修立刻携带朕的亲笔诏书 启程赶赴南洋卧龙岗位 朕请一个人 此人名唤诸葛亮 自孔明 诸葛亮是谁 名不见经传 听都没听过 朕已经让吉平挑选了 二十个精锐的宇林军 你可以告诉杨修 对待诸葛孔明 要以朕的上宾之礼对待 如果他不来的话 就拿绳子 绑 也要给朕绑来 这样的小人物 也值得天子这般大悲周章 此人究竟有何能耐呢 陈遵旨 两天后 陛下 坦白来报 花福索包交局 下一警解管了喜疗局 老将军 已经命令大将胡真 和贤讽花兄 进驻胡捞馆 皇父老将军 总清陛下执意 是否即刻 甩领喜良军 吃愿胡捞馆 黄埔松接管喜良军 没有出现滑变 就说明 假许那个大忽悠 当真稳住了李雀 郭四二人 传阵旨意 朕明日启程 命司徒王女 金赵尹阳彪 大四农士 孙瑞三人留守京都 洛阳共同礼政 传令温侯旅部 随驾赶赴胡捞关 洛阳五千守军 交由京赵尹阳彪 协防洛阳 陛下魔匪 死要不带一饼一租 御驾签证 这次不死有点操帅了 还不快去传旨 歇走陛下 蔡永秋价 宣 老臣蔡永 拜见陛下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吧 谢陛下 陛下赦免了老臣的死罪 老臣特来谢恩 你的女儿蔡文基 已经为你找到一个 可以说服朕赦免免你的理由 此事以后不必再提 老臣听闻陛下 命杨彪之子杨修 赶赴南阳 请诸葛孔明入朝 请陛下恕老臣多嘴 杨修此去 恐怕请不来诸葛亮 想不到除了自己 竟然还有人在这个时候 就知道诸葛孔明 为何请不来 诸葛亮师臣司马辉 老臣入朝为官之前 曾与司马辉私交甚密 司马辉曾言 诸葛孔明有金千伟帝之才 此人通晓兵法 精通治国安邦之道 这等大财 陛下应当亲网求知 此事你就不用操心了 朕已经密令阳修 若是此行请不来诸葛亮 绑 也要给朕绑回洛阳 绑票 堂堂天子 竟然要用绑票的方式求贤 简直是千古奇闻呢 开局浑川汉献帝 趁董卓不注意先嘎了他的气瓜 可十八路诸侯已讨伐董卓之名 进攻虎牢官 尽管他们已经知道董卓已死 还是率领大军讨伐 为的就是扩张实力 我带领着吕布率领武士兵甲 开始进行我的第一次预奖竞争 启州陛下 前方出现大堆人马拦出去咯 令军将领不止是何人 天子龙拧 何人胆敢阻拦 速去查明 准命将军 陛下不必担忧 有吕布在 任何人也无法靠近陛下分毫 人们都说 吕布是反复无常的小人 可是 面对不明身份的大队人马 吕布竟然第一时间挡在龙拧之前 真是难得啊 不必惊慌 车马继续前进 是 陛下 全军继续前进 有紧急情况 保护好陛下 老臣断威 恭迎天子圣驾 陛下万岁 万岁 万万岁 陛下 臣村公未见 断然不敢接陛下这等重任 断威是个粗人 有勇无谋 无法胜任大司马一职 还请陛下三思 传阵旨意 加封断威为大司马 一体截至各部兵马 老臣断威 誓死报效陛下之欲之恩 全军听令 全速前进虎牢关 末将胡枕 叩拜陛下万岁 万岁 万万岁 末将化雄 叩拜陛下万岁 万岁 万万岁 起来吧 谢陛下 虎牢关战况如何 启禀陛下 末将一将董卓 被诛煞的笑气 告知了石把鲁祝侯 可是袁绍等人 胜承这是董卓老贼还兵至机 此时石把鲁祝侯先奉孙剑所部 已经距离虎牢关不足二十里 明日便会抵达虎牢关 陛下 孙坚号称江东盲虎 一路势竹破竹 无人可挡 不可小觑 须去孙坚而已 请陛下明日派吕布出战 陈定将孙坚小儿斩于马下 好 明日对战孙坚 就由温侯吕布出战 吕布谢陛下龙安 断围将决 孙坚所部孤军深入 十八路诸侯的粮草 全由袁树供应 各路诸侯各怀鬼胎 袁树 唯恐孙坚建功立业 抢了他的风头 此时恐怕已经停止为孙坚供应粮草 明日之战 孙坚必败无疑 将军可于今夜率军赶赴此地 切断孙坚后路 如果孙坚兵败 从这里突围吧 这里朕自有安排 天子年幼 从未上过战场 陛下不懂行军作战 却又下了圣旨 这当如何是好 在断围将军肯来 我制定的作战方案 是用全军将士的命去赌 陈断围领旨 即刻率领一万精骑兵 绕到孙坚所部后方 只是请恕臣大不敬 万一明日战军没有如陛下所料 还请陛下万万不可派兵 为臣解围 陛下坚守虎牢官 传令皇甫松率军持援 方可确保万无一失 这个时候 断围还在为自己这个天子的厚禄着想 有这样的忠臣 的确是我的幸运 将军放心 朕乃东汉天子 没有你所谓的万一 朕就在虎牢官等待安阳侯凯旋而归 天子眼眸之中 蹦射而出的自信 哪里像是一个少年该有的气魄 陛下 微臣定不负陛下所望 这可是东汉末年 两大名将的战斗 说什么我也不能放过 早在数月之前 就听闻董卓老贼 新收了一个干儿子名叫吕布 莫非就是此人 阵前战将何人 本将刀下不杀无名鼠辈 卧槽 这家伙怎么不安聚本走 连姓名都不通报了 此人果然勇猛 城楼上的少年 莫非就是当今天天子 不愧是人中吕布 再站下去 我必败无疑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什么情况 孙坚就这样败 怎么跟电视里演的不一样呢 我孙坚十几年来南征北战 大大小小数百场战役 还从来没像这一次败得这么惨 两万的精锐 竟然被吕布锁布一个重锋 搞得三军大乱 这么说出去 怕是都没人信 将军 死地不宜久留 应当立刻收拢残部 退回四水关 与其他各路诸侯 合兵一处 对了 祖帽 方才立于虎牢关城墙之上的天子 你可看见了 末将确实看到了 世人揭传 当今天子暗软 文台栖身于元树 本是想缓图大业 起兵响应十八路诸侯 也是为了借机扩充自己的实力 却不曾想 竟然在虎牢关遇到了天子御驾亲征 看来 先前传言 天子诛杀了董卓 八成是真的 以元氏兄弟的耳目 又岂会不知道虚实 难道十八路诸侯 都知道传言非虚 故意让将军火速进攻虎牢关 倘若战败 正好削弱将军的实力 倘若取胜 那将来再给将军 安上一个犯上作乱的罪名 给他们背黑锅 十八路诸侯 各怀鬼胎 简直一群乌合之众 当今天子 显然已经收服了董卓西梁旧部 如今天子御驾亲征 又有猛将吕布 既然如此 那我孙文台 也从未在虎牢关看到过天子 老子被揍得这么惨 谁他们也别想好 趁着战败的消息还没扩散 即可命人快马赶赴陈流 传信请援 就说我不兵马 已将虎牢关死死为困 请袁绍盟主 率领十八路诸侯联军 兵进四水关 将军 此计甚秒 骑兵将军 前几日将军亲自去袁绍军中 所要的粮草 今日一早被段位大军解荷 此时段位率领一万精锐骑兵 切断了我军退路 你说什么 袁绍这孙子 屁大本事没有 窝里斗确实在行 心胸狭窄 极闲度能不数 明明自己是个二逼 却偏偏还自命不凡 将军 为今之计 应当立刻率军 从小路奉扬到突围而出 一旦吕布追丁赶来 与段位前后夹击 我军则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命段微趁绕到我军后方切断退路 虽然是完命的计谋 但谋划之人 可谓是用兵如神啊 将军 快快下令吧 想不到天子身边 不但有吕布这样的猛将 竟然还有用兵 这般不要命的鬼才 自己这一战 败得不丢人 命回沉流送信的人 乔装成平民 一定要把口信送到袁绍手中 将军请放心 末将已经安排妥当 孙坚听从了祖帽的建议 朝着小路奉扬道及时而去 在前方不远处的凤阳道两侧 华雄和胡枕 正在翘首期盼等的孙坚落 温侯勇武 今日大败孙文台所部 当计个守宫 等他日班师回朝 朕自回论功行赏 臣多谢陛下 只可惜没将孙坚小儿斩于马下 让他给逃了 两军交战 又不是单单只为了斩杀敌方和将帅 大破孙坚所部 才是朕之大计 温侯如此勇武 朕就交给你一件重要的事情 如果能将此事办成 那此次的出征 温侯定居守宫 请陛下明示 奉先肝脑涂地 也要报答陛下之欲之恩 这个憨货 怎么突然间改了称货 肚子里肯定没别什么火屁 孙坚兵败而去 袁绍必定会亲率连军兵 进四水关 届时 公孙在手下 会有三元战将出战 朕要你与两军镇前 活捉刘备 刘备是何许人也 陛下怎会如此看重 臣从未曾听说过 更从来没有见过此人 陛下可否将刘备的相貌告知 刘备是何许人 你无需知道 按照朕的旨意 行事即可 如果能活捉刘备 那朕就为你祭守宫 倘若活捉不了 那也断然 不可伤他性命 朕也不会怪罪于你 至于刘备的相貌吗 很好认 朕前厮杀的敌军武将之中 耳朵硕大无比那个 就是此人 耳朵大 显然这货就是个丑罚怪 身为武将又是无名鼠辈 又长得那么寒酸 想来也不会是什么 对自己地位有威胁的人 陛下 如果奉献与两军阵前 活捉刘备 完成陛下所托 奉献有一事 请求陛下恩准 卧槽 赤兔宝马给你了 陈于洛宴 碧月修花的貂蝉 老子都没想回来当媳妇 如今你车有了 房子也有了 人生已然达到了巅峰 怎么还不知足 说来听听 如果陈能完成陛下所托重任 请陛下收奉先为义子 十八路诸侯以讨伐董卓为名 向四水关发起了攻击 江东猛虎孙坚为先锋将军 一路披荆斩棘 无人可挡 最终在四水关前大败旅步 带着残兵败将逃往凤阳道 在凤阳道的两侧 我早已安排好了扶军 坐等孙文台落入陷阱 温侯 朕要交给你一件艰巨的任务 陛下请讲 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 朕要你在两军阵前 活捉刘备 陛下 如果奉先与两军阵前活捉刘备 完成陛下所托 奉先有一事请求陛下恩准 说来听听 你真是会找时间伸手 如果臣能完成陛下所托重任 请陛下收奉先为义子 臭不要脸 我去你大爷 你认我当爹 你他们做我爹吧 都三十好几的人了 是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呢 贪图功名利禄 咱也要有个底线不是 节操呢 下线呢 温侯若是此番能立下大功 朕倒是可以考虑你的请求 这人若是不要脸 当真是天下无敌啊 说起任干爹 我说第二枚人赶快第一 陛下 臣已经传令徐荣率军追击孙坚惨步 陛下用兵如神 预先切断了孙坚的退路 此番孙坚并败 前有大军拦路 后有追兵包围 任凭那孙文台插翅也难废 徐荣 陛下 你看这是谁 什么情况 孙坚怎么被生擒了 陛下果然神机妙算 孙坚这丝 兵败雨从凤阳岛突围 还把红鹰头盔 扣在了步将祖帽头顶 想要引开墨架 这等雕虫小技 岂能逃得过墨江的眼睛 陈结获了元术 发给孙坚的粮草 料定孙坚不敢从大陆突围 随即率军赶赴凤阳岛追击 刚好与陛下派出的徐荣 形成前后夹击 胡枕被孙坚和祖帽当场 斩杀 而祖帽也被花雄斩首 陈与花雄徐荣三人合力 将孙坚生擒 段威老将军辛苦了 孙坚 到了此时 你有何话说 遂陈孙坚拜见天子 天子万岁万岁万万岁 少来这一套 有话快说 陈得知董卓霍乱朝纲 致使天子蒙难 想应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联军 着实不知陛下已经将国贼诛杀 陈一心忠于汉世 请陛下明见 臭不要脸 只要陛下放臣回去 臣必定将天子已经诛杀了董卓的事情 告知其他各路诸侯 三十万诸侯联军也自然会退兵 倘若臣回不去 那袁绍盟主 必定以为臣是被董卓老贼诛杀 三十万联军一旦兵进四水关 恐怕 十八路诸侯 三十万联军 你呀这是在威胁我吗 急定陛下 前方他马来报 袁绍秦帅十八路诸侯联军兵发四水关 袁绍那个二逼果然引兵杀向四水关 就问你怕不怕 传阵旨意 极客兵进四水关迎敌 至于孙坚 斩首既旗 陛下 孙坚号称江东盲户 更是关东联军的先锋 先前一路攻城拔寨 挺进虎牢关 早已经名震天下 如果此时杀了孙坚 势必会引发各路诸侯愤怒 毕竟 毕竟这些诸侯 是打着讨伐国贼董卓 秦王护驾的名义起兵 请陛下三思呀 陛下诛杀忠臣 可是暴君所为 臣可以为陛下传达董卓被诛杀的事情 令三十万诸侯联军不战而退 陛下三思啊 朕从未想过要让诸侯联军退兵 想要重振我大汉王朝 就是要从暴揍十八路诸侯开始 三十万大军 在朕眼中 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而已 董卓被朕诛杀一事 你们到底知不知道 朕心里一清二楚 十八路诸侯到底为何起兵 朕比你们更清楚 陛下赶紧砍了这反复无常的小人 陈极克率军赶赴四水关营敌 区区袁绍的三十万大军 陈还不放在眼里 吕布 你这个三姓加弩 反复无常的小人 此时竟然落井下石 我孙文台不是人 但你他们是真的狗 谁他们鸟你啊 袁绍大军逼近 刘备定在其中 生擒不到刘备 老子怎么立下手功 不立下手功 老子怎么认干爹 没有干爹的吕布 不是一个成功的吕布 陛下 陈终于汉世呀 请给陈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 陈愿为陛下冲锋陷阵 击退十八路诸侯 念你也算得上一代豪杰 朕就让你死得明明白白 你逼死了荆州刺史王瑞 又诛杀了南洋太守张姿 到底是何目的 朕不说 你心里也清楚 随意诛杀朝廷命官 这就是你所谓的忠于汉世 至于讨伐董卓 你之所以会如此积极 还不是因为 当年跟随张文平定西凉寒碎叛乱之时 与董卓之间的旧仇 而历史上的孙坚 在率军攻入洛阳之后 于皇宫的枯井之内 意外得到传国遇袭 随即私自藏匿 你跟老子说你是忠于汉世 文台之死不冤 天子雄才 汉世可兴隐 来人 将孙坚斩首祭祈 兵进四水关 文台骁勇善战 为我诸侯联军先锋 屡见其功 不曾想 竟然在虎牢官兵拜生琴 还被董卓老贼斩首祭祈 眼下董卓胁迫天子 兵进四水关 诸位有何良策 而等截止 那孙坚是被天子斩首祭祈 更知道董卓老贼 已经被天子诛杀 眼前兵进四水关 正是天子御家亲政的大军 一个个在这里装模作样 俺看着就恶心 大胆 我等祖公尚且未曾所化 何人竟敢散布谣言 蛊惑君心 俺说的 燕淫张飞张义得也 有种的 除去单挑 三弟不可胡说 还不快快出口 大哥 此事你也是知道的 为何不揭穿这群伪君子 三弟修得瞎说八道 此事我怎么会知道 大哥能赢 俺张飞可赢不了 大哥 你早会不值呢 你这个憨惑 别他们说话的行不信 出门没带脑子呀 我三弟酒后胡言 请盟主恕罪 散布谣言 蛊惑君心 左右 还不把这个黑龟丢蜡出去扛啊 启禀盟主 刚刚胡言之人 是我仗下刘玄德之地 刘玄德 乃孝景帝玄孙 中山静王之后 此次跟随末将讨伐董卓 失礼之处 还望盟主海涵 既是汉氏宗亲 胡言之罪就免了 多谢盟主 三弟啊三弟 你可别拉我一气死人 千万不要再胡说了 眼前这十八路诸侯都装作不知道 那你大哥我就算知道了 那也只能装作不知道 你到底知道不知道 大哥 啥知道不知道的 你给我整要口令呢 都给我整蒙犬了 这些人各个都打得驻煞国贼 恍惚汉氏的大旗 确实一个比一个更能言 口口声声说 是为了恍惚汉氏江山设计 明知骗子御驾勤正 却还是没有丝毫推并之意 如果不是怕影响搭个的鸿兔大只 以我的尿精 断然不会与这些性性作胎 令人作呕 是被围武 本初 如今董卓过携天子 兵进四水关 正是大军立足委稳之时 我军应当立即以优势兵力夺取四水关 四水关一破 古牢关也将不攻自破 到时我大军长驱止入 直到洛阳 则大局可定也 孟德所言甚是 既如此 那本盟主就加封你为十八路诸侯联军先锋 即刻率领本部兵马 挺进四水关 本盟主率领大军为后援可好 我你马 人少这次是让我去送人头呀 身为发想 你要竟然让我这般下不来台 当真是可无至极 盟主 孙闻台兵 拜虎劳官 此时 正是我大军士气受挫之时 末将以为 线下不宜分兵进军 还请盟主三思 我与孟德说笑 又岂可当真 本盟主又岂会不知 此时不一份兵 孟德无须惊慌 传本盟主将领 十八路诸侯联军 加快行军速度 兵进四水关 此时 刘邪正在为粮草发愁 董卓留下来的粮食 如果单单维持 刘邪眼下手里的二十万系粮军 倒是可以称上的三年五载 可自己毕竟不是割据一方的诸侯 身为天子 身为东汉王朝的皇帝 刘邪还要考虑百姓的死活 若是元爷爷穿越到了古代 那绝对是天下诸侯 竞相争夺的大财 陛下 把死马端为求奸 轩 陈段威 拜见陛下 万岁万万岁 免礼 朕正要命人传你觐见 你就来了 陛下 前方探马来报 元少帅领十八路诸侯联军 距离四水关已经不足百里 不出意外的话 恐怕明日一早 便可抵达四水关外 陈特来请命 率军迎战 你带着朕的圣旨 立刻启程赶赴华阴以南 代替皇甫松接管李雀 郭四所部的西凉军 怎么 舍不得掩下四水关内的几万兵马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 莫非王臣 臣绝无 拥兵自重的一心 只是 你是朕钦锋的大司马安阳侯 有什么话 但说无妨 陛下 吕布此人勇莽 举世无双 但其反复无常 更是建立妄议制之辈 掩下十八路诸侯 率领三十万大军 向四水关奔来 此时臣若是离开 一旦吕布有一心 后果不堪设想 请陛下准许臣 大破十八路诸侯之后 再去接替皇甫将军也不迟 毕竟相比十八路诸侯 李雀郭四二人 不足为据 安阳侯放心 这天下间 何人是真心忠于朕 何人是暗藏反叛之心 都逃不出朕这双眼睛 孙文台如此 吕布也是如此 你断威亦是如此 好了 你按朕的旨意行事 这里你无需担忧 一切都在阵的掌控之内 臣断威临旨 陛下请安心 有臣在 李雀过死之流 掀不起什么风浪 嗯 速去准备吧 老臣告退 自己远在四水关 暴打十八路诸侯 要是那两个家伙 趁机率军杀向京都洛阳 那我可就彻底成为了 无家可归的皇帝了 陛下 管好玉华雄酒坚 让他们进来吧 陛下 末将请求明日出战 十八路诸侯 不过是一群无可之中 末将吕布 也请命出战十八路诸侯 杀鸡咽用牛刀 此战无需温侯出马 末将一人便足以杀得诸侯望风而逃 华雄将军勇武过人 朕可是十分看好你 说吧 你还有什么遗愿未了 说出来 朕都一一满足你 陛下的意思是要给我封侯吗 末将不敢向陛下邀功 但陛下既然提及心愿 那么将斗胆求陛下 也给末将加封侯绝 末将毕生夙愿就是封侯 倘若陛下能 好 即刻传阵旨意 加封华雄将军为隋廷侯 末将谢陛下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人生巅峰 反正明天官二爷的青龙眼月刀 是绝对不会砍偏 就把死后 埃荣提前赏赐给你也无妨 让你乐呵这一天 做一个封侯最快 再为最短的平侯 好了 隋廷侯退下吧 末将告退 小小华雄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敢给我吕布抢风头 陛下 华雄是董卓老贼心腹救部 不可重用 我关起脑后有反骨 恐怕日后会存有一心 卧槽 吕布呀吕布 你可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如此不要脸的话 你是怎么 好意思说出口的呢 朕前几天交代给你的重任 温侯明日可不要让朕失望 生前活捉了刘备 朕便给你记守宫 陛下明日准许吕布出战嘛 废话 除了你 何人能在万军之中 生前刘备 那是 那是 陛下 华雄虽是董卓不讲 但也谈不上是什么心腹 眼下看来 华雄对陛下还算忠心 吕布不太擅长官人相貌 或许看走眼了也说不定 不过陛下放心 只要有吕布在 不管是华雄还是段威 都断然不敢对陛下存有一心 陈刚刚所言 陛下大可不必放在心上 卧槽 你还真是请拿自己当盘菜了 好了 时候不早了 朕明日就等着 温侯建立奇功 陈告吞 快看 城楼上有两名 罗多斯的美女 啊 偷袭 二货 你中了我的美人气了 华雄何在 末将在 朕命你出战十八路诸侯 末将的大刀 早已饥渴难耐了 好 朕为你上墙助威 来人 给朕取一身便装来 既然十八路诸侯 装作不知老子御驾亲征 那朕就陪你们 把这场大戏演好 官内的众诸侯听着 我乃陛下亲封的隋庭侯华雄 实相的赶紧出来受响 兵盟主 董卓的前锋将军华雄 带着西凉大军正在关前叫骂 谁敢出战华雄 末将请求出战 时和真爱 华雄兵斩下末将的斗头 好 取久来 为于将军重刑 来将报上名号 本将军刀下不斩无名鼠辈 我乃元树将军 麾下大将余舍 什么余舍 本将只听说过舍墙上 老子这对翁金锤 同样不少无名之鬼 你是何人 速速报上名来 无名鼠辈 根本不费知道我化雄的威名 杭霍 我已经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了 嗯 快看 城楼上有两名阿诺多姿的美女 啊 通袭 二霍 你中了我的美人技了 兵盟主 于将军与化雄争战一个回合 就被斩落马下 化雄果然英勇啊 谁敢出战化雄 员工 我有上将军攀凤 自然必可斩杀化雄 本将就可在 墨将不在 你敢出战吗 墨将不敢 好 如果你把化雄斩于马下 省金白两 赐两马五十匹 领命 乃将可留心里 说出鲁鸣 斗鲁一笑 我乃记周末 韩副麾下 上将军攀凤 带我娶你向上狗头 哈哈哈哈 吹脚 拿命为家 啊 快看 城楼上有两名阿诺多姿的美女 嗯 抽携 年轻人 不将武德 二货 你中了我的美人计了 对面的一帮九长半代 一个能拿得出手的武将就没马 化雄不死 自己就很难有机会出战 化雄果然英勇 基本上都是一个赵灭秒杀敌方 接下来应该就是关于关云朝上 陛下 化雄连斩十八路诸侯两员大将 此时早已体力不止 臣建议 陛下应该立即将化雄召回 让臣出城迎战 温侯不必着急 早晚有你出战的时候 报盟主 盘放又被化雄斩首 谁敢出战化雄 赏金千两 赠两马百匹 谁敢出战 可惜我的上将 炎凉文丑未到 若有一人在此 何惧这化雄 小将愿战化雄之首 限于战架 你是何人 此乃刘玄德之地 关于关于堂 陷居何止 跟随刘玄德 冲马攻守 竟敢去我仗下无人 一个小小攻守 敢敢在此胡言 左右 给我乱棍 打出去 请息怒 此人既出大言 必有勇烈 赤教既出马 若既不胜 何之未耻 让你攻守出战 必被化雄耻笑 此人仪表不俗 化雄安知他是马攻守 辱若不胜 请斩我头 壮贼 云长 云此热酒 欲壮胆气 有且放假 我去去便来 贤德公不畏惧华雄的勇猛 派出手足兄弟上阵杀地 弄得钦佩 我二弟关云长武莽 刘玄帝带云长建立 董卓霍乱朝纲 致是天子蒙安 是为我等臣子之罪 刘玄虽然力量有限 但天下豪杰 齐聚于此共讨国贼 莫说是二弟 就算烧让我刘备亲自上阵 也亦不容辞 即便是身死 也要尽臣子职责 宣德公 臣呆君子业 套钱警仲宣宣德公的卫认 哈尔罗氏 有机会倒叙轴 仅要缠人倒职 好让套钱 掠尽抵诸之意 忠忠忠 陶府军相约 权罪一定去拜访 主公 此人善为收买人心 是有大志之人 绝不会甘心酒居人下 日后必成主公之大患 此人绝不可留 但此人已得人心 不可明杀 主公可找机会处置 好了 我知道了 来将可留姓名 我乃一身正气豪气冲天 众义无双 一宝云天 美然公冠云长 后人称为我五生冠鱼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说 你的东里话怎么那么重 你是哪的 搞不好咱俩还是老乡 老你没 亮道吧 快看 城楼上有两名 阿罗多斯的美女 吊虫小记也敢扮门洞扶 你的美人计对我不起作用 你没听说过 蜀汉的五十计吗 开打开打 哎呀我去 不会是五圣关羽 竟然真的能将华雄秒杀 华雄死了 真是太好了 接下来就由我出战 陛下 华雄已死 末将请求出战 为华雄将军报仇 好 真命你出战 记得要活捉刘备 凭我的赤兔马 方天起 是十八路诸侯如曾经 待会交兵时 我会亲手斩下元少的脑袋 移报衣服破文 你还没活捉刘备呢 衣服就叫上了 真是一点闭脸也不要了 怪鱼性不罗命 云昌神勇盖世无双 此就尚温 请 帮忙住 狄将吕布 与两军争前挑战 电名要刘仙灵出征应战 华雄 什么情况 是耳朵出问题了吗 自己与那吕布所谓谋命 不但没有过境 更谈不上什么仇什么怨 为何吕布偏偏要与自己过不去 哈哈哈哈 先前我还在思量 该如何设计借刀杀人除掉刘备 转眼间机会便主动送上门来 刘璇德方才所言 即便是让他自己亲自上阵也亦不容辞 真乃当是真英雄也 云昌刚刚斩了华雄 正是我军士气鼎盛之时 如若此时畏惧吕布之勇 而拒不应战 那我三军将士必定军心涣散 与战不利 请盟主三思 曹阿满 我与你无冤无仇 你竟然在背后捅刀子 我刘备与你不共戴天 刘备 本盟主敬 你是汉氏宗亲 如今吕布镇前点名 让你出战 本盟主加封你为诸侯联军都尉 即刻出镇营战 这你马摆明了让我去送人头呀 这可怎么办呢 吕布那三姓家努 无需大哥出马 俺张飞只会求他狗头 三弟不可鲁马 大哥与你同去 那个手持杖帮舌毛 一脸落腮糊的 定是张飞无疑了 红脸这位 肯定是关羽官二爷了 至于中间那位 就更不用说了 来人 取朕的龙袍和皇冠来 为朕更衣 大哥你看 那四水冠 成头所立之银 那一身长袍 看上去很似威武 带杀入四水冠 还要将那人的长袍扒下来 送给大哥 大哥要是穿上这一身 肯定比他更加威严 那位不是天子吗 天子真的御驾亲征了 那么远 如何能看清 吕布的勇武 绝不在云长之下 三弟不可分心大意 大哥放心 吕布 你这个三性家奴 凭你也配与我大哥一战 俺燕银张飞来求你狗头 吕布奉陛下旨意 活捉大尔贼刘备 刘备 还不快乖乖下马兽侠 我可饶你不死 放屁 皇帝又没见过俺大哥 要你活捉俺大哥作甚 来来来 张爷爷先与你大战三百回合 就算要将此次十八路诸侯会龙起兵定义成篡上作业 那自己左右不过是个小小的限定 怎么也轮不到自己来给各路诸侯背黑锅吧 放着一大堆诸侯不去抓 偏偏要活捉自己 我他们招谁惹谁呢 云长 吕布勇猛 义德恐怕不是他的对手 快去铸三弟一臂之力 大哥 梁剑阵前武将拼煞 一度打扫未免有些不讲武的 吕布岂是滑雄可比 一旦义德败真 哪里有接应的机会 恐怕不等你我冲入阵中 义德就已被李布斩落马下 我等三人桃源结义 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倘若义德有何闪失 你我怎对得起当日的誓言 好了 别哭了大哥 我去还不行吗 散逼 我来也 开局浑川汉陷地 温侯吕布拜我为第四任义 振兴大汉一组天下 就从暴走十八路诸侯开始 为了得到张飞 关羽 赵云这三名猛将 我给我的义子安排了一项史实级任务 活捉刘备 只为了挟刘玄得令关张 十八姓家奴凶得成狂 厌人扎你都带死 堂堂三姓家奴 为何成了十八姓家奴 十八姓家奴 快来受死 你他妈的个 那命我家 抵着还眼贼 倒有几分武力 吕布与张憨憨大战武士回合不分胜负 为了张憨憨的安全着想 刘备和关羽也加入了这场战斗 在三人的夹击下 吕布短时间内竟然没有落入下风 闻言 人中赤兔 马中吕布 果然名不虚传呀 快看 远处四水关城墙之上 似乎是当今天子 含护你这个憨憨 你知道就算了 竟然还用手指 出门没带脑子吗 诸位 看来董卓老贼已被天子诛杀的消息 并非虚言 董卓既然已死 我等还合并一处攻打四水关 这不是犯上作乱吗 当今天子 本是岑柳王 国贼董卓死废扫地 改立岑柳王 并非汉式赠统 所不定 还有联合董卓篡位的阴谋也未可止 我等何来犯上作乱一所 我的好弟弟 你他妈这张嘴啊 我元氏一族敌出血统 怎么会生出这种活色 长得丑也就算了 怎么还是个二逼 原公路 原公路 身为元氏一族四十三公 这种话岂是你能说的 不过您还别说 还真特么有点道理 日后但凡有何无法解释的 僭越之事 倒是省去了 自己绞尽脑汁 去找何时的理由了 当今天子并非正统 别问我 是元树说的 哈哈哈哈 大尔贼 红脸贼 怀眼贼 你们三人不讲武德 竟然三人一起联手对付 就不怕遭天下人耻笑吗 再打下去 我必陨落在此 不行 我答应了陛下 要活捉大尔贼 来车不要 等待 驾 驾 呂布 你往哪里逃 呦 不好 二地三地 小心中计 你不要过来啊 三地 大哥 驾 驾 驾 呂布果然勇武 刘备还真就被他活捉了 陛下 断后已将刘备压入衰章 等候陛下法咯 好 是时候去会议会这个 大名鼎鼎的刘皇叔了 呂布 你这个三姓家努 偷袭俺大哥算什么本事 嗯 放了俺大哥 俺张飞让你生情便是 你是要用自己换回刘备吗 小鬼 呂布那时活捉了俺大哥 你去帮俺问问 用俺张飞换回大哥行不行 谁说话不算数 谁是孙的 小鬼 你大爷的 想要换回刘备 双腿双脚真命人出去把你抬进来 否则 真立刻下令砍了刘备的脑袋 从这里给你丢下去 别别别 俺立马将自己捆了 小鬼 我绑好了 来人 命人将张飞抬到朕的帅杖内听后发落 陛下竟然点名让礼部将自己活住 恐怕犯上作乱的罪名 自己是无论如何也无法逃脱的 为十八路诸侯背了黑鸡 我特么越想 越感觉逼屈 背大袁绍和曹操和其活来 坑到如此惨的地步 还要给这帮蠢货定罪 真他们窝囊呀 那个小屁还去哪了 俺都已经束手就擒了 为何还不放了俺大哥 易德 你怎么也被擒住了 云长呢 都是俺不听大哥劝阻 追击吕布 致死大哥被生擒 俺将自己捆绑至此 正是要换回大哥 我刘备漂泊多年 得与两位贤弟 随死也无憾了 大哥刚刚被吕布擒住 那该死的骑兵便突然发起冲锋 试水关爱 顿时一片大烂 我与二哥被烂军冲散了 乱针之中刀剑无眼 即便是在勇猛之人 也很难冲杀出来 二弟云长只怕事 哭什么哭 关羽没那么容易死 都说刘备是哭出来的江山 用眼泪收满人心 刘备把这招演绎到了极致呀 陈平原宪领刘备 拜见陛下万岁万万岁 易德天子驾导 还不跪下行李 拜见陛下万岁万万岁 父皇儿臣以为 刘备起兵响应十八路诸侯犯赏索乱 罪不可恕 暗罪当斩 父皇 儿臣 这是反复练习了多久才能如此顺了 你呀确定不要避连了 虽然听着有些反胃 但也是无奈之举 罢了 就暂且让他过过嘴瘾 自己吃点亏也算不得什么 吕波啊吕波 咱们认干爹也要有个底线吧 当今天子还是个少年 你是怎么好意思开口 我真是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陈身为平原县利 本就是隶属幽州目流于管辖 况且陈被划为公孙赞所部 此番十八路诸侯会蒙 陈也是听那公孙赞之命行事 得知陛下诛杀了董卓 欲驾亲征至此 陈为了摆脱各路诸侯归顺陛下 故意在两军阵前束手就擒 陈下若不信 可问问温侯 陈当时是否有所反抗 以我吕步的身手 想要将你生擒 你有机会反抗吗 大尔贼 你为了活命 竟然如此不要颜面 就不怕被天下人耻笑 陛下十八路诸侯 截至陛下已经诛杀董卓郁家亲征 却还依旧会是西井 兵犯似水关不肯归降 他们才是真正犯上作乱的臣子 陈乃孝景帝玄孙 中山竞亡之后 本就是汉室宗亲 且会不忠于陛下 望陛下切勿听信谗言 勿杀忠臣 陛下 俺大哥刚才所言句句属实 虽然一早就知道 陛下诛杀了董卓老贼 但大哥从来没有对印和银说过 与吕不对阵之前 俺就看到了陛下 站在四水关城墙上 要不是大哥看不清楚 俺还要把了陛下的衣服 送给大哥呢 乌尼玛 义德住口陛下 义德只是一介五夫性子粗犷 时常乱言 请陛下恕罪 自己费尽心机 豁出去颜面不要 才勉强看到一线生机 却被你这黑丝一句话 揭穿了劳主 你是进来补刀的吧 来人 松吧 临行之前 朕已经查阅过皇室宗谱 传阵旨意 刘备即为汉室宗亲 加皇叔尊号 温侯吕不 战功卓著 赐十亿两千户 加封徐荣 为虎奔中郎将 张飞为拼将军 明日一早 大军退守虎劳官 好了 皇叔留下 其他人下去 准备撤军吧 凯儿告退 三国第一猛将 吕不究竟有多猛 为了携刘备 以令官张 我下令让吕不 务必要生情刘备 没想到吕不 竟然如此勇猛 面对两名当事名将 吕不还真就当着 关羽张飞的面 生情了刘备 皇叔可是以为汉室暗软 朕又年少 正是借匡扶汉室之名 成就低业的机会 陛下此言 吹惶恐万分 臣虽为汉室宗亲 但绝无一心 请陛下名剑 皇叔不必如此惊慌 朕说了 这里没有外人 皇叔不必如此距离 方才 朕不过随口一问 说笑而已 皇叔何至于 这般紧张 臣惶恐 这种玩笑 臣万万不敢与陛下戏言 前几日 孙文台被生擒 也和皇叔一般 说不知董卓以 被朕亲手诛杀 更不知道朕遇驾 亲征至此 对朕表决忠心 诚心归降之言 相比皇叔有过之而无不及 可是 朕还是下旨将他斩首祭旗 皇叔可知为何 臣不敢揣测声 朕之所以杀了孙坚 那是因为 孙坚有一颗 暗藏成就地业的雄心 天下诸侯 何人想 拥兵自重 割据一方 都逃不出朕的眼睛 何人忠于憾世 何人阴奉扬为 朕一清二楚 皇叔以为 这些人该不该杀呢 皇叔放心 朕不会杀你 但你要永远记住 朕可以让一个人 荣光万丈 也可以让一个人 粉身碎骨 与忠臣而言 朕是明君 与奸命而言 朕就是杀人不眨眼的暴君 朕也很想做个明君 皇叔觉得呢 像刘备这样的老油条 让他从心底对自己恐惧 远比他说出 一万句臣服的话更重要 如今 张飞已经成功收入麾下 关羽的归顺 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至于此时 还在公孙赞麾下的赵云 也同样逃不出朕的手掌心 启禀陛下 顾奔中朗将徐荣 有妖师求奸 让他进来吧 皇叔老跪着坐肾 快快请起 陈谢陛下 十八路诸侯的眼计 已经堪称已留 可是与眼前的皇帝相比 简直不过皮毛而已 陈徐荣 拜见陛下 免礼 陛下 末将接到圣旨 陛下预放弃四水关 退至虎牢关聚守 末将以为应该当机立断 趁朱侯联军心败 士气削减之时 趁夜退守虎牢关 撤退之时 应将造犯所用器具沿路丢弃 方可令敌军误以为 我军是仓皇而逃 这徐荣 果然有几分将帅之才 竟然看出了老子的用意 朕的旨意 是明日一早退守虎牢关 而你却认为 今夜撤离四水关 是最佳时机 朕倒是想听听你的理由 陛下请看 这是曹操所部驻军之地 也是距离四水关 最近的一路诸侯 此时的曹操 不过精兵万语 曹操生性多疑 如果今夜撤离四水关 曹操必然以为 我军仓皇而逃 率军追击 倘若明日撤离 只怕陛下的计谋 很难逃得过曹操的眼睛 看来 自己诱敌深入的计谋 已经被徐荣看出来了 陛下 如今诸侯联军心办 军心不稳 正是主动出击的大好时机 倘若此时将四水关拱手相让 一旦诸侯联军继续挥师袭击 兵发虎牢关 京都洛阳岂不威仪 陈不善于用兵 请陛下误管 就这 没有诸葛亮 你是个啥 就这种货色 养在身边 我都感觉是浪费粮食 知彼知己 百战不待 很好 传阵旨意 今夜撤离四水关 由虎奔中郎将徐荣 全权负责相关事宜 陈徐荣 明旨 本初 刚才探马来报 四水关守军 趁夜逃出关 向虎牢关方向退去 沿途到处丢弃 造范所用器具 想必是军中粮草不足 被迫退守虎牢关 此时 正是挥师袭净 乘胜追击的大好时机 只要各路诸侯 进兵追之 此一战 可定乾坤 陈梦德 当着各路诸侯的面 非但不称我盟主 还是一口一个本出的将 你眼里 还有这个盟主吗 今日四水关外 我军损兵折将 首战不利 此时士气低落 军心不稳 不可追击 待明日进入四水关 探明虚实 再行追击也不迟 尔登只顾着饮酒 要眼看着大好机会措施吗 原本出 你这辈子都吃不上四个菜 跟你混没前途 曹阿满 你不过是个小小的萧奇校伟 若不是祖上 靠着宦官势力如是 你又有何资格 在此与我等诸侯会盟 都说宦官是无根的东西 你若是有种 你行你去追 袁绍 我曾 我曾 我袁绍吵架 就从来没输过 孟德既然不愤 那就自己赢定前去追击 宦官之后 也要有这个胆量才行 来来来 我等继续饮宴 皮肤数子 不像预谋 传令三军 立即踏过四水关 追击董卓 感受我曹操美种 没有胆量追击 老子今天就追给你看 让你们知道宦官之后 也比你们爷们儿 刘协退出四水关后 便朝虎劳官方向前进 龙脸之内与刘协同坐的 还有汉皇后裔刘备 对于臣子而言 能与皇帝共同乘坐龙脸 这本是皇恩浩荡 可却着实吓坏了刘备 自从刘备从踏上龙脸开始 额头的冷汗就一刻也没停过 紧紧贴在龙脸边缘 一个姿势整整保持了十几个小时 这家伙 故意摆出一副受宠若惊之色 心里指不定多惬意呢 喜欢装 那就继续装吧 反正保持一个姿势不动 难受的又不是自己 陛下行了 臣还是下去起码护卫陛下吧 皇叔安坐 不必拘谨 这是到哪了 父皇 前方便是凤阳道岔口 儿臣建议继续沿着大路前行 更加稳妥 对了 刚刚父皇熟睡之时 探马来报 曹操已经率领本部兵马 从四水关追击而来 喂 臭不要脸 曹操果然还是追上来了 传阵旨意 命张飞引两万兵马 赶赴凤阳道两侧 在山谷内埋伏 伏击曹操锁步兵马 你得还不领致 陛下放心 俺张飞一定把曹操的脑袋拧下来 你三弟的粗狂 自己的这波高操作 似乎真的是难为他了 眼下正是脱身的大好时机 我岂能错过 陛下 我三弟性情刚烈 谁有鲁马 恐怕稍有不慎 便会晤了陛下的期望 不如让陈与三弟同去 则可确保万无一失 大哥 这次不用你操心 俺看大哥坐在龙眼上 很高兴 偷偷笑了好几次 大哥还是继续俺坐 区区草草小儿 何须劳烦大哥 俺张飞一个人足以 跟这种猪队友 永远也没有办法配合 如果此时二弟明长落实在 你能领会自己方才的用意 有一种危险 叫做张飞举的你威胁 刘备 你果然是贼心不死 想趁机带着兵马跑路 真是扎心了老铁 陛下 陈有些顾虑 说来听听 曹操此人熟读兵书 与小鹿凤阳道埋伏 恐怕很难逃得过曹操的眼睛 毕竟相比视野开阔的大陆 凤阳道更适合隐藏扶兵 正是因为曹操熟读兵书 才必定会走凤阳道 因为老子预判了他的预判 如果是你 眼前一条大陆一条小陆 你会选择从哪里追击 小鹿崎岖难行 多有山谷树林 是埋设伏兵的绝佳之地 如果士臣领兵追击 必定选择大陆 率兵之将 几乎都会选择大陆 而判断小鹿极易埋设伏兵 也是兵法最基本的常识 可是曹操生性多疑 必定以为朕会反其道而行之 与大陆埋伏兵马偷袭 曹操自恃熟读兵书 所以恰恰会自以为是的走凤阳道 陛下用兵如神 陈拜福 陛下所谋 是建立在曹操以来熟知兵法 二来申请多疑 可万一曹操用兵不过平平 偏偏没能想到反其道而行之 依旧沿着大陆追击 那岂不是威仪 闭上你的乌鸦嘴巴 怪不得你会被曹操打得抱头说窜 倘若曹操真的只能看到这一层面 那这种草包 就算是追了上来 真又有何惧 好了 速去迎敌吧 从此刻开始 战场 由我一人主宰 此兵助攻 前方出现插刀扣 该从哪一条路追击 请助攻叮咚 小皇帝想以此迷惑我曹操 岂不知我自有熟度病数 这等雕虫小技 怎么能瞒得过我的眼睛 就远小鹿继续追击 主攻不可 凤孝以为不可 我可是熟度兵书 审完兵法阻止多谋的 主攻 殊不知兵不厌诈 这等小伎俩 我又岂会看不出来 不过 是为了考验一下诸位的谋律 凤孝真不会是我麾下第一谋士 此番弱势取胜 凤孝当局守攻 全军听令 大军全速前进 从大陆追击洞州 此时 曹操大军后方十公里 眼周刺石流带 河内郡太守王匡 陈流太守张苗 东郡太守乔茂 各路诸侯 正在马不停蹄地沿着曹操大军追击的路线奔袭 十八路诸侯联盟就此分崩离析 这般紧急的军情 为何不早早回来禀报 从四水关到此处 沿途全是各路诸侯的兵马 三八路诸侯联盟 陛下 如果只是曹操一路万语之众 倒也不足为惧 只怕是曹操之后 还有叛军追来 这可如何是好 小皇帝 这下你的如意算盘答错了吧 我早就提醒你了 还真拿自己当盘才 我倒是要看看 接下来你要怎么办 本是想着以退守虎劳关 引出曹操暴揍一顿 却不曾想 一下子把十八路诸侯全都引出来了 眼下各路诸侯已经各自为营 所谓的十八路诸侯联军早已名村是亡 既然他们一个个送人头 那我就收下了 传令三军 列阵迎敌 父皇放心 有凤仙在 谁也无法伤害父皇分毫 好 我而凤仙天下无敌 今天晚上 你要拿出你的真本事 多砍几个小鬼子 好好给老子长长脸 父皇放心 今天晚上 必须要打出干儿子的超高水准 才能对得起父皇的治愈之恩 将士们 东卓老贼就在前方不远 给我冲过去 诛杀国贼 迎回天子圣驾 曹贼 你中了我的埋伏了 还不快下马受死 糟了 中计了 主公眼下全军大乱 主公可混于逃兵之中 按原路退回四水关 万万不可走凤阳道 奉效所言 与我不谋而合 主公快撤 敌军我自挡制 罢了 留得青山再不怕没柴烧 吕布 你这三姓家奴 可敢与我下侯蹲一战风 三姓家奴 看不起谁呢 咱还能一辈子不进步了 我吕布已经认了当今天子做干爹 尔等竟敢以下犯上 喂 臭妖脸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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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此刻开始 战场有我一人捉带 万恶处尽 万象更新 哈哈哈哈 哇 牛逼 陛下 打死马段威 请摔十万大军前来护驾 看来段威已经彻底将西梁军掌控 陈段威护驾来时 请陛下恕罪 免礼 陈 李绝 陈 郭四 叩拜陛下万岁 万万岁 免礼 儿臣吕布拜见父皇 曹贼大败 兵马死伤过半 儿臣已经传令三军迅速集结 坐等下一路诸侯前来送死 吕布这家伙 又犯了到处任义父的老毛病 不过吕布认干爹的水准 当真是与生俱来的天赋 从丁元到董卓 从董卓再到如今的皇帝 可谓是一步一个台阶 地位扶摇直上呀 好 玩奉仙果然勇武 又深知朕心 陛下 臣已将陛下的安典 传至各级将领 臣亲自选拔任用了一批 才能出众的终极将领 可堪大用 陛下赏罚分明 臣更愿为陛下父亲逃火 众为爱卿作战勇猛 朕早有耳闻 眼下十八路诸侯犯上作乱 正是你们建功立业的好机会 朕向来对待忠臣赏罚分明 大败各路诸侯之后 朕会论功行赏 陛下 这二人已经不足为惧 手里已经没了兵权 随时随地 您想杀就杀 做得好 段威老将军 此行辛苦了 为陛下分忧解难 乃臣的分内之事 既然各位爱卿立功心切 那朕就特别加封五路先锋 当凭十八路诸侯 传令三军 杀回四水关 朕没有多余的粮食养俘虏 大军所过之处 片甲不留 随着天子一声令响 十几万大军迅速集结 喊杀之声冲天而起 十八路诸侯联军各自为战 被打得措手不及军心大乱 逃得稍微慢一点 就是全军覆没 四水关前 天子大败十八路诸侯 大汉暴君的名号 也因此一战 天下皆知 陛下 俺与凤阳道社府 本以为会等待草草 却不曾想等来了 眼周刺死留待 何东军太守乔茂 创到了俺的面前 俺顺手就尬了他们西瓜 启禀父皇 儿臣亲手斩杀了山阳太守援仪 河内名将方月 与儿臣只战了两个回合 就被我的方千画戟斩于马下 上党太守张扬的部将穆顺 被儿臣一击毙命 北海太守孔荣的部将武安国 也被儿臣斩断了一条手臂 若是让俺率军冲锋 尤其会比你斩杀的大将少 做得好 陛下 末将率军一路追杀诸侯联军 砍杀敌军不下两千余人 只是有温侯这等猛将 末将没能有机会斩杀敌将 但缴获得公孙赞所不战马 不计其数 陛下 末将斩杀敌军五千 获得物资不计其数 卧槽 本以为自己将战果夸大了几倍 就已经够不要脸了 郭四这家伙 竟然比我还能吹 好 很好 卧槽 吹牛逼谁都会 但总要有得度吧 朕的五路先锋关杀敌有功 朕不赏赐些什么 有点说不过去 这样 朕就赐你们一个全尸 来人 将他们二人给朕绑了 挖个坑 把这二人埋在一起 至于谎暴的战功 朕也一并认了 就按阵王抚续金 安抚齐家人 陛下 战场混乱 杀敌数量有所误差 也时而有之 陛下 末将无罪啊 你这个暴君 我们刚刚为你拼完命 你这是卸磨杀驴 汉是江山 早晚得毁在你的手里 放开老子 老子犯了什么罪 暴君 你不得好死 好在自己从未有过一心 否则以天子的手段 恐怕自己是怎么死的 都不知道 眼前这个小皇帝 年纪不大 可手段却是这般狠了 豁出性命 为他拼杀敌军的战将 尚且羡慕说杀就杀 更何况是自己这般 寸功未利的皇叔呢 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逃走 皇帝陛下 俺张飞砍了两个诸侯的脑袋 俺想把其中一颗脑袋 分给俺大哥刘备 好 一得骁勇又不是忠意 既然你开口了 朕就准你一次 传旨 在皇宫别院分出一个院子 伺给皇叔居住 我的好三弟 你可坑死你大哥 我还想逃离小皇帝 这下我彻底逃不走了 我他们信信三弟 不想逃 却逃不掉 臣 谢陛下龙屋 还有俺二哥关羽 俺也分他一份功劳 为刘备邀功也就算了 关羽怒不在此地 你这就有点过分了吧 传阵旨意 张飞次觉官内侯 关羽次觉汉寿亭侯 义德 你看这个封赏 如何呀 莫将多谢陛下大恩 此番御驾亲征 可谓是收获满满 传阵旨意 明日百驾回宫 皇后 吃饱了吗 陛下 你刚才好粗鲁呀 不过 臣妾喜欢陛下的粗鲁 恭迎陛下回宫 陛下万岁 万万岁 众爱卿平身 贾许何在 即刻宣召贾许信件 陛下 贾许先生偶感风寒 怕价钱失忆 不能接价 特让传向陛下请罪 病了 只怕是心病吧 但凡有些金两的谋事 各个都是这个熊样 敢和朕摆谱 那就先谅着 对了 杨修去南阳请诸葛亮 可有消息传回来 陛下 全子杨修前几日传回书信 呃 但说无妨 信中说 死去南阳卧龙港 并未寻得陛下要找之人 你说什么 没找到诸葛亮 这诸葛恐明 还能凭空消失了不成 陛下连日劳顿 还是先行回宫歇息吧 处理琐事也不急于一时 那好吧 百驾回宫 臣妾恭迎陛下 皇后免礼 几个月不见 皇后又水润了不少呀 陛下御驾亲征回来 臣妾定当好好打扮才行 好 皇后 朕出行了几个月 你可要好好地犒劳朕 陛下 这晴天白日的 可否等到晚上 真不管 现在老子就要飙车 叫爸爸 爸爸 王后 吃饱了吗 陛下 你刚才好粗鲁 不过臣妾喜欢陛下的粗鲁 陛下 您似乎跟换了人似的 花样也多了 朕还有许多你不知道的 对了陛下 您可是顾及臣妾会吃醋 眼下后宫之内 不过只有皇后你一人 何来 吃醋一说 陛下贵为天子 本就应该三宫六院 臣妾身为皇后 自然知道子嗣是设计之根本 陛下若是顾及臣妾 而没有将蔡衍纳入后宫 大可不必 臣妾绝非争风吃醋庸俗俗之辈 皇后想多了吧 朕可从来没有这样的念头 陛下若是没有那蔡文姬为妃之意 那岂不是要让她一辈子嫁不出去吗 以她的才貌 怎么可能嫁不出去 再说 就算她真的嫁不出去 那和朕有什么关系 难不成她嫁不出去 朕就要收到后宫来 陛下前些十日 亲自为蔡衍赐了字 还刻意降纸 命蔡庸退掉了和魏家的婚约 陛下这般插手臣子的婚事 还说没有私心 殊不知 整个洛阳城内早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蔡庸之女蔡文姬已是陛下看中的女子 试问这天下间 有何人敢与天子抢女人 你若不娶 那蔡文姬也只有留在蔡庸府上终老一生 臣妾说 陛下一早就有心将蔡衍那位妃嫔 不对吗 卧曹 自己总不能告诉福寿 那魏重道是个短命鬼 蔡文姬嫁过去不到一年 就要变成寡妇 此事的确是朕草率了 可即便是皇后不会吃醋 但这也绝不会强人所难 蔡文姬若无心进攻 朕自会处理妥当 陛下请看 既见君子 云胡不喜 聊聊数字 却是诗经之中表达思念的句子 这下似乎是完大了 算了 此事就交给你吧 来来来 朕刚想出了一个新花样 陛下 请保重龙体 来嘛 看来 必须得尽快把蔡文姬纳入后宫 只凭自己可吃不消呀 段威老将军 王司徒为你安置的府院可还满意 陈正欲向陛下回禀此事 陈实粗人 龙马半生 助冠了军营 实在是不需要这般奢华的府邸 你为朕收服西梁军立下大功 就算不在洛阳九居 朕也要赐你一个像样的府邸 你是朕的左膀右臂 自然知道这天下看似太平 实则各路诸侯 拥兵自重割据称雄 率军东征只是时间的问题 可眼下朕的手里 最缺的就是粮草 陛下 趁已将手中粮草全部上缴国库 由朝廷统一调配 并无丝毫隐藏 请陛下明鉴 朕不是跟你要粮食 朕听闻 你昔日在华音驻军之时 从未抢过百姓手中的粮食 那军中粮草又从何来 陛下难道是想 可眼下战局未定 大军不宜轻动 万一战事再起 只怕会不利于作战 两年之内 洛阳一带并无大的战事 朕要你率领十几万大军 出为兵 入为农 将目前朝廷掌控之内的土地 恢复农耕 利用两年时间 为朕积累 足以平定天下的监视后盾 只要陛下可以保证军饷粮食 可是军心安定 臣必当不辜负陛下所托 粮草供应 绝无问题 至于军饷 朕非但会保证不断 而且还要适当上调 只是这出为兵 入为农 还需要按朕的方式传达 至于董卓老贼先前颁布的 所有赋税制度 一律作废 这是朕制定的土地分配方案 你就按上面的方式改革即可 陛下万万不可呀 这可是王国的祸根呀 老将军多虑了 启奏陛下 群臣奉召晚朝 与殿外后旨 奉召晚朝 什么奉召晚朝 自己并未传召群臣晚朝 陛下 我大汉自高祖皇帝制定的组织 凡天子御驾亲征归来 群臣须于圣驾抵京当晚 立行晚朝议事 只是自观武之后 陛下是第一位御驾亲征的天子 那好吧 段威老将军 随镇上朝吧 陛下驾到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众爱卿平身 陛下 老臣听断将军所闻 陛下要进行土地改革 恕老臣之言 这样的改革 只怕是王国之道 往陛下三思 陛下 将土地国有化 半人均分配给百姓 这正是当年王莽之后 一系列改制其中的一项策略 如此会严重触及地主阶级利益 势必会导致天下大乱 实乃王国之祸根 陛下万万要三思 朕不是王莽 朕的江山也不是所谓的新朝 当初王莽改革失败 是触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 导致豪强的反叛 民间不是传言 朕这个大汉天子 是个手段很拉的暴君吗 那朕就让他们知道 什么是暴君 土地改革之事 朕不是跟你们商议 而是通知你们 传朕旨意 但凡有阻拦 土地改革计划推行之人 满门抄斩 诛灭十足 陛下 如今大战出定 正是百废戴兴之时 朝廷还需要依靠 地主豪强提供的赋税 维持国本 老臣并非阻拦陛下 推行土地改革 只是怕地主豪强 一旦以此为借口犯上作乱 那我大汉王朝的根基 将会动摇 王国之祸根 虽然是臣子大不敬之言 可老臣字字为江山设计 陛下若是一意孤行 触动了地主豪强的利益 远了不说 就单单这洛阳和长安 东西两都就会兵乱四起 既然满朝文武都反对 臣劝陛下还是收回旨意吧 说话之人名叫侯文 这个侯文所处的侯氏一族 正是如今洛阳和长安两地最大的地主 几乎有一半的土地 都掌控在侯氏一族直系与庞系首领 刘邪即将要推行的土地改革制度 第一个损害到的就是他侯氏一族的利益 怪不得会出言阻止 那好 既然你要出风头 我就先拿你开刀 陛下是尔臣的义父 那刘皇叔 暗里也应当是尔臣的干爷爷 都是自家人又是长辈 而臣也不便推辞 陛下若是不听群臣谏言 那臣就算拼死 也要劝阻陛下推行改革 想死 那朕就成全你 传指将侯氏一族满门抄斩 诛灭十足 按法有听命 其家族而犯上作乱者 格杀勿论 我侯家是眼下朝廷唯一的粮草来源 陛下可想过后果 诛灭了你们侯氏一族 朕自然会顺便抄莫家产 至于粮草吗 朕也会派人搬回国库 昏君 昏君啊 我大汉王朝 早晚得毁在你的手里 我儿奉先何在 儿臣在 还不动手 遵旨 你他妈的个屁 还有谁 陛下 陈以为 陛下所推行的土地改革计划 立国立民 甲许 把你的看法都说出来吧 是 陛下 第一 废除赴税法 颁布新的税法政令 第二 土地国有化 禁止私私买卖 但以人均分配土地 第三 请陛下认清眼下朝廷所能掌控的权限范围 说完了吗 回陛下 臣说完了 好 说得不错 来人 将贾许 将贾许给朕打入大牢 陛下 臣有何罪 请陛下明示 朕做事 从来不需要理由 看见你那肃将世人玩弄于鼓掌的样子 朕就感到恶心 不杀杀你的气焰 我还如何用你 这尼玛 合着反对不行 赞同还不行 都说半君如半虎 可老虎吃人至少是因为饿了吧 眼前的少年天子 却没有任何人能琢磨到他的心思分毫 真是太可怕了 依照方才贾许所言 着手费除复税法 推行土地改革新政 新的税务法和土改具体政策 交由大司农事孙瑞连同三公九卿共同拟定 待朕审月之后 即刻昭告天下 吉平 你亲自去一趟大牢 吩咐下去 给贾许安排一个单独封闭的牢房 不得打骂不敬 好好对待 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 但是 任何人不许跟他说话 为令者 朕割了他的舌头 好了 退炒 儿臣参见父皇 奉仙最近忙什么呢 朕传诏 怎么这么久才来 回禀父皇 儿臣进来无事 刘皇叔多有宴情 贪悲误了时辰 请父皇责罚 这你妈 吕布怎么跟刘备混到一起了 听吕布的话 刘备这可不是第一次请吕布过去喝酒了 陛下是儿臣的义父 那刘皇叔 按理也应当是儿臣的干爷爷 都是自家人又是长辈 儿臣也不便推辞 我你妈 还干爷爷 你呀还挺会论姿排辈 既然温侯闲着蛋疼 那朕刚好有一件大事 需要你去做 回禀父皇 儿臣这身体被棒 吃妈妈香 父皇有什么吩咐 儿臣必定不辜负父皇重托 嗯 连年动荡 战乱不断 历代帝王的灵寝早已年久失修 真命理率领五百余林军 将朕这张纸上所写的帝王墓 彻底修缮一番 为了避免战乱破坏文物 将墓中随葬品 暂时取出来上交国库保存 将来天下安定之时 再重新安置回去 将休战之后的灵寝 设置保护区域 命人开手 定期维护 父皇放心 这种事情放心交给儿臣 这个二户总算是精明了一次 去吧 将考古仪式办好 便是大功一件 儿臣遵命 说起来 贾许进去也有几天了 也是时候让他贾许知道 如今这个天下 到底是谁的主场 随臣贾许 拜见陛下 万岁万万岁 陛下天子圣驾 怎可踏足天牢 起来吧 人跪着 心站着 朕不需要 朕倒是更希望你人站着 心跪在朕的面前 陈罪该万死 请陛下降罪 你自是怀有惊天伟地之才 可以将世人玩弄于阳谋 而朕在你眼中 不过是一个 号称天子的世人罢了 念你为朕收服西梁军立下大功 朕不杀你 这是朕列出的土改规划 和新的税法令 你看一下 还有什么地方不妥 如果这两项任务 朕要是当初交给你的话 多久可以完成 回禀陛下 土改规划完成 稀税法令得当 如果是罪臣来做 恐怕也需要四天才能完成 都到了这个时候 还跟我在这装孙子 你以为 已称病没来接驾 想着朕会亲自去请你 没等来朕 就按捺不住 跑到婉巢上去 一鸣惊人 仗着自己的才能有恃无恐 你觉得这世上 没有能令你臣服之人 是吗 朕可以告诉你 这天下 没有任何事 能瞒得过朕的眼睛 你想与朕乱世明哲保身 那朕就关你一辈子 绝不杀你 你引以为傲的东西 在朕的眼里 屁都不是 被以为自己可以看透所有人 却不知 自己竟然早已经被眼前的天子看透 当年秦国的战神白起 为秦国立下赫赫战功 锦长平一战 便将唯一能与秦国抗衡的赵国 彻底击溃 他白起忠于大秦 并无谋反之心 最终还是被秦昭相亡赐死 你可知是为何 白起之死在于其身 而不在于其心 罪臣不敢与战神白起相比 而秦昭相亡的胸襟 也同样无法与陛下相比 白起身为臣子 当他具备造反能力的时候 反与不反 对于秦昭相亡来说 并无区别 从他被称为战神的那一刻 就是他的罪 这土改规划和新的税法令 虽然耗事多了些 即便不够完善 但朕依旧可以这般昭告天下 在朕看来 这世上可以有无数个白起 但秦昭相亡却只有一个 朕在问你最后一次 这土改规划和新税法令 可有什么不妥之处 如果是你 需要几天能完成 陛下 土改规划与新税法令 尚有许多细节不周全 还需完善 如果是臣 若只做到这般的话 只需一天 百驾回宫 传指 加封贾许为庭位 土改规划与新税法令 颁布推行一事 交由贾许全权负责 朝中各部全力配合 拟定之后 不必另行请止 即刻昭告天下 时间紧迫 朕只给你们三天时间 陛下 时间如此紧迫 臣等恐怕是 回禀陛下 臣无需三天 两日之内 正令便可昭告天下 这才是真心臣服的假许 起奏陛下 长安太守董城 八百里加急奏报 男匈奴左嫌王留报 亲率大军十万横度落水 必要夺取寒谷关 同关告急 陛下 同关不仅是西都长安 最后一道关口 若是同关有失 东西两都则进戒为一 这个老东西 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 竟然还这么怕死 听到有战士 就这般惊慌失措 陛下 老臣建议暂缓 推行普改正令 并下诏大司马断威 停止大军开坎荒地 即刻集结大军赶赴 同关镇守 陛下 陈有一计 可退男匈奴十万大军 嗯 说来清静 陛下可先以天子之名下诏 命西梁太守马腾 西梁刺史 韩岁率军平乱 然后派遣一员陈文老将 只需引两万兵马赶赴同关接手 严令其只可固守同关 不可出关迎战 不出十天 匈奴大军必退 果然是一条妙计 命太位皇甫松 即刻动身赶赴虎劳关 接替张飞赞守 土改正令 由廷卫贾许 全权负责颁布推行 大司马断威 留守京都 总览军务 朝务由王允氏 孙瑞扬镳三人 协同理政 传指 点精兵两万 朕要御驾亲征同关 陛下 匈奴久居 北境荒凉之地 手段独大 性情残暴 战力也远不是当初一群 乌合之众的 十八路诸侯联军可比 陛下若是执意 御驾亲征 臣请随驾同关 不过是留报所不屈 区十万兵马 不足为惧 有朕亲网足够了 用不着任何人 朕率军出征同关 朝堂诸多大事 不能没有人辅证 有你留守京都 朕也能稍稍放心险 朕向来宜人不用 用人不宜 如果遇到紧急之事 你可以全宜处置 传指 次庭位贾许天子剑 拥有临机专断之权 陈贾许 名指线 陛下 临机专断之权 关乎我大汉王朝江山社稷 不可如此草率 陛下御驾亲征期间 老臣可以辅佐陛下 将朝政处理妥当 请陛下将天子佩剑收回 如果没记错的话 朕曾经说过 朕的旨意 是用来执行的 不是用来商议的 陛下若是不肯听老臣的劝调 那就请陛下将老臣罢官免职 好 朕准了 传职 急去王允司徒一职 你以为眼下正是用人之计 朕不敢扒了你这身体 今天朕就让你知道 装逼也要找一个 你能拿捏的软柿子 但那个人 永远不会是朕 陛下呀 陛下 老臣方才糊涂 并非真的要自观 朕的旨意 从不会更改 念你为官多年 朕保留你司徒的俸禄 王司徒 你就好好养老吧 这下和他们玩大了 开局我魂穿成了汉县帝 刚刚收拾完十八路诸侯 又收到匈奴左贤王留报 率领十万大军攻打同关的恶好 于是我准备带领两万西凉军御驾清征 临行前为了鼓舞士气 我发布了军人荣誉勋章 玄武朱雀 白武 青龙军人荣誉勋章 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 士兵们一个个摩拳擦掌 早已按耐不住上战场杀敌建功 同关告急 匈奴左贤王留报 亲率十万大军攻陷寒谷关 意图夺取同关犯我京都洛崖 朕指问我大汉王朝的好男 一族犯我河山 该当如何 杀 杀 杀 此战 是朕继位以来 对匈奴满意的第一战 朕与西郊教场点兵两万 御驾清征同关 不将匈奴杀尽 势不欢朝 众将士听令 随朕出征 骑兵左贤王 前方探马来报 大汉王朝皇帝 亲率两万兵马 御驾清征同关 如今已具同关不足四十例 什么狗屁皇帝 不过就是个毛眉长旗的小屁孩而已 本王亲率十万大军 一路上市如破竹 攻破他喊谷官 简直没废吹灰之力 本王手下骁勇善战勇士 其是中原那些废物将士 能够匹敌的 王爷 落水是我大军粮草的补给线 对于马腾和寒碎也不得不防 行了 本王知道了 本王还要处理军务 你先下去吧 哦 对了 还有一件重要的大事 本王听说中原有一个叫蔡雍的学者 传闻他的女儿 蔡眼才冒双全 长得那叫一个漂亮 传令下去 攻破童关之后 直取洛阳 能为本王抢到蔡眼者 本王赏他五名中原女子 外加牛羊千只 黄叔 咱们这是到哪了 陛下 据童关已经不足实力 再有一个时辰便可抵达童关 什么鬼 难道中途一直没修险 陛下 臣已经多次建议大军停下来休整 可是将士们说什么也不愿意 既如此 那就传令下去 一口气赶到童关 遵命 如此拼命奔赴战场的士兵 别说是建国 我连听都没听说过 士兵有如此高昂的士气 轻而一举击退匈奴也说不一定 主公 眼下匈奴大军逼近同关 只凭咱们手里的两万士兵 就算死守同关 恐怕也抵挡不住匈奴十万大军 本帅已经命人八百里加计 将同关告急发起了洛阳 如果陛下得知同关告急 必定会派兵增援 主公 如今的天子不过是个懦弱无能的小屁孩 亲手朱砂董卓这种传言您也会相信 若是同关有失 那这丢关的罪名还是会落到您这位同关守将的身上 本帅也向保家卫国死守同关 奈何兵力不足 有心无力 如今也只有依送过将军所言 暂且放弃同关 来人传本帅将令 天黑之后撤出同关 放屁 我张辽真是眼瞎了 会一心效忠你这样的废物 文远向来忠议 本帅自认为从未亏待于你 为何有这般说辞 当初归顺董卓 那是因为董卓残暴不仁 祸乱炒纲 可如今不同 如今又有何不同 匈奴大军进犯我大汉的国土 对我大汉百姓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身为军人保家卫国 这是使命和责任 你临阵弃关而逃 岂不是要让匈奴杀入中原 残害我大汉的百姓 天下大乱 我张辽奉你为主誓死效命 但若是一族犯我河山 张辽永远都是大汉王朝的一员战将 来人张辽犯上作乱与杀本帅 别我拿下 其兵大帅 陛下秦帅两万兵马 愈加秦政通关 大军已经抵达通关 外不足无力 什么 如今陛下的兵马 已经距离通关不足无力 陛下若是追究临阵脱逃的罪名 那可怎么办呢 张辽畏惧匈奴 劝本帅气管跑路 将张辽压下去 等陛下圣驾抵达通关 交由陛下处置 主公 好计谋啊 好了 传令三军集结准备迎接天子圣驾 陈同关手将其都为杨凤 拜见陛下 万岁万万岁 平身 杨将军为我大汉王朝镇守通关有功 此番大破匈奴之后 朕自会论功行赏 谢陛下 现在战况如何 回禀陛下 匈奴左先王留报 率领五万人马 今日猛攻了 同关整整一天 末将率领所部兵马 死守同关 好在损失并不算大 对了陛下 陈至军无方 致使麾下战将 私自下达弃官的命令 动摇军心 已被陈收押 请陛下发落 竟然有这样的事 陛下 此人姓张明辽 自闻远 如今匈奴十万大军来返 没想到这次竟然畏惧匈奴 假传臣之将领 准备弃火而逃 末将以为 应当立刻将其斩首祭祈 以警校友 张辽 张文远 张辽此人为人忠义 又岂会是贪生怕死之徒 定是这两位的栽赃嫁祸 这等拙劣的计谋 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 大战在即 的确需要用人头来祭祈 以壮士气 义得 将杨凤和宋果二人 给朕拿下 陛下这是何意 你们竟然用这么低劣的计谋 想在自己眼皮子底下 嫁祸给张辽 当朕是三岁小孩不成 陛下 劝杨凤起官跑路 确实是末将所为 担架或与张辽将军 却是他杨凤的主业 本帅真是瞎了眼 竟然会是你为心腹 本帅的两万白波军 自黄金起义之时 便一直跟随本帅 若是本帅有任何不责 那我麾下的两万兵马 便会立刻划遍 到那时 别说是镇守通关 只怕是陛下也很难全身而对 你这是在威胁朕吗 在这个世上 没有任何人可以威胁朕 上一个威胁朕的人 名叫侯文 朕灭了他十足 陛下 末将也是听命与杨凤行事 如果陛下能恕末将之死罪 末将愿戴罪立功 文远不必惊慌 朕知你中业 才会亲自为你松绑 陛下乃天子之尊 张辽断然不敢让陛下为末将松绑 末将张辽万死难 报陛下再生之恩 文远将军请起 你说可以戴罪立功 朕倒是想听听 你还有什么价值能让朕饶你一条狗命 末将知道杨凤的兵符所在 兵符就在他盔甲内侧的暗袋内 陛下 兵符果然在他身上 处置杨凤之前 朕自然会命人搜身 就算你不说 这兵符也逃不出朕的手心 这些年 杨凤名义上打着黄金义军的名号 实则被地里干的全都是搜刮百姓的够大 杨凤的老巢 就在长安以西的梁县 那里早已经被杨凤搜刮的时事久空 杨凤视才如命 无论走到哪都把搜刮来的黄金珠宝带在身边 宣称是重要资重军备 命人日夜看守 此时那些黄金珠宝 就在大营最右侧储备粮草的营帐旁的木屋内 整整装了几百箱 朕最恨的便是你这般卖主求荣的货色 杨凤或许不是人 但你是真的狗 据朕所知 杨凤一直视你为心腹爱将 从不曾亏待过你 而你却为了活命 出卖救主 朕留你何用 榜上明日一早与杨凤共同斩首祭旗 同时派人返回洛阳传旨断威 将杨凤和宋果诛灭三族 陛下如今同关内这两万白箔军 虽然都跟随杨凤多年 却对杨凤找各种理由客口军饷 颇有怨言 只不过畏惧杨凤一军统帅位高权重 敢怒不敢言罢了 陛下 臣建议立刻以天子的名义 宣召白箔军内所有百夫长以上将领 陛下可下达明旨 将杨凤的罪行公布于众 并照令将白箔军正式化归为 朝廷统领的正规军 即刻发放一年的军饷 作为先前杨凤拖欠军饷的补偿 以臣在军中的些许威望 臣有实诚的把握 所有将领必定诚心归顺陛下 文远思虑周全 筹谋缜密 不过为了防止出现突然意外 朕觉得 还是同时将西凉军中百夫长以上的将领 一同宣兆更为稳妥 倘若招辅不成 掩耳之势 接管白箔军指挥权 凡有不服为抗阵的旨意者 杀无赦 臣 谨遵陛下圣誉 匈奴左贤王流报 率领十万大军攻打同关 为了抵御外地 我亲率两万西凉军支援同关 在我的军人荣誉勋章的鼓舞下 战士们士气高昂 我汉军已损失不到两千的代价 竟然杀得匈奴十万大军溃不成军 猛将张辽 更是在千军万马中 生情了左贤王流报 启禀王爷 刚刚得到最新消息 大汉王朝的小皇帝 御驾亲征同关 已经于昨夜抵达同关 原同关守将杨凤和偏将宋谷 刚刚被小皇帝斩首祭旗 原来是那个废物小皇帝到了同关 矛盾没掌旗 也能带兵打仗 王爷 小皇帝已经传令同关守军 对我大军发起冲锋 说是要 如实禀报 本王恕你无罪 小皇帝说 要将王爷生情 然后阉割 我与小皇帝往日无怨 近日无仇 这小子上来就要搞我的大宝贝 传本王将领 大军摆开阵势 准备冲锋 申请小皇帝者 本王赏他美女百人 牛羊千匹 给我杀 双方刚一开战 两万西凉将士 一个个犹如吃人的野兽一般 匈奴士兵直接被眼前的汉军吓傻 胯下战马飞奔 手中大刀疯狂砍杀 一个个眼眸之中竟是一片血红 而更让匈奴士兵崩溃的是 敌军不但玩命 还一边砍一边数着数字 对面的士兵发疯了吗 怎么会如此勇猛 第四败九十九 快 我还差一个人 一起上啊 刘豹修走 变引张飞再次 我那个去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黑瞎子沉浸了吗 快快拦住他 不要让他过来 张辽在此 刘豹哪里走 什么档次 竟敢跑到本王面前嚣张 本王今日就让你知道 草原第一汉将的凶猛 就这草原第一汉将 陛下有令 不接受任何投降 万王马下下山尽杀 大哥 刚刚接到坦马八百里 加急肥豹 南匈奴左先汪流报 亲率十万达军 趁着中原大浪 攻去了寒谷关 如今已经兵进铜关了 这是我刚刚接到 皇帝陛下八百里 加急送来的圣旨 你先看看这个 应该就不着急了 这道圣旨 对于天子而言 是一举多得的妙计 但对于我们西凉来说 却是进退两难呀 大哥 平日里我们与匈奴相互蒙好 久无战事 但此次流报突然起兵 未免也太过不把 你我兄弟二人放在眼里了 陛下传指你我率军平了 如果出兵 那日后与南匈奴 把兵休战的盟约 就算彻底撕毁了 可如果不出兵的话 如果奉旨出兵 那我西凉与南匈奴的 休战盟好之约 便到此为止 如果抗旨不遵 那我西凉便会被 各路诸侯扣上反叛的罪名 梦奇 即可率本部兵马 与你叔父和兵一处 奉旨出兵平乱 父亲难道是想 陛下 匈奴大军既然已经投降 没必要将其逼上绝路 匈奴放我中原 虽然可狠 但这些士兵终究是无辜的 臣担心 万一将他们逼得没有退路 必然会拼死一搏 只怕会徒增我军生亡 来人 传指所有将士 朕不接受匈奴人的投降 更没有一粒多余的粮食养俘虏 所有来犯之敌 斩尽杀绝 陛下 只怕被斩杀者更是不计其数 陛下如此过重的杀法 日后若是诸侯有归降之心 也会因畏惧陛下的手段而奋死一战 如此 不利于陛下平定天下 忠言逆耳 请陛下恕罪 皇叔所言 或许有些道理 天下诸侯 是否有人会如皇叔所言一般 归降朝廷 朕从不关心 就算他们真的归降 朕也同样不会接受 祈祖陛下 前线传来解报 张飞将军与万军之中 斩杀了敌军前锋将军哈马和片江湖 严利张辽将军神用 亦将匈奴左贤王刘宝生前 等候陛下法罗 命张辽将军将刘宝绑到镇的率帐中 文远活捉了左贤王刘宝 义德与万军之中 斩杀了匈奴两员大将 两位将军为朕又立下大功 真不愧是市镇的爱家 走吧皇叔 咱们一起去看看 这个所谓的左贤王 小皇帝 扑出权单于是本王的叔父 只要你们善待本王 我叔父自然会以重金将我赎回 要多少钱才肯将本王释放 你尽管说 既然你说扑出权会以重金将你赎回 那朕倒是想看看 你这位左贤王在他眼里 到底值多少钱 朕也不多要 就要黄金一百万两 这他们的分明就是敲诈 怎么 是不是突然感觉自己 其实也没有想象中 那么值钱 朕帮你想一个办法 没少十万两 朕就从你身上摘下一个零件顶杖 一个零件十万两黄金 朕够给你留爆面子不 一个小小的男匈奴 朕量你们也拿不出来八十万两黄金 刚刚说好的没少十万两 就摘自己一个零件 从一百万两突然变成了八十万两 那就是两个零件 看不出来 你还会算数呢 来人 把左贤王留爆拉出去 给朕淹了 小皇帝 你敢动本王 我说服忽畜权铲鱼 必定清帅大军 他凭你汗室江山 记得淹得干净一点 狗皇帝 小小年纪就这般狠毒 你不得好死 一百万两黄金 本王给 本王给你还不行吗 文远将军 命人送信给男兄奴丹于忽畜权 把八十万两黄金熟人 朕说话向来算数 没少十万两就给朕摘他身上的零件顶章 在历史上 你刘暴趁战乱掳掠了蔡文姬 为你生养了一儿一女 如今老子把你淹了 也算是被文姬报仇了 陛下此次同关大战之后 陛下可否会论功行赏 此次大破匈奴 文远于万军之中 升勤留报 陛下头等大功 朕与京都洛阳出征之前 已经定下了功勋章程 升勤留报者 授予青龙勋章一枚 继特等功义词 禁绝献猴 十亿千户 不但朕会为你亲自受削 朕还会在洛阳城门外 建造英雄碑 命大学士蔡庸为你记载功勋 名垂青史 陛下设立的功勋制度 是对浴血沙场的将士 最大的鼓舞 身为军人 臣有个不情之情 希望陛下恩准 文远 但说无妨 杨凤犯上作乱 触犯天威 罪有应得 但臣毕竟追随杨凤多年 不忍其报失荒野 请陛下恩准臣 将杨凤安葬 张辽果然是忠义无双 对吧 真准了 谢陛下 陛下 贪马废报 两州刺史寒衰 与两州太守马腾之子马草 骑兵无安 风骤平乱 如今大军已到落水 明日便可渡过落水 兵禁寒故关 传阵执意 命张飞率领追击匈奴的将士 火速撤回铜关 此令十万火急 为命者 斩 马超和韩岁率领的 这五万两州兵马 到底是奉旨平乱 还是另有所图 陛下 反正杀得过瘾 为何突然下子退兵 义得 不可对陛下无敌 阵接到飞马来报 梁州韩岁与马超 起兵五万 已经渡过落水 挺进寒谷关 匈奴残部 就交给梁州兵马 劫杀即可 陛下 梁州太守马腾之子马超 素有剑勇之称 听闻此人雄勇善战 相貌俊朗 其梁皆称其为锦马超 其挥下梁州青旗 更是梁州最精锐的部队 善于短距离突袭 韩谷关与铜关 相聚不足百里 不得不防 马超的梁州青旗奉赵出兵 如此极星军 抢渡落水而来 绝非奉赵 评乱这么简单 如果韩岁与马腾 真的这么听话 那还算什么土匪 陛下 同关大战的数据 已经统计出来 我军伤亡三千余 共计斩杀匈奴 六万余人 缴获战马三万匹 武器四万余 遵陛下旨意 除匈奴左贤王留报之外 没有任何俘虏 不过短短几个时辰的厮杀 竟然杀了六万多人 看来 自己设立的勋章制度 对将士的冲击 远远超出了我的意料 将个人斩杀数据 全部统计出来 连同总体战报 发回洛阳 交由大司马断威 安排授寻大会相关事宜 通报三军 将士有功者 朕自会封赏 但若是 胆敢有谎报战绩者 斩 俺光顾着思杀 哪里记得 到底杀了多少 不过俺敢说 对俺斩杀的兄母兵 没有一千 也有八百 马腾的心眼 还真是不少 竟然借凤昭评乱 借机攻占我同关 以此来携天子 以令诸侯 成就千古霸业 我可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 刚驻扎在同关附近的马超 当天晚上被张疗张飞击败 猛将马超也被张飞升起 启州陛下 韩吹马超所部 将窥山的匈奴团部 斩杀大半 四十大军已约过韩谷关 前行三十里安营 陛下 梁州军距离同关五十里扎营 不揍暴不请止 显然一位 我军刚刚血战匈奴 元气打伤 无力再战 如此挑衅黄泉 藐视天威 臣请命先锋 率军突袭梁州大营 必将韩岁与马超勤来 交与陛下发落 很好 文远不愧是朕的虎家 既如此 陛下 还也请命当先锋 有俺张飞请去 不活走马超 应平陛下定队 很好 传指张辽引骑兵一万 步兵五千 为左路先锋 张飞引骑兵一万 步兵五千 为右路先锋 自同关向东从两侧 突袭梁州大营 其余人马 随朕固守同关 速战速决 不可恋战 至于马超嘛 能生擒固然最好 倘若反抗 就地战杀 梁州军不是匈奴那群卡拉米 况且 马超善于带兵 更是当是顶级虎将 你们两个不可轻敌大义 如果有失 那同关也无法保住 此战只可胜 不可败 谁若是轻敌大义 误了朕的大计 朕定斩不设 陛下放行 俺张飞向来稳坐 梁州兵马一路急兴军 抢都落水 又与溃败的匈奴残不血战 即便是没有太大的伤亡 那此时也已经是疲惫之事 加之马超 心高气傲 更是不屑于提防 趁夜偷袭 绝对是出其不意 陛下放心 此战由门远将军 尼德在 便能大获全胜 启奏陛下 经召引杨彪 从京都洛阳送来 加急奏章 叩请陛下亲戚 杨彪在这个时候 派人送来加急奏章 莫非是洛阳出了什么大事 陈杨彪奏报陛下 全子杨修 于今日一早换回 陛下所寻之人 已经抵达洛阳 很好 诸葛亮终于找到了 连夜命人赶回洛阳传旨 朕回师洛阳之前 把人给朕看好 按上宾礼节对待 不得失礼 将军今日一战杀敌无数 不可是我大哥 麾下第一猛将 来来来 首战大戒 我等自当痛饮情和 少将军 莫将以为 我军不该在此地安营扎寨 如果两位将军 执意如此 那么将以为 应当防备小皇帝 趁夜偷袭军营 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娃娃 还能比本帅更恐小兵法 本帅上阵杀敌 威震西凉之时 他还没断奶呢 眼下五万梁州 轻奇驻扎于此 恐怕下都下的 他晚上睡不安稳 你也太看得起 一个小孩子了 少将军说得对 一个孩童 能掀起多大的风浪 如今天下大乱 驱雄并起 如果能趁机夺取同冠 被于日后南下一托大眼 至关重要 今日大破 匈奴所步 众将是奋勇杀敌 传本帅降令靠上三军 九足饭饱之后 休整备战 将军 不可呀将军 下去 再敢胡言动万军心 本将军不轻饶 来来来 我请蒙起一杯 外面发生了和事 怎么如此吵闹 骑禀大帅 有两路大军 从左右两侧 吐袭我军大赢 小皇帝竟然敢主动出击 偷袭自己的军影 难道他就这么敢保证 对方一点防卫也没有 梦起 你组织反击 叔父亲自指挥作证 叶银张培再次 马超小人 速速出来速死 哪里来的黑贼 竟敢再次大言不惨 你就是马超 小白脸 我奉陛下子命 特来请你 还不速速就请 就凭你也想拿我 你有那个本事吗 你这黑丝倒是有点实力 看我这一招 于是无数 黑丝 你是大散了 金马超也不过如此 陛下 俺生情活着了马超 那是与俺大战三百回合 才被俺卓住 相比刘豹那个废物 马超更是难做万倍 陛下的青龙寻掌 总该有俺张飞一个吧 义德 护得无礼 陛下 张飞匆忙 望陛下恕罪 朕向来赏罚分明 义德此番升紧马超 也当居守宫 明日回京之后 朕会传指大司马断威 安排授勋事宜 那太好了 来人 命人打造一辆球车 不必太宽敞 能蹲下 一个人就行 陛下明日 可是要班师回朝 同关危机已经解除 朕要赶回洛阳 见一个十分重要的人 至于同关 就交由文远镇守 朕此番带来的两万骑兵 留下一万 化入四周军区 另外从匈奴处缴获的 战马和武器 也都留下 朕将这些留给你 也同时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要交给你 一年之内 你要将四周军 打造成为一只虎狼之师 朕要的是一只 可以随朕平定天下的 王者之师 不是一群装备精良的 酒囊饭袋 朕只给你一年时间 臣愿立下军令状 一年之后 四周军必定是陛下 平定天下的利人 陈马超 拜见陛下 万岁万万岁 传指 命人押送马超 先行返回洛阳 圣驾改到长安 陛下突然改到长安 是否应该命人 先行前往长安 宣召长安太守 董城接驾 不必宣召长安太守 真此次 就当是微服私访 往里偷闲散散心 没必要兴师动众 长安菜守董城 以黑殿敲诈勒索 迫害百姓 传圣旨意 将其诛灭九族 超过家产 董城乃昔日 董太后的侄子 他的九族之内 也包括皇帝陛下宁 陛下 该当如何自处 当今皇帝 该个秃帝 把秃帝都分给了 老百姓 真是一代命军呀 我们是从压州来的 要没听说压州腿形了 土盖征令 不错 我们是从压州来 长安有利的 这样的土盖征令 压州为何没有 压州与压州 为什么没有 那你们可就要回去 问一问袁绍和曹操了 公子 如今已到上午 前方的天香楼 看上去还有些排场 公子先吃点东西 再探访也不吃 就是呀公子 难得今天这么清闲 还要喝酒 好 今天清闲 酒肉馆够 义德尽管敞开了盒 公子我来请客 要欢光临 老板给我上一盘 最正宗的薯头鸭吧 两瓶下毛假酿 非人言 简直非人言 我就吃了几个馒头 一碟咸菜 你就问我要一千两百块 比青岛的大虾还要离谱 你们这摆明了 是讹诈外地人 我们天香楼 就是那样的菜价 你既然说是我咋 那老子都我咋了 在长安地家上 还没有人敢在我天香楼 吃老饭不给钱 老板 此人的账 本公子一并结了 好嘞 鸡为业 鸣鱼拿为业 一共消费一万钱 清闻的为业 是为行还是支付报 义德别这么吃了 把这家店给老子砸了 在这长安地家 有谁不知道 田香楼的老板 是长安台售东城大阵 有本事里头长呀 公子 真要砸店吗 我的薯头鸭不饿 还没吃完呢 给老子砸了 公子 您就瞧好了 嘿 你还真长呀 来人 始统自动太守 有人长长子 在下徐树 方才多谢公子仗义出手 嗯 只是公子这般大洞干戈 只怕那长安太守 董城 不会轻易放过我等 趁董城的兵马还未到 公子可先行 徐树可为公子断后 徐树 难道是徐原直 是谁 敢砸我的场子 活得不耐烦了吧 我砸的 董太守 你真是好大的官威啊 陈长安太守 董城 拜见陛下 不知天子驾临长安城 陈无意冒犯天子威严 请陛下恕罪啊 莫将拜见陛下 起来吧 天子驾临长安城 善动善何杀无论 来人 给朕砸了这家黑店 半个时辰之内 把这天香楼 给朕宜为平地 草民叙述 拜见陛下 万岁万万岁 九文元执乃当世大台 朕欲朕心汉事 原直可愿辅佐朕平定天下 原直不才 愿追随陛下 孝权马之劳 陛下 既然到了长安 那就是到了臣的地方 臣董城 恭请陛下将臣的府邸 暂且当作行宫邪习 陛下 此人肝胆破例 死了 听说这东乘派收 可是昔日东派后的质子 事大事的晃晴过气 看着吧 肯定是要拿一个龙涛 倒铁丝轨 不了了指 死无怼者 怎么说不行 陛下 这龙涛本是臣远防表亲 他背着臣再次开设了天香楼 敲诈百姓 臣对此事真的毫不知情 长安太守董城 以黑店敲诈勒索 祸害百姓 传阵旨意 将其诛灭九族 超莫家产 陛下饶命呀 陛下 陛下饶命呀 陛下 董城乃昔日董太后的侄子 他的九族之内 也包括皇帝陛下您 陛下 该当如何自处 这祸是谁呀 不相祸了吗 竟然敢当面质问铁子 你是何人 长安都为司马陈公 待见陛下 原来是刚正不阿的陈公太 这小小的长安城 当真是藏龙卧虎 公台方才问朕 董城九族之内包括朕 该当如何自处 朕现在就告诉你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陛下身体发复受之父母 不可自毁 况且陛下受命于天 乃久武之尊 东城那等罪臣 岂可诸连天子 陈徐树 叩请陛下三思 臣 一时冲动触犯天位 请陛下降罪 陛下乃天下之主 请陛下为天下苍生 保重龙体 臣共拜扶了 请陛下三思 朕为天下苍生 不可自伤 但天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朕今日歌发戴首 以招法度 吾皇万岁 万万岁 原长安太守董城 现已伏法 立刻命人八百里加急 回京都洛阳传旨 加封阳修为长安太守 直到即行 传阵旨意 加封陈公为四周军区 参谋军师 明日赶去同关 与张辽共同负责四周军务 加封徐树 为光禄大夫 随朕返回洛阳就职 陈甲许 恭迎圣驾回京 陈等恭迎陛下回宫 众爱卿平身 朕亲征同关这些十日 朝中可有什么大事 陈 世孙瑞有事起奏 大司能有何事 起奏陛下 三天前 纪周末含富上奏 表请加封原博海太守 齐乡侯袁绍为纪周末 陈以为 此事事关乎封江大力 更替的君政大事 封江大力应当由陛下任免 而非臣子表举 此等大事应当奏请陛下 以听圣采 可身为廷尉的贾许 竟然以天子佩剑 和陛下赋予的灵机专断之权 直接准了韩富的表奏 嗯 原执 对于韩富表奏 袁绍为纪周末 原执是如何看待 陛下心中记忆有了答案 臣又何须多言呢 刚你说 你就说说吧 请恕臣直言 陛下无论是认准还是驳回 都改变不了袁绍掌控纪周的结果 如果臣所料不错的话 恐怕韩富上报朝廷的奏章 还没出府邸 纪周末的大印就已经到了袁绍手中 奏表陛下 不过是走个行事 求个所谓的名正言顺罢了 嗯 就算朕回绝韩富的奏表 纪周之主 袁绍也早已经取韩富而代之 对于此事 无论如何处置 结果都没什么两样 此事不必在意 杨彪 朕让你请的诸葛亮 现在何处 陛下老臣遵陛下的旨意 将诸葛先生安置在洛阳城西部族五里 不管还有什么事 明天再上奏 你们先回洛阳城 不必随家 朕独自前往龙中 诸葛先生 莫非原职兄知道这诸葛孔明是何人 徐树昔日于荆州之时 曾有幸结识孔明先生 此人有惊天伟帝之才 乃当是不可多得的奇才 谁竟先生曾有言 卧龙奉处 得意可安天下 奉处 指的是襄阳旁统 旁是原 而这卧龙正是南洋诸葛亮 诸葛孔明 陛下若得卧龙先生辅佐 无异于武王的江上 你吹死我得了 原职兄对诸葛孔明 竟有如此高的评价 不知那卧龙先生 比先生如何 和我相比 还是不比为好 因为徐树与孔明先生 根本没得比 在下这点不入流的谋略 在卧龙先生面前 根本不值一提 原职 你不会是在这 给我吹牛逼的吧 开局我魂穿成了汉信底 为了吸纳更多人才 我下令让人绑来了诸葛亮 没想到诸葛村夫这小子 竟然不把我这个天子 放在眼里 看我是如何让诸葛亮 心甘情愿的为我卖你 陈蔡雍 拜见陛下万岁万万岁 陈阳彪 拜见陛下万岁万万岁 起来吧 你们两个怎么在这里 为何看到朕如此惊讶 回禀陛下 方才与诸葛先生闲谈 说到陛下今日班师回洛阳 诸葛先生断言 陛下会先赶来龙中居 而不是先回洛阳安顿政务 陈等素知 陛下勤于正事 必定以正事为重 却不曾想 今日竟然被诸葛先生料中 当着杨彪和蔡雍两人 预料自己会先来的龙中 这摆明了是给自己一个下马尾 装逼可以 但也要分跟谁 你们两个就在门外候止 遵旨 南阳诸葛亮 拜见陛下 南阳诸葛亮 拜见陛下万岁万万岁 亮大胆揣测圣意 还望陛下莫怪 先生料定阵会第一时间 赶来龙中居 是想显摆一下你孔明先生料事如神呢 还是想告诉他人 朕的心思 你了如执扎 亮不过是侥幸言中罢了 陛下胜意又启示我等可以窥探分毫 如果这一次的侥幸言中也算是一局博弈的话 亮也不过是勉强扳回一局 陛下依旧胜过在下一局 陛下比草民高明的多 嗯 陛下说孔明料事如神 亮惶恐之志 不过偶尔侥幸料中罢了 只是 有什么话 尽管说 在这茅草屋内 以我所幸放下君臣之力 你可以暂且把朕当成一个寻常之人 不管说什么话 朕都一概设你无罪 见陛下 亮自认为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常常可以料事于先 但这一次 诸葛亮怎么也没想到 竟然会被陛下绑到洛阳 陛下身为天子 久武之尊 只是这招揽贤良的手段吗 真是不怎么样 好了 你起来吧 杨修临行之前 朕刻意嘱咐过 不到万不得已 不可动粗 既然你是被绑到洛阳的 那就说明 你接到朕的诏书 拒绝奉诏 抗旨不尊 被绑来 也是你自找的 和朕没关系 既然卧龙先生 是被绑到洛阳的 那为何先前杨修传回来的消息却说 南洋之行 并未寻访到先生的下落呢 质量已绝食 逼迫杨修传回的消息 嗯 卧龙先生此举 又是为何呢 一来 亮想知道陛下的胸襟 和招揽的诚意 二来嘛 我诸葛亮不要面子吗 你要面子是吧 放心 朕会给足你面子 韩复上奏 表袁绍接任冀州目 真想听听 先生对此有何看法 韩复胆小怕事 被袁绍取而代之 不足为奇 袁绍虽然出身名门 似是三公 但此人优柔寡断 不善言听 恐怕日后冀州 还会再度溢出 孔明先生以为 日后冀州会落入何人之手 陛下既然已经有了答案 又何必多此疑问呢 朕就要倾听你的看法 数月前 掩州刺史刘代 新征青州黄金军身负重伤 只怕不久于人世 曹操入主掩州 已成定局 曹操无论是掏略还是谋略 都堪称当时豪杰 此人素有大志 绝非袁绍之辈可比 亮以为 冀州久后 必归曹操 这你妈 还是个人吗 无论是对时局的洞察 还是对未来大师的走向 一点都不比自己 这个穿越者知道的少 任于同关 临时改到长安 想必这几天 先生早已经为朕 谋划好了宏图大业 呃 朕既然说了 在这草屋内 不拘于君臣之礼 先生但说无妨 眼下曹操所图 尽在北方根本无暇西顾 陛下与虎劳关斩杀了江东猛虎孙奸 而其子孙策正以蔓延之势蚕食江东之地 眼下更无力西进 陛下与平定天下 则必先取京香之地 再去汉中 夺取梁州一州之地为根基 汉中张鲁一州流张之辈 又岂能与陛下匹敌 稳固后方 在挥师东进 平定中原 京香与汉中 其战略位置的重要性 陛下自然比量更清楚 这个家伙真是个妖孽啊 这脑子是怎么得 朕欲平定天下 自然需要孔明辅佐 如今这乱世 陛下 量乃一介草莽不一 久乐耕除 兰语正式 无法辅佐陛下平定天下 还望陛下恕罪 既然先生这么爱种地 那去哪种地都一样 朕现在就下旨 命人即刻在这洛阳城内 开出一亩三分地 朕把地词给你耕种便是 这老六我真的服了 陈诸葛亮愿追随陛下 尽量之所能辅佐陛下 平定乱世 匡扶汉世江山 孔明 你是不是觉得朕这个人 太过于苛刻 就连你的一番推辞 都不肯给个面子 放个台阶 你现在心里一定觉得 朕虽然算得上是个民主 但却不是一个贤良的君主 是与不是 呃 是 陈确实是这样想的 陛下的政令 实为利民之大计 的确是算得上是千古明君 但却并非是贤良的主公 至少没有给陈留下丝毫颜面 当然 陛下面前 陈不敢奢求 面子 不是用一句话来给的 朕现在就让你知道 朕是如何给你面子的 传朕旨意 所有在京官员 上朝一 陛下驾到 无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众爱卿平身 朕临时 赵令百官朝会 是有一件重要的事 当众宣布 自己客气 恢复丞相制度 于三宫九卿之上 设丞相一职 总览君政 管指 加封诸葛亮为丞相 四绝五相侯 十亿万户 领思周末 陛下 我朝从埃帝元寿二年至今 从未设立丞相一职 况且从先秦 到高祖皇帝开创大汉王朝至今 也从来没有丞相 总览君政的先例 君政大权 及丞相一职于一身 势必会架空皇权 导致朝堂不稳 臣请陛下三思啊 陛下 孔明虽有才明 但其毕竟年少 恐怕难当大任 望陛下三思 大权旁落 陛下难道忘了 昔日董卓专权乱政了吗 我他妈二十一世纪来的 剧本我都熟悉 他诸葛亮是不是忠臣 我能不知道吗 一帮老顽固 朕遇次丞相诸葛亮天子退剑 斩三公九卿以下官员 无须请旨 君中将帅 如有抗命不尊者 可先斩后奏 剑驾无须跪拜 面胜不必请旨 天子退剑 如朕亲临 这哪里还是什么臣子 分明就是另外一个皇帝 除了没有皇帝的尊号 皇帝拥有的权力 这伙全都有 君政总揽 生杀大权在手 但凡这诸葛尊夫 有半分不臣之心 先翻眼前这张龙椅 简直易入反掌 陛下就这么信任 他诸葛亮吗 臣诸葛亮 纵然万死也不敢 接陛下这样的圣旨 天子一言九鼎 说出去的话 又岂能不算数 诸葛丞相 这个面子给你的够不够 还不领旨谢恩 臣肝脑涂地 也要报答陛下的赏识之恩 你们听说了吗 前段十日 十八路逐后 毁梦掏发锅贼东桌 死水管打败鬼 我也听说了 最近管于小皇帝 隐喊手段的传闻 一撞解着一撞 我可是还听说 但凡有点瞻工的 都被陛下刺了侯诀 你们还真败不信 贤倩在拱隼派收回下 忍辩不死妈的六倍 死水管一战 被那吕捕获着了去 陛下党昌召队总扑 夹讽了大汉晃鼠 听问陛下对六晃鼠 可谓是田安豪大 楚姓杰氏尊气 痛症弄念 你们刚刚所言 从哪里听说来的 我等暖宴 请将军赎罪 本校尉并非责怪你们 只是听闻你们提及刘备 一时勤急才会如此 你们口中所说的刘皇叔 可是昔日的别不死妈 刘备 徽兵将军 正是冲欠的别不死妈 六倍 怒进一境被陛下 夹逢为晃书 本校尉还有一事 此番公尊太守 急命三军 向戒桥方向集结 你们可知所谓何事 徽兵将军 袁渤海太守袁绍 密要公寸太守 共同举并讨伐韩父 并约定事成之后 平奋激咒 可那韩父胆小怕事 品闻公寸太守举并 竟然直接将激咒拱手 让给了袁绍 可袁绍解任激咒墓之后 并未履行承诺 于公寸太守平奋激咒 太守大诺 下令其并讨伐袁绍 品闻袁绍的病马 已经在戒桥以南集结 这么大的事 将军难道不知道吗 我乃常山赵子龙 将军如此大涨气鼓 真必搞虎 恐怕很快便会 串到拱损太守那里 想离开游州 叹何容易啊 哼 我赵云要走 何人留得住 开局魂穿汉县地 为了我的宏图大业 我绑来了刘备与诸葛亮 诸葛亮忠心臣服于我 于是我赋予了他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利 而刘备此人 就算被我软禁在身边 竟然还想着他的帝王大爷 若不是为了张飞观雨 我的大刀早已砍断了他的脖子 以入室资格 在四周境内开设学校 从小学中学到国立大学 层层选拔 以应考为标准 此事就交由你亲自负责 陛下高瞻远瞩 打破世俗枷锁 不畏惧豪强 推行新政 我大汉江山未来可期 对了陛下 对于梁州马腾和韩岁 臣以为应当予以照付 如今陛下应当以大局为重 着眼京香之地 此时万不可对梁州用兵 陛下温侯吕布与皇叔刘备 在拱歪请求免生 让他们进来吧 臣刘备 叩拜陛下万岁 万万岁 儿臣吕布拜见父皇 都是自家人 不必多礼 陛下乃九五之尊 臣本不敢见阅君臣之礼 平身吗 谢陛下 谢父皇 历代帝陵修缮一事 温侯功不可没 待安置妥当之后 朕会另行封赏 这事儿臣罗列的名单 都是平日里战功卓著的将校 尤其是此番修缮地灵 这些人都是功不可没 还望父皇恩只封赏 这个高顺如何 高顺此人反复无常 建立妄议之位 如果不是此番将士进阶举剑 儿臣绝不会将其上报给父皇家讲 父皇不必为难 随便封个校尉也就罢了 如果不是念在此人作战不怕死 儿臣只怕一早便将其斩杀 以绝后患 高顺现在在哪 如果此人真的作战不怕死 朕倒是用得上 回禀父皇 儿臣此番回京休整 高顺随君都运粮草 此时刚好正在洛阳 传旨高顺 明日早朝之后觐见 黄叔请止觐见 可是有事 陛下 自我随圣驾回归洛阳也来 便与家中断了联系 臣惭愧之志 当初于幽州公孙在麾下 就职平原县令之时 曾将双妻留在了平阳县 臣听闻公孙在与袁绍在其战乱 恐双妻危难 寇请陛下准臣赶赴平原县 将一双妻子安置之后 立刻返回洛阳 你个没心没肺的祸 向来跑路是从不顾及妻子儿女死活的人 如今竟然拿媳妇当自己的脱身跑路的借口 汉是宗亲的脸面 你不要了 黄叔挂念发妻 真乃大丈夫该有的担当 朕自当应允 不过 此事何须黄叔亲自前往 传指查安太守杨修 即刻遣人携带朕的手遇 赶赴平原县将黄叔的双妻截到洛阳 此事交于杨修 黄叔安心等待便可 陛下体恤微臣 被扣谢天 臣久了耕除 请陛下赏此些菜种 了却微臣平生之下 黄叔既然喜欢种地 这有何难 朕命人将我大汉所有的菜种 都给黄叔送去一份 他日天下平定 朕御驾亲征藩邦之时 顺便再给黄叔带回些我大汉没有的菜种 朕对黄叔有求必应 我特么谢谢你 后崽子 谢陛下 臣先行告退 儿臣也告退了 陛下 臣官此人绝非甘于九居人下之人 此人的志向或许比起原氏兄弟 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黄叔志向远大 可以要离开洛阳才行 丞相以为黄叔该如何脱身 脱身 能从你这个妖孽天子的手里逃脱之人 恐怕还没出声 陛下既然知道留黄叔的志向 以陛下狠辣的手段 竟然能留此人到如今 臣官陛下 如今还没有对其动杀心 这一点 臣倒是颇为不解 朕到底是何目的 丞相他日自然会明了 眼下 丞相最应该关心的 应该是朕御驾亲征梁州之事 不要耽搁了四周境内 所有学校的建设 陛下 京乡之地 西通八蜀 东临中原 南街江东 其地理位置决定了 其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 陛下要想平定天下 荆州不可顾取 两口请陛下三思 丞相难道没有听说过 声东而击西 一个不过十几岁的少年 竟然有如此的用兵谋略 仅仅是天才两个字 或许已经无法诠释 这位小皇帝了 陛下齐谋 两败福 陛下以大局为重 先取荆州 天下可定 至于马腾含碎两人的梁州 陛下可缓图之 丞相言之过早了 朕何时说过 只取荆州 不取梁州 声东击西之中 就不能隐藏着 另一个声东击西吗 陛下莫非是想 偷袭荆州之后 迅速挥师背上 夺取梁州 没错 此番朕就是要给他来一个 双重声东击西 朕欲驾亲征梁州的消息 一旦传扬出去 梁州必定会有所准备 朕可令四周军张辽所部 北出寒谷关 渡过落水 摆出主力大军 征讨梁州之事 使者亲率断威 麾下西凉铁骑 突袭荆州 一旦荆州平定 梁州也自然会以为 这是朕的声东击西之计 必定以为张辽所部为宜兵 而此时 朕会再次亲率大军 迅速北上 攻击不备 一举平定梁州 一举荆州 陛下可谓是势如破竹 可突袭梁州 陈担忧 万一汉中张辽 或是男匈奴趁机出兵 大军便会陷入死地 还望陛下三思后行 陈以为 先取荆州战据战略要地 梁州偏远 日后再找机会平定 也不迟 兵伐之事 朕自有决断 圣驾离京之后 丞相只要将朕的 新政贯彻落实 将统治区域安定 陈断威 拜见陛下 万岁万万岁 老将军快快请起 来人 自作 谢陛下 陛下御驾亲征同关 三军将帅 士气大振 奋勇杀敌 建立功勋者名单 现已经全部统计出来 呈给陛下预览 老将军辛苦了 为陛下分忧 是臣应该做的 极客传指是孙瑞 于洛阳城门外 修建英雄功勋碑 传指蔡雍 为张辽将军和张飞将军 驻功勋战绩 半个月之后 于西郊教场 举行大汉王朝 首次阅兵大典 为有功将士 受勋 谨遵陛下举意 虎劳关暴揍十八路诸侯 大司马功不可没 收服二十万西梁军 大司马更是鞠躬至尾 此次为同关大战 有功的将士受勋 大司马并不在其中 陛下这样说 臣惶恐万分 击退十八路诸侯 乃陛下用兵 神鬼莫测 收服西梁大军 更是陛下天威所至 将士归心 陛下知语之恩 断微万死难报 有陛下的信任 此生足矣 勋章荣耀 于臣而言 他日跟随陛下平平天下 何愁没有建功的机会 此番授勋 是古武同关之战 有功将士 臣绝无不忌之心 嗯 你离开洛阳这些时日 朝堂上中书之臣 多有变动 对于阵败诸葛孔明为丞相 大司马如何看待 陛下慧眼十英才 从未看 错过任何一个人 当初在虎劳关 陛下曾说过 这个世上 任何人的中坚善恶 都逃过过陛下的眼睛 臣深信不疑 陛下无论作何任免 臣绝无非议 只是今日午后 诸葛丞相传令末将 挑选两千精锐步兵 赶赴陈仓 两侧山谷之中 埋伏待命 陈仓之地 乃汉中出中原必经之地 也是北上梁州的燕吼 诸葛丞相 在陈仓埋设伏兵 莫非陛下 由北上取梁州之意 朕既然授予了诸葛丞相天子配件 自然知道 其用兵绝不在朕之下 对梁州用兵之事 老将军不可外传啊 臣遵旨 陛下 刚刚得到贪马来报 燕州刺史刘代中伤不惧 刘代部将迎曹操入主燕州 曹操自领燕州墓 好了 朕知道了 过几天要是听说曹操起兵 讨伐徐州陶谦 也不用向朕炳报 日后不管何方诸侯 自领了哪一州的刺史 或者周墓 都不必回禀 陛下 末将不知做错了什么 请陛下恕罪 如果真的如陛下所言 这么重要的事情 若是不向陛下禀报 万一出了什么事 那该怎么办 朕不是责怪你 这些事都在朕的意料之中 既然已经意料到了 自然就不需要你再来回禀 没什么事 你也归安吧 陛下 还有一件小事 因陛下取缔了 门法师家举荐官员制度 和内明是司马懿 被曹操强行征召 人命为文学院 曹操此举 也有为陛下行进 斑驳的争灵 你说什么 司马懿也出山了 这怎么可能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司马懿是和诸葛亮 同一年出山 两人入室的时间 相差仅仅两个月 乱了 全他娘的乱了 陛下还有一件事 曹操会下谋序 郭家 于上个月在许长兵故 郭家不死 卧龙不出 看来冥冥之中的定数 还是没有因自己的穿越而来而改变 那些自己掌控不了的事 注定了也便注定了 但只要是老子拿捏在手里的 耶稣来了 也不好使 暗中命人赶赴眼周 打探官与官云长的下落 并将皇叔刘备上在洛阳的消息 散播出去 跟老子抢官二爷 曹阿满 你还嫩了点 好了 没什么事就退下吧 是 很高退 臣妾参见陛下 皇后不必多礼 陛下连日来操劳 臣妾命运一一开了些滋补的药膳 陛下尝尝 可还喝胃口 这哪里是滋补身体的药膳 老子这么年轻 哪里用得到这些东西 吉兵 还有什么事吗 起诉陛下 相位高顺 风昭尖 让他进来 皇后 朕还有正事 你先回去吧 今晚上 朕就去你那里救起 陛下 要多注意身体 臣妾告退 末将督良校尉高顺 拜见陛下 万岁万万岁 起来吧 谢陛下 陛下 末将不过是温侯 麾下一个小小的督良校尉 从未想过 有朝一日会被陛下召见 不瞒陛下 末将昨夜为了不在天子价前失礼 已经询问过所有兵丁 若是有失礼节的地方 请陛下恕罪 高顺对陛下 只有敬畏 绝无半分冒犯天威的意思 高顺这一番话 虽然生硬 但也确实算是发自肺腑之言 朕听闻 你作战勇猛不畏生死 朕欲组建 一支斩死队 遇刺番号 陷阵营 所谓陷阵营 每逢大战 陷阵冲杀 不畏强敌 置之死地而后生 你可敢担任统帅 末将高顺 敢为陛下陷阵开路 陛下之欲之恩 高顺粉身碎骨 难报天恩 很好 传指 加封高顺为平南将军 领襄阳太守 命大司马段威 挑选精兵两万 组建县阵营 由虎威将军高顺 一体节制 两万兵马 平南将军 我不是在做梦吗 平南将军 即刻率领县阵营南下 与鲁阳以南两百里的 落水北安营 朕给你半个月时间 操练县阵营 半个月之后 将阵的锦囊拆开 暗计行事 末将遵旨 这一招投石问路 加上今天地气鬼神的 锦囊妙计 就问你原树原公路 荒还是不荒 开局浑川汉县地 十八路诸侯被我略施行计 便杀得他们骗战不回 为了使哥哥诸侯自相残杀 我与独氏贾许商量出了一个 非常独的计谋 贤地你看 这是刚刚收到的情报 天子扬言要欲 驾轻争良舟 天子的手段阴狠 行事独辣 是个雅字必报的拙 如今 我儿梦起还在天子手中 随时都有被斩杀的可能 你我当真不该联名上座威胁啊 大哥 我可是跟那个小皇帝交过手 那个兔崽子用兵 可是玩命一样 即刻传本帅将令 命庞德将军引大军进驻金城驻守 传令枪足各部 立刻进入备战状态 梁州各地兵马 即刻向金城方向集结 不如将天子御驾亲征的消息 送给汉中的张卢 就说小皇帝征讨我梁州世家 取他汉中才是真 只要张卢索不可以截断其后方两道 认他是皇帝还是天子 也绝对踏不进我梁州半部 此计甚妙 就按你说的做 云长 好消息啊 云长 这是长安太守杨修命人送来的书信 说是奉天子照例 要接刘皇叔家眷 敢赴洛阳团聚呢 看来传言没错 主公真的在洛阳没错了 回想起当初诸侯会盟之前 大哥曾在三主托 如有任何不测 命自己务必护得家眷周全 如今 已经得知了大哥的下落 关羽自会亲自护送两位嫂妇人赶赴洛阳 云长 曹公带将军身后 如今曹公父亲蒙难 将军如果不辞而别 会不会有点那个了 当初 四水官兵办 依附曹公之时 关某曾有言在先 一旦得知了大哥刘备的下落 无论是天涯海角 关某也要前往投资 曹公的后代之意 关某日后自会找机会报答 可如今曹公重效在身 这么离去确实有那么一点不仗义 对了云长 这是曹公表作官将军为汉寿廷侯的奏障 曹公以命人八百里夹击送往京都落养了 大丈夫受人恩义 不可不报不为曹公立下战功 关某又有何颜面离去 不好了主公 刚刚得到消息 小皇帝于几天之前 新组建了一支赶死队 遇刺番号为献阵营 身为将帅如此慌张 成何体同 先子组建了赶死队 也至于你这般惊慌失礼 可眼下这只两万人的赶死队已经南下 与鲁阳以西两百里处安营扎寨 主公这难道不是大事吗 什么 两万人 这个小皇帝到底要干什么 扬言要御驾亲征梁州 可却将两万兵马安插到了鲁阳去以西 他到底是要打梁州还是打京州 我他们一大把年纪了 敢不敢给个痛快话 主公 此事咱们不得不防呀 你又和梁策说来听听 主公不如将朝廷驻军鲁阳以西的消息 告知袁术 那袁术贪图响了 又包藏不存之心 只要袁术肯发重兵镇守南阳 那我荆州之地就可保无忧了 此计甚好 如此一来 我荆州安矣 起揍陛下 眼周目八百里几揍 你说谁 眼周目曹操 是曹操的几揍 曹操这个憨慌 竟然还会给自己上揍 这是闹的哪一出呢 念 臣眼周目曹操 表奏关于为汉寿庭侯 摇拜陛下万岁 行了 不必念了 宣家许觐见 遵旨 曹梦德 你还真把我留邪当成你手中的汉献帝了 臣家许奉旨觐见 曹操表奏关于为汉寿庭侯 想要拿朕的恩旨去卖人情 这让朕心里很是不爽 你给朕出个主意 恶心恶心他曹操 最好的是那种因损至极的计谋 能让曹老板气到吐血的那种 陛下谋划之前 臣还有一事要问陛下 还望陛下恕罪 朕知道你想问什么 你猜的没错 朕之所以留着留背 就是为了得到张飞与关于 陛下 曹操入主眼周之前 曾经一度依附于袁绍 名义上还是袁绍的布局 前者袁绍借桥之战 大败公孙赞 以他原本出的尿性 此时必定已经尾巴翘上了天 对于自己昔日的布将 如今他到了跟自己一样 位列诸侯 袁绍毕定心中极为不爽 既然各地诸侯 未把陛下放在眼里 陛下何不给他来个装傻充愣 接着讲 曹操要表奏关于为汉树亭侯 陛下不妨给曹操的将领 都封个没有实意的侯爵 如此一来 曹操岂不是在为陛下收买人心 而人人都有份的侯爵 以关于常高傲的心性 非但不会感恩于曹操 只怕是 好 很好 此计甚妙 陛下还有更恶心的 不知陛下还要不要听听 快说快说 陛下可发明指 加封袁绍为前将军 并徐州牧 监督眼周军事 加封关于为眼周四十 行上舒适 至于曹操吗 臣听说 山阳现在好像还缺个县令 曹工贤能 或许可以胜任 这个计谋够阴损 我很喜欢 只要这道圣旨传到眼周 曹老板不被气死 也得脱层皮 就算曹操把心掏出来 也再难留住关于片刻 袁绍 老子可是给了你师处有名的资本 对了 袁绍自从被董卓推举为后将军 是不是很久没有再升官了 只有袁绍和曹操两个人 还不够热闹 陛下难道是想 文和妙计 很合正的胃口 曹你诏书一事 就全交给你了 只是别忘了 给袁绍在冀州也找一份好的差事 比如 冀州刺史 至于爵位 只要没有实意 随便给 只是 始终比袁绍低那么一丢丢 各路诸侯狗咬狗 我才有各个击破的可能 虽然袁绍 曹操 袁绍 身边的谋士 都知道这是一条毒计 又如何 圣旨发出去的那一刻 一切都已成定局 陛下 这条圣旨发出去 接下来的北方四周 将再无宁日 不但徐州会因此造殃 恐怕袁绍和曹操之间 也会难免一战 只要陛下的旨意传到曹操手中 吐不吐血都是棋子 但有一点 陈改已向上人头担保 他曹孟德会因此遗迹 少活三年 曹老板为了留住关羽 竟然会给我上刀 封关羽为汉寿廷后 我大手一挥 侧封了曹操手下的所有军事 只为了让曹老板多吐鸡口老血 如今我已经放出消息 刘备就在洛阳 关羽为人忠意 来寻找刘备是早晚的事 曹老板想要跟我争关羽 连门都没有 我宿为云长之骁勇 倘若云长弃我而去 当真是如同断笔之痛 主公 关云长骁勇非凡 事所罕见 相比那吕布也不差分毫 如果留得住关羽 乃是主公之姓 倘若真的留不住 主公万万不可放虎归山 云长一身正气 争争傲骨 我素来敬重 如果真的留不住 我也断然不会痛下杀手 此事不可再提 启禀助公 天子八百利加急招数刀了 不过是短短几天 表纵云长为汉寿亭侯的诏书 便得到了小皇帝的英语 八百利加急送来两份诏书 其中一份自不必说 定是自关于侯爵的诏令 而另一份 必定是天子加封我 为眼中物的诏书 快船衣冠 也太他们损了点 这是人干的事吗 当今天子 小小年纪 竟然手段如此阴毒 皇帝小儿 如此欺我 此仇不报 我曹操还有何颜念 立足于天下诸侯 公达 对于天子这份诏书 你是如何看待 主公 天子毕竟还是天子 即便如今天下群雄并起 可皇帝的尊号 依旧有下达诏书之权 依我看来 这份诏书 无非就是挑拨离间 给各路诸侯一个相互征讨的理由 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 而有了这份诏书 很多征法 都有了表面上的理由罢了 虽然诏书对于主公来说 如同废纸 并无任何作用 可是 冀州的原本初会不会这样想 就不得而知了 关羽会不会这样想 更不得而知 主公 眼下不是动怒之时 天子明指甲封关羽为 眼周刺史 无论关羽是否真的凤诏 此人也断然不可再留活口 否则 日后主公总乱眼周军政 势必会造人诟病 请主公三思 我与云昌虽然相处十日不多 但对于云昌的个性 还了解的 我料定云昌断然不会凤诏 此事不必在意 把这份诏书也给我看看 这份诏书 主公不看也罢 两份诏书 竟然同时 以八百里 加急送到眼周 其中所写的内容 也必定是 针对主公 设下的毒计 黄口小儿 不过是 逞一时口快 我曹操 其实那种轻易就能重击之人 方才 不过是一时震怒而已 这等小儿挑拨之计 我曹操真的不屑与他计较 我倒是想看看 当今的天子 到底还能玩出什么花样 快快传一关 主公又晕过去了 这第二份诏书之上 到底写了什么 主公就连晕厥之后 还死死地抓着诏书不放 众得不可观看 主公集火攻心 气得都晕厥过去 可还是不忘将这份诏书 紧紧地握在手中 显然是不想有人知道 其中的内容 黄口小儿 其我太甚 你可命人传令巡遇 即刻返回眼周 都督眼周政务 传令三军 即刻发兵 征讨徐州淘迁 为我父报仇血恨 夺取徐州之后 不论兵丁还是百姓 杀无事 留邪小儿 你其我太甚 加封了关羽为 汉寿亭侯旧罢 竟然同时还把自己 挥下所有能叫得上 名号的武将谋士 进阶策封 和这老子玩了命十几年 积攒下来的这些家主 就这样一股脑的 被洛阳城内的小皇帝 用这点毫无价值的 虚名爵位收买了个遍 这样的诏书要是公布出去 岂不是要军心大乱 更可气的是 老子千辛万苦 才得到了眼周 秦权却被划给了袁绍 而政权华给了陶签 弄了半天 自己就得到了一个山羊县令 主公 主公 怎么了主公 我头疼欲力 马上就要死 主公 末将刚刚接到探马回报 天子新晋组间的县阵营 与鲁阳俊以系两百里屯兵 似有南下取我南阳之意 末将以为 应当立刻向南阳俊增兵阵守 以防不测 今天一早 静奏刘京正就已经命人送 见做了此事 还所铁子引前犯十把路祖侯会盟 记恨于我 吞并鲁阳一系 是为了娶我南阳 小皇帝吞并鲁阳喜策 完全是为了所谓的约兵大典 不必理会 主公 县阵营的驻地 距离京都洛阳百里之遥 天子此去 绝非是为了阅兵大典 铁子一家亲等两头的孝季 早在宿殿之间 本帅就已经得到密包 而等一天到晚 直至到忽乱采集 再敢胡言乱我军心 定咱不设 主公 我觉得此事还是需要 还不给我退下 莫将告退 主公 孙策将军有要事求见 啊 孙策这个兔崽子 这时候来会过好事 不见 主公 孙策将军说 他的父亲孙奸 被天子无怨无故斩杀 孙策扬言 是要找天子讨要说法 老子说了不见 你耳朵拢了 可是 孙策将军让末将转告主公 他愿意以传国玉玺为止 戒兵五千 保南阳固若金汤 三马 传国玉玺 嗯 快让他进来 是 小美人 你先去床上等着我 我马上就到 末将孙策 拜见主公 我父先知不必剁理 仅日你我所知二人 一定要通人他三百倍 不罪不贵 主公 末将听闻 天子以鲁阳以西两百里屯兵 似有娶我南阳之意 家父被天子无故斩杀 末将定要为家父向天子讨要个说法 请主公将家赴昔日部将调拨于我 再戒兵五千 末将可保南阳郡 固若金汤 见你净兵五千 也不是不行 呃 末将愿将传国玉玺 尽献给主公 望主公成全 我父此话当赞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天子吞并卢阳以西 本岁料定 欺别是有意欺取我南阳 家放顺策 威骗将军 领南阳太守 八兵一万 赞守南阳郡 末将遵命 本岁已命人准备了酒宴 先知近日畅饮依反 明日在岁郡 赶赴南阳也不迟 君请紧急 为父讨要说法心切 请主公见谅 宫谨 少主此番冒着这么大的风险 向袁术借兵脱身 一旦被袁术看破 非但脱身无望 只怕少主也会被袁术所害 若是少主有何闪失 我等老将有何面目去见主公 黄老将军不必担忧 伯父兄片刻便回 宫谨大事诚意 果然不出宫谨所料 借兵五千 奈元术果然发兵一万 伯父兄 势不宜迟 即刻点兵西进 于安丰郡改到南下 直取江东六郡 黄盖老将军 引两千兵马从左路先行 韩当将军引三千兵马 从右路绕道 安丰以南 魏大军开道 成途老将军 引三千兵马居中 我与伯父 引两千兵马断后 嗯 伯父兄不必担忧 就算他元术此时发现 传国玉玺有假 也绝不会声张 他要的 只是一个称帝的借口而已 玉玺是真是假 对于他元术来说 根本就不重要 这种货色 鼠目寸光之辈而已 皇帝梦 不过是一时 千秋大叶 才是万古流芳 我的恭敬 天下可定也 号外号外 天子今日 于西郊教场举行 圣大阅兵授训 数时元骁勇战将 荣获勋章殊荣 洛阳日报在首 天下大事尽收眼底 洛阳日报 给我来一份 小孩也给我一份 我要两份 获得宣无寻长的将士 竟然有二十几人之夺 快看这了 请龙寻长 此请龙寻长 掌廖将军 和掌匪将军 竟然获得了请龙寻长 那可死由陛下 且收办法的至高荣耀 我大汉王朝 顶将马壮 校友善战的汉将 更是数不胜数 去去匈奴 犯我大汉寸徒 岁远逼住 今日阅兵授勋大典 将会由陛下 亲手克制的爱国者勋章 授予为我大汉王朝 立下不是功勋之人 到底是哪一位将军 会获得此项荣耀 洛阳日报 持续为您报道 那我也要残军 为国家而战 为荣誉而战 我的人 你也去残军 保守国家吧 你拿回来 一枚军工程 皇族有族呀 接下来颁布 白虎勋章获得者 徐荣将军 黄浦宗将军 吕布将军 遵陛下旨意 由丞相诸葛亮 手持天子佩剑 连同大司马断 威老将军 共同为获得 白虎勋章的 三位将军授勋 太可惜了 这一次没能跟随 陛下赶赴 铜管诸煞胸窝 不然我也一定能 获得这样的荣耀 什么东西 大哥 吕布这等三姓家奴 竟然也能被小皇帝 授予白虎勋章 俺不服 铜管一战 俺可是生前了 马朝那个小 凭啥不给俺授寻 俺要去找那小皇帝问问 三弟 你换个毛线 少不了你那一份 青龙勋章获得者 由陛下千笔提名 铜管大战 与万军之中 升秦南匈奴左贤王 叶袭梁州 倾其大营 他就是左路先锋 四周军区总司令 张辽将军 虎勞官大战 与凤阳道大破四路诸侯联军 斩杀叛守两人 同关大战 与万军之中 取敌军两员上将首级 叶袭梁州 倾其大营 升秦梁州 倾其主将 他就是右路先锋 虎勞官 正军阵官首将 张飞将军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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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是我 我获得了青龙会章 大哥你别拉着我 我要去领荣誉会章了 一向对自己言听计从了三弟 竟然也会为了那虚无缥缈的荣耀甩开自己的手臂 再不设法逃离洛阳 恐怕自己将会被蚕食殆尽 毛都胜不下一根 青龙勋章 由陛下以万圣之尊 亲自为两位将军受勋 好一个勋章制度 好一招激励三军 庞氏园那庞氏园 如果不遇民主 此生便无人赏识 纵有凤厨道号 也是虚名伴于生 你是何人 没有克制的入场官里令牌 散入西郊脚厂者 以奸细论处 我吵 这阁长得咋跟闹着玩似的 你莫非是襄阳庞统 庞氏园 襄阳庞统 见过伯街公 贤侄不必多礼 我与你叔父庞德公乃至交好友 多年前就听你叔父说过 氏园有安天下之大财 就连水晋先生也曾说过 卧龙凤厨 得意可安天下 誓言不必忧虑 当今天子慧眼石英才 早在数月之前 亲手朱砂等着之后 天子便说过 卧龙与凤厨乃当是奇才也 陛下早有寻访之意 就连诸葛丞相 不也是被陛下 硬生生绑来洛阳的吗 孔明 邓振是绑来的 贤侄放心 等颁布勋章结束 我就去为你引荐 那就多谢伯街公了 接下来有请陛下讲话 今天是我大汉王朝第一次阅兵 授勋大典 也是镇子继位以来 改元建安之后 对三军将士的第一次表彰和检阅 欲写杀场 为天下安定立下 不是功勋的将士 你们奋勇杀敌的功勋 镇都会看在眼里 今天在这西郊教场之内 镇亲点 为江山设计立下不是功勋的元勋 授予爱国者勋章 位列大汉王朝 新进军衔 大元帅 军改政令 不日便会由诸葛丞相 依照政治决议 召令三军 军衔进阶 全凭战功 朕不会埋没任何一位 立下战功的将士 不论出身 不论职位 功必赏 过必法 众所周知 沃龙凤厨得一可安天下 今日大汉授勋大脸 凤厨悄悄的来到洛阳 看着点将台的士兵们一个个世气高傲 凤厨也是心生佩服 已经有了投靠天子的想法 国障蔡庸向庞同保证 会向天子举荐 没想到流邪忙于政务 差点与凤厨先生师之交调 陈蔡庸拜见陛下 你可是朕的老丈人 以后无人的时候 就免了这些礼节吧 谢陛下 陛下 陈主办洛阳日报 已经初见成效 发行不过短短几天 已经在洛阳长安两地 引起巨大反响 陛下此番谋划 实在是创世之举 据臣初步了解 仅仅是在头版头条上 报到了此次阅兵授勋大典 四周境内各地 自愿参军者已不下数万 洛阳日报虽然发行得很顺利 但是报纸纸张用料太过粗糙 这是我改良纸张的秘方 即刻送给杨彪 令长安太守杨修 亲自督办造纸术改良一事 团阵口谕 国家大事不单单只是军务 此事 朕身为看重不可轻视 臣遵旨 起诉陛下 约并授寻大典已经结束 诸葛丞相及各地守将 正在殿外请指禁监 宣他们禁监 国账还有什么事吗 臣想向陛下举荐一位奇才 指示眼下丞相和重将帅请监 老臣就先告退了 等陛下抽出时间 可再命人传召老臣 好 你就先退下吧 老臣告退 蔡庸离开后 留邪接连几日忙于出征梁州之事 蔡庸也只能将举荐统之事推后 几日后 庐统以为投靠留邪无望 一路向西奔去 取汉中 就沿陈仓道 夺取五都陆阳平关这条路线 陛下 老臣蔡庸有钥匙求见 蔡大人 陛下与丞相正在上衣军事 不召见任何人 但陛下上衣完军事 末将必定第一时间向陛下回兵 陛下 老臣有十万火急的施压陛下 吉平 何事争吵 且作陛下 伙张蔡庸说有钥匙求见 请国丈进来说话 惊扰陛下 老臣愿领陛下责罚 只是事关重大 臣不得不如此还请陛下恕罪 国丈请起 到底是什么事 前几日臣曾说过 要向陛下推荐一位大才之人 此人是襄阳明氏庞统自事员 奉出庞统 国丈快说 到底怎么回事 数日前 庞统阴头袁绍 未得重用而入洛阳 臣将其留在府中 几次想将此人推荐给陛下未得到机会 今日一早 庞统赶到 玉头陛下无望愤而离去 如此大才 若是错失乃老臣之罪也 卧槽 这么大的事怎么现在才说 吉平 快给朕背马 陛下从未见过庞世远 就算圣驾亲自追寻 也于事无补呀 国丈放心 来人 火速召集五百御林军 前去护驾 我去 这庞统长得果真如历史上所说 这思络是在二十一世纪 怕是连对老婆都娶不上 吉平 将此人绑了 一群刮袜子 龙杀子 你们来死龙杀子吗 不对呀 这庞统怎么会是一口流利的穿话呢 敢问这位公子 此人犯了何罪 天字脚下 岂容而等这般放肆 卧槽 这司长得怎么跟闹着玩似的 我本以为庞统已经瞅出边界了 没想到有人比他还瞅 管你们两个谁是庞统 都绑回去再说 陛下 您可追回了庞士园吗 朕只是听闻 襄阳庞统相貌怪异 在路上一起遇到两个长相违章之人 朕也分不清到底哪个是庞统 便索性全绑了回来 陛下对于捆绑 好像有特殊的嗜好 怎么就动不动就绑人呢 陛下 昔日萧河夜下追韩信 成就了我大汉王朝万事基业 而今日 陛下亲自将尊追庞统 本可成就一千古佳话 可陛下 为何要将凤楚绑回来呢 卧龙都能绑 何况凤楚乎 哼 志源兄别来无恙乎 嗯 你是庞统 那你是何人 在下 一周别嫁长松死业 原来是一周别嫁 紫乔先生 还不快为两位先生松绑 多谢诸国丞相 此番凤窝珠六丈之名 前往延州 为草宫调演 却不成相 竟然会被人强行帮助皇宫 松 在蜀中之事 便是上听闻十周之敌 在当今天子的紫离之下 闭风向后 今日一见 果然闭不虚传的 我尼玛 张松 天上掉馅饼了吗 想必 这家火身上定是带着西川地图 也好 今日就顺便把张松也拿下 既是一周别嫁 见到朕 为何不行跪拜之礼 天子神家在此吗 请数张松演出 在下襄阳旁统 拜见陛下 万岁万岁 光厨先生不必多礼 紫乔先生乃蜀中明氏 却如此不遵君臣之礼 身为一周别嫁 见天子而不败 实为网独圣贤书 蜀中明氏 难道就这般欺世到明之辈 我一周之敌 我爷千里 财富名音 先门之时 不可省术 张松七干 一名十字局 正所为贤代君主 十人警卫之 一道非之手短 将张松强行帮助皇宫 获来填字字带行 拨住刘张 凶居西川 扶死忠远 凶心装子 从未有百分消减 终好过去 四周一遇二个弯 苏北二亿 张别架此番初穿 带着西川地图 预献给曹操 助其夺取一周 你自是有大财 时常叹息刘张暗入 不足以禁用你的财干 想方设法的想要用主子 给你自己换个大好前程 如果你这般卖主求荣的货色 也敢在朕的面前 谈什么雄心壮志 身为汉臣 建军不败 身为不娶 出卖主公 不忠不义的东西 你也配狗活于世 朕从未见过如此 厚颜无耻之人 鬼 你 你 你怎么可能知道 老子的座右鸣 能动手的尽量不动口 来人 将张松推出去 陛下 张松虽然出言不逊 藐视天威 可此人对陛下去西川 至关重要 还望陛下以大局为重 以天下为重 留他性命 陛下 张松此人 傲慢放荡 着实可恨 可此人身上的西川地图 是陛下欲取西川的唯一机会 数到齐取难行 没有地图指引 大军绝无进入西川的可能 请陛下三思 丞相放心 不就是西川地图吗 就这么简单的事 何必办得那么复杂 老子明想就行了 干嘛要跟他说好话呢 吉平 将此人拉出去 搜身 你来过魂军 魂军啊 大喊天下午九夜 陛下 张松身上果然有东西 丞相你看 西川地图不是到手了吗 能动手解决的事 何必浪费唇舌呢 至于张松嘛 拉下去砍了吧 陛下 西川地图既然已经拿到 张松此人也就没有了什么价值 与其将其处死天署中将是愤恨 不如放弃离去 以免将来取西川之时 多层抵抗 陛下 事已至此 世元倒是觉得 一不做二不休 眼下就算陛下开恩 放了张松离去 他张松非但不会感念陛下天浩荡 只怕此人回到西川 必定会向刘张进缠眼 殊死抵抗我大军入窜 既然已经斩草 那就必然要除根 那张松虽然态度傲慢 蔑视天威 可也恰恰令陛下欲取西川 师出有名 也罢 砍了也就砍了 这丝蔑视天子 着实可恨 如此这般师出有名 陛下顺势夺取西川 更是名正言顺 传指 一周别嫁张松 胜嫁之前 傲慢嚣张藐视天威 将其拖到菜市口去 斩首示众 诸葛丞相 明日朕要西征 令庞统徐树刘皇叔 随朕一起西征 赵子龙为人忠义无双 为了借路借桥 前往洛阳投靠天子 竟然带领不到一千人 在袁绍与公孙赞的千军万马之中 三进三处 愣是杀着袁绍与公孙赞 双双战败 向洛阳奔去截住天子圣驾 而此时的赵云 已经从千人小队 一路上发展成了上万大军 骑兵大人 前方不足物力 发现大队骑兵 争吵着此处冲杀而来 对方有多少兵马 领军将帅是何人 属下远远观望 对方兵马不下弯鱼 为首的将帅不止是何人 陛下探马来报 前方五公里出现数万兵马 来此目的不详 什么 数万来历不明的大军 已经不足五公里 传令下去 列阵迎敌 没有阵的旨意 不得煽动 陛下 两轴马超骁勇善战 眼下不如暂且将其放出来护驾 陛下 如今陛下身边没有武将可用 罪臣马超 愿为陛下退敌 你这个人淡漠情亲 冷血也狠 给朕一个相信你的理由 前些十日 陛下命人将家父亲笔急奏送入大牢 家父一时行急 出言冒犯天威 还望陛下恕罪 如今陛下怒而起兵 征讨梁州 罪臣斗胆恳求陛下 若是臣起了眼前之困 请陛下放弃对梁州用兵 梁州之地 愿归降天子 好 朕就相信你一次 暂且先把你放出来 解除眼前之威 破敌之后 朕准你随驾西征 助朕夺取五都郡 兵进阳平关 取汉中之后 朕准你领梁州墓 如何 原来陛下大军西征 并非为了征讨梁州 而是声东击西之计 征讨梁州 不过是掩人耳目 真是墓地 却是去汉中之地 来人 将马超放出来吧 随臣誓此效忠陛下 马孟起 朕能生起你一次 就能生起你第二次 你不在乎妻儿父母 不妨 朕却可以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年轻人 我劝你好自为之 陛下放心 有我在 任何人也别想伤害陛下分毫 陛下 您将马超升勤之后 在大牢内足足关了两个月 马超此人桀骜难选 其身上一半的蛮族血痛 造就了一身冷血无情 陛下这个时候将其放出来 万一出现了什么事 前方万鱼兵马 不知敌我 朕身边无将可用 马超虽然冷血 但眼下也只有靠他退体 虽然冒险了些 但却值得一搏 陛下 来将似乎是赵云 陛下 镇中战将 乃为昔日在公孙赞所不顾江 此人姓赵明云 自子龙 效用善战 重情重义 绝非犯上作乱之人 子龙定是得知刘备在京都洛阳 这才不也万里 从游州赶来投奔 还望陛下明金把兵 皇叔 确定来人就是子龙将军 陛下 臣与我三弟的头颅保证 来将确实是我的子龙贤弟 传旨 宣赵云觐见 子龙贤弟 你是来投靠我的吗 子龙贤弟 赵云 见过刘皇叔 末将赵云 拜见陛下 吴皇万岁万万岁 子龙将军请起 末将不知陛下圣驾在此 赵云惊扰了天子 请陛下责罚 子龙与戒桥一战封神 威震天下 一句匡扶汉事 当我折死 朕十分欣慰 只是朕不是给了你通关文书吗 为何出现在长安地界 末将本欲从冀州改到洛阳 袁绍所不诸将 可能是被我打怕了 一路倒是敞通 可曹操入主 衍州之后 衍州各郡 皆被重兵镇守 末将麾下仅有千余不取 恐怕有失 于是便改走 并州 却没想到 并州早已被 黄金军余孽张艳的 黑山军控制 末将率不一路冲杀 一路收拢 没想到 杀出并州之后 竟然收拢了万余兵马 由于将士太多 军中粮草 早已经耗尽 末将率领大军 奔袭了两天两夜 迷水未尽 为了不引起 河东郡恐慌 末将只能绕道 走长安入洛阳 却不曾想 会在此地惊扰圣驾 子龙将军辛苦了 传旨 昭告天下 加封赵云为车记将军 领并周牧 刺绝冠军侯 十一千户 特指中路先锋 随驾西征 所不将士 朕一一核实战功之后 另行加封 陈赵云 谢陛下 这孙子不会是逃回梁州了吧 不好 马超此人 可能要坏了自己的大事 将士们跟随子龙将军 千里奔袭一路艰辛 即刻随朕起驾长安 陛下 刚刚接到前方探马来报 曹操以报复仇为名 亲征徐州 徐州各郡县 破城之后 进阶遭到曹操所不屠城 如今的徐州 已然是尸横遍野 血流成河 徐州目逃迁 因曹操的凶狠残暴 牵连无辜百姓 抑郁病重 于数天前 死在了丹阳 徐州之地 尽归曹操 行了 朕知道了 这等噩耗 陛下竟然没有感到一丝惊讶 陛下 臣还有一件重要的是禀报 什么事说吧 您可站稳了 陛下 人数在寿春称帝了 哦 朕知道了 啥情况 曹梦德这个狗贼 以报复仇为名 逼死了陶千 在徐州各郡大肆屠城 近战了徐州之地 前番 小皇帝加封 本帅领 掩州墓 都督掩州军事 你们两个拼死 劝谏本帅 应说那是小皇帝挑拨离剑 搅动北方大局的阴谋 非让本帅 先去幽州 再图掩州 现在好了 幽州 非但没拿下来 如今 曹梦德手中 掌控掩州 徐州两帝 老子还能干过他吗 而等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骑兵主公 前方探马 传来夹急密报 元素在寿春成帝了 你说什么 阵 上映铁命 以土称活 祭大统 定度搜寸 立国号为众事 前番绵尔等 将真等级为敌的消息 传至各军 尤其是江东 损策所不 为何不见损策 前来操贺 启禀陛下 骗子招数 已经传至各军 知己还没有收到任何奏包 或许是这场大雨 弹搁了奏表的行进 陛下无需太过在意 阵色没铁子 其他的配置可以慢慢来 但后宫贾力三千 确实可不容还 就算不弄他三千 也想弄几百个来玩玩 也不是我铁子的位仪 起奏陛下 孙策将军与江东发来急奏 这个孙策 确实是董事 为铁家祖侯做了表帅 陛下你怎么了 快快传御医 义德将军 喝完这一坛酒 可还能饮兵上阵府 军事放心 俺张飞虽言贪酒 可却从来不误事 若是军事有差遣 俺不喝了便是 不出片刻 这场大雨便会过去 雨停之后 将军可饮步兵一万 严陈仓道向散官挺进 切记一点 沿途如果遇到小谷低族武装 将军可趁势剿灭 但若是遇到低族主力大军 将军则即刻撤军 原路返回 逃跑 咱丢不起那银呀 我刚刚被陛下亲手授予了青红勋章 单单是这样一份荣耀 战死沙场也是值了 天降暴雨 陈仓道自散官向南 必定泥泞难行 不适宜大军行进 将军死去 不过是诱敌而已 只要成功将五都兵力 吸引到散官以待便可 若是死战 折损将士 如何向陛下交代 将军若是不行 本军师即刻传令 虚荣将军来此 别别别 俺谨遵军师将令便是 要是则损了将士 应平军师则罚 军师临行之前 诸可丞相在三眼里 主守五丈元 不可轻动 此时连陛下牺牲的目标 到底是哪都尚且不知 军师突然下令 进兵散官 似乎 段威老将军 您看这是什么 难道陛下要去西川 开局魂川汉陷地 斩董着收旅步 暴打十八路诸侯 为了天下一统 我还绑来了卧龙凤楚 诸葛亮为我做好了 三分天下的策略 而我却偏偏要选择 攻伐各路诸侯 直到打斧剿灭他们为止 而我此次牺牲的第一战 就从攻打散官 习取西川开始 梦启将军听闻你一时大意 被小皇帝麾下战将升起了去 为何会突然来到了散官 本帅赶来散官 正是为了天子西征一事 想必大王已经察觉到了 天子此番西征的目标并非梁州 而是五都郡 本帅起来 就是为了助你镇守五都郡 梦启将军 骁勇善战 本王有将军相助 合去那乳秀未干的矛头小子 大王放心 有我马超在此 天子想攻破散官 就是痴人说梦 传闻梦启为人忠义 今日一件果然名不虚传 我这里有一匹宝马 名曰迪鲁 此马月山川大河如礼平地 本王就送与梦启作为见面 多谢大王赏赐 马超定不负大王信任 赵子龙 上一次你我大战百余回合 未分胜负 我马超今日 定要将你斩杀 想要去汉中夺西川 那也要过得去我马超这一关 马超小儿 爷爷张飞与你在这三百回合 看老子不同你一万个透明骷髅 易德 两军阵前 不听这号令者 斩 张飞 你这个憨货 输出全靠后 同关大战 如果不是你吃了大蒜 就凭你也想生前我马超 赵子龙 前些时日 在长安城外 你有百余回合未分胜负 那是因为狗皇帝 将我关在囚车之中两个月之久 今日 在这散关城外 我马超就让你知道 老子为何能威朕梁州多年 哼 既然你马超这么牛 那朕就让你知道天子的手段 易德子龙 你们两个一起上 陛下 马超这种不入流的货色 无需易得出手 臣一人足矣 对朕有血性的武将 朕自然不会以多欺少 可对待马超这等冷血无义之人 没有规矩可言 朕知道 你一个人揍他 已经是绰绰有余 但朕就是要让他马超知道 这个天下是谁的主场 陈尊之 驾 拿命为 驾 狗皇帝 你不讲武德 竟然以多欺少 一个赵云 自己都没有必胜的把握 如今又加上一个黑脸张飞 再站下去 我必陨落在此 罢了 刘的青山再不怕没柴烧 驾 陛下 那马超骑的马速度太快 我与子龙追不上他 让他给逃了 陛下 此马名唤狄卢 是万中无一的宝马良具 方才狄鲁马虽驻马超躲过一劫 但马超日后 必会因此马而死 传闻赵子龙在借桥 袁绍与公孙在十万大军 都对他无可奈何 今日一件果然是名不虚传呀 大王 如今马超已经战败 天子已经兵临成下 攻破三观是早晚的事 大王还是赶紧拿个主意吧 你有何良策 大王不如开诚投降 如此也能保住无性命之忧 罢了 就以你所言吧 臣都冒扣拜天子 低族人 愿投降天子 唯有一事 请陛下恩准 说来听听 马超曾对臣有恩 臣扣请陛下饶恕马超将军 你认 我马超不认 你想 我马超不想 一个毫无价值的底族王 也没有必要活着 谁敢投降 就地斩杀 低族王窦帽 在最后一刻 还在竭尽全力 保全马超 向阵求情 可马超 却在低族三军将士面前 亲手诛杀了你们的大王 其冷血无异 手段之卑鄙 天地不容 朕今天 只要他马超的狗命 愿意遵窦帽之命 归降于朕的下马跪地 凡是位下马跪地者 全军听令 诛杀马超者 纪一等战功 他妈的 一个个没种的东西 陛下 斗帽还尚有一丝气息 只是 他的胸口被马超刺传了 想要活下来 基本上不可能 陛下 可否让老夫试试 你是何人 老夫华佗 愿救大王姓名 你就是研制出麻 废散的华佗 不能让他医治大王 这华佗 就是个骗子 说什么开场破路 给人治病 这哪里是救赢 分明就是杀赢 你华佗也是被后世成为神医 怎么在这低族大军之中 名声混得这般狼狈 华佗先生 斗帽就交给你医治了 你可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 救他一命 多谢陛下信任 陛下 低族王斗帽 被马超一枪 刺串了心口 活下来的可能不大 陛下应当早做部署 防止低族 降而复叛 放心吧 有华佗在 斗帽死不了 华佗 那可是外科医术的鼻祖 算他斗帽命不该绝 竟然能在这里遇到神医华佗 陛下 斗帽震的被华佗就好了 我就说嘛 有华佗在 斗帽死不了 管子 御次华佗神医称号 晋升太医院首席 在散关休整了一天之后 流血便派张飞为先锋 率领两万兵马 先行向阳平关进发 而自己则亲率五万大军 紧随其后 半个月后 段威大将军 从定军山绕道突袭阳平关 斩杀敌将杨人杨昂 顺利夺取杨平关 祈祖陛下 段威大将军 从定军山绕道突袭阳平关 斩杀敌将杨人杨昂 顺利夺取杨平关 很好 传指 命断威 总览平定汉中一切事宜 三军立刻退守 阴平俊修正 谨遵陛下旨意 三军回转 你们都不准备劝劝阵吗 陛下乃万年不遇的雄主 剖渡阴平翻阅摩天陵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历史上未灭蜀之战 曹魏名将邓爱 正是以偷渡阴平 神兵天将浮城 直取成都 迫使刘阿斗献成投降 几遭陛下 诸葛城乡与京都洛阳 发来八败立几遭 臣诸葛亮叩报天子 建安元年十一月初时 曹操于衍州迎少帝昭告天下 吕布反 传诏文武众将议事 建安元年十一月初时 曹操于衍州 迎少帝昭告天下 吕布造反了 曹操在许昌营少帝继位天子 并以汉室正统之名 发出席文 照天下诸侯起兵讨伐陛下 陛下的甘儿子吕布 第一个举其响应 并被少帝加封为前将军 并并州目次绝万护侯 眼下吕布占据四水关 兵犯虎劳关 陛下 吕布虽然勇猛 但有诸葛丞相坐镇京都 虎劳管又有皇父松老将军镇守 散事问题不大 如今洛阳告急 失去已不利于禁兵西川 陈建议 即可回师洛阳 丞相有什么建议 丞相说 他可保四周两个月不适 两个月之内平定西川 我倒是有十足的把握 就是来不及回师救援洛阳 陛下 陈有一侧 既可平定西川 又可确保回师洛阳 就是不知陛下敢不敢 天底下就没有我不敢干的 你说来听听 陛下既然敢偷渡音频 不知敢不敢兵出紫五谷 兵出紫五谷 这可真的是一招险棋 兵出紫五谷 不是朕敢不敢的问题 世元 你是不是忘了 如今茶癌已息 已和孔明都断定 南匈奴会趁机南下作乱 看来 局势远比朕想象的更加不利 丞相提前料定 南匈奴会趁火打劫 命张辽夺取宵关聚首 朕并不担忧 只是如此一来 梁州若是趁机反叛 必定会绕开宵关 从拢西四郡取陈仓 进犯长安 这样看来 或许真如是袁所说 取得西川之后 唯有出其兵 走紫五谷 陛下 如今立刻率军退回四周 是最稳妥之计 可如此一来 日后再取西川 必定难上加难 而法证作为陛下内应 也会因此而暴露 若是继续夺取西川 那陛下就不得不考虑 梁州兵变 进犯长安 届时唯有兵出紫五谷 才能挽救四周两都之地 你们都退下吧 我考虑考虑 子龙 你留下 我有其他的事要交给你 启禀陛下 大将军段位 夺取杨平关之后 引兵长驱直入 汉总各军先纷纷望风而降 汉总抬手张路 秦帅文武中将 集齐五万兵马 接受陛下照相 这是段位将军的周报 四周之事 臣已经知晓 臣已命人押送粮草 送往河池 三日可达 无论陛下如何决断 臣是与陛下共进退 之我者 段位将军也 子龙 朕有一个艰巨 而又凶险的任务要交给你 事关四周生死存亡 除了你 朕信不过任何人 请陛下吩咐 从阴平南下大巴山 有一条先有人知的小路 直通浮城 其间山巒沟壑 凶险不可想象 沿途更是难寻水源 而临近浮城的最后一道关卡 便是号称鬼剑仇的摩天岭 据说那摩天岭 或许上得去 却绝对下不来 可谓是九死一生 陛下 匡扶汉室 是赵云毕生夙愿 陛下之欲之恩 赵云万死难报 区区一个摩天岭 挡不住我赵云 请陛下放心 习取浮城之后 臣立刻回石南下 夺取成都 此去所有将士 只能随身携带半个月的粮食 摩天岭虽然凶险 但朕相信 子龙将军绝不会让朕失望 朕会从东西两线 两路大军同时南下 杨公家盟官和剑门官 两处入蜀的燕吼 将蜀中兵力 全部挑出成都 夺取西川 成败与否 全在子龙何时突破摩天岭 此为偷袭 不可大肆宣扬 子龙将军 路上注意安全 陈遵旨 陛下刚刚接到探马来报 荆州墓刘表 并重不至 死在了军营 旗子刘从 自领了荆州墓 刘从带领着荆州将士 向曹操投降了 曹操得了衍州 徐州就够厉害了 现在又得到了荆州 即刻命人将阵的手遇 送去陈仓交给贾许 他知道该怎么做 陛下 想看就看吧 也没什么事 就是让贾许借曹操 喜爱人妻的癖好 做点文章 促使袁绍与曹操开战 这种鬼主义 文和更在行一些 卧曹这也太辣眼睛了 这是天子能干出来的事吗 这是皇帝能干出来的事吗 对了陛下 臣还有仪式禀报 什么事 皇甫松老将军 年事已高 此番又被吕布接连功 打虎劳官 劳累过度 不幸病故了 孔明丞相 以紧急传令高顺的宪阵营 前往虎劳官抵御吕布 你指 追封皇甫松为票级将军 势中用猴 传指大学是蔡雍 为皇甫松老将军 撰写生平功绩 将皇甫松的名字 刻在英雄碑上 受万民敬 我而奉先造反了 为了所谓的荣华富贵 吕布向山阳县令曹操投降了 这让我这个天子衣服 很是无语 斩杀董卓时 我已经帮雨布洗白了 没想到这个损色 非要一条道走到黑 号外号外 娱乐八卦 头版头条 夜黑风高 一双贪恋人气的肮脏大手 身向满面娇羞的刘夫人 究竟是刘夫人道德的沦丧 还是曹操人性的扭曲 敬请关注洛阳日报 我去 这么警报吗 我要两份 给我来一份 主公 这报纸上的内容 定是胡说八道 主公可万万不能相信 我说怎么看 你俩怎么不对劲 原来是这样 主公 这是夫人亲自下厨 为您炒的韭菜 还有清炖王八汤 夫人说 您最爱吃韭菜 绿色食品 对身体好 王八汤 节酒又不慎 谁说老子爱吃韭菜 谁说老子爱喝王八汤 还有你的名字 老子听着就烦 白人 将红杏拖到墙外掌地 主公饶命啊 奴婢这红杏的名字 还是您给取的呀 主公 圆坛圆上两位公子 都是主公的血脉无疑 您好好看看 长得跟您多像呀 你什么虾呀 圣指到 嗯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圆绍卫阵平定幽州 立下不是功勋 阵心甚位 各指加封圆绍为 闺命侯 遇刺翡翠头 观一眉 并着生圆绍长子圆坛 为野中校尉 亲子 闺命侯 你他们才是闺命侯 还有那个所谓的野中校尉 野种 你什么意思呢 圆公激怒 这都是曹公的意思 曹贼 你如果太甚 来人 把这个狗太监 拖出去砍了 啊 主公切勿一时震怒 主公切勿动物 保重身体 传令三军集结 兵八关度 不是他曹操死 就是他曹梦得亡 敢有抗命不尊 扮上劝谏者 定战不设 其中陛下 前方他马来报 张飞将军所率领的先锋部队 在白水关收阻 口请陛下整员 一个小小的白水关 不过是高佩和杨怀那两员战将 怎么可能挡得住张飞将军 白水关守将 除了高佩和杨怀二人 还有谁 一旧幕流战 已经亲帅大军抵达监门关 此名其会下三将延延 迎兵一弯 增援白水关 那延延年事已高 刀也不足为居 只不过 延延手下又一元小将 明欢甘宁 四人一场笑容 与张飞将军接连两战 白鱼回和威罗下风 甘宁 甘心罢 这家伙不是在江东吗 走错剧组了吗 世人 朕素来有爱将之心 镇守白水关的延延和甘宁 朕欲将两人收归麾下 陛下 臣有一计 可助陛下将那延延和甘宁 收归麾下 是元那是元 你可比朕坏多了 如此一来 朕可是要屈尊给延延老将军赔礼了 延延老儿 你已经接连两天 挂出免战牌 莫不是帕拉安张飞 如鼠杯一般握在城内 你延延也配成为武将 延延老将军 那张飞解延两日 对延老将军白斑辱骂 言辞不侃如耳 此时若是一位必战 岂不是遮损三军时期 若是老将军不惧帕拉张飞 大可处成迎战 本帅亲自为老将军擂鼓诸位 张飞小儿 天天在关外骂朕 言辞也都是针对老夫 老夫若不出战 也对不起老夫这一世威名 末将延延请战 张飞小儿 这两天你对老夫百般辱骂 今日老夫定要斩了你的狗头 言辞老儿 来来来 张言辞先让你删走 你这颗花白的脑袋 刚刚好做个夜虎 世元 你确定你嘱咐了张飞三变 可别让延老将军受伤了 陛下 言辞年轻之时 可是属中第一寒假 就算年事已高 也不至于这般不惊打 放心吧 我给义德许了一坛烈酒 义德为了此酒 必定不会有失 倒是陛下您 释放言辞的时候 切勿露出破绽 卧槽 你他们吃大蒜了 起走陛下 言言压道 快请进来 不可对老将军无礼 大胆严言 见到天子圣驾 还不贵行大礼 弥主刘彰乃汉氏宗亲 如今非但不归降陛下 反而犯上作乱 而等铁的心要助纣为灭 曹操已于月前 迎少帝入主许昌 既汉氏正统 那元术也在寿春 自称了皇帝 当今乱世 最不缺的就是天子 而等无故犯我一周 何谈天威 老夫既不如人 被张飞那口气熏晕过去 我炎炎但求一死 是可杀不可辱 朕在京都洛阳之时 便时常与仲爱卿畅言 蜀中忠勇上将 唯有严老将军一人而已 老将军即为主帅 何故亲自披甲上阵 老夫不才 并非镇守白水关的主帅 只是张飞那斯百般辱骂 老夫不忍一世英民进毁 虽已是花甲之年 但宁愿战死也不恕辱 老将军若是不服 朕可以放你回去 改日与义德重新再战 朕让他对阵之时闭嘴 可好 陛下此话当真 朕乃天子一言九鼎 陛下乃天子 炎炎不过一介五夫 不敢劳烦陛下亲自松绑 陛下无故犯我一周 炎炎身为我主刘张战将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前番对比陛下大不敬 还望陛下见谅 只要陛下肯放老夫回去 改日重战 无论胜败 老夫必定将自己绑好 再来临死 老将军的战马被义德熏死了 朕将天子做骑 觊予颜老将军 待他日与张飞对阵之后 再还给朕 陛下 此处已经远离军营 没有侍卫护驾 万一有何危机 陈等 朕与炎老将军相谈甚欢 你们先回去吧 陛下 此地距离白水关不过数百米 炎老将军的为人 陛下信任 无可厚非 可眼下 白水关主帅并非老将军 若是高配此时命关内骑兵突然杀出 我军将士根本来不及护驾 请陛下三思 陛下不畏险境 屈尊宋炎炎至此 炎炎感激涕灵 陛下请回 保重龙体 我炎炎的蒙天恩 终身不忘 改日与张飞再战之后 无论胜败 炎炎必来灵死 好 老将军走好 世缘 这一眼的可还好 陛下恩威并失 恰到好处 炎炎 白水管位 骗子送梁将 我可是亲眼所见 想回来给小皇帝做内影 你当本事还看不破耳 等的剑技 梁将不是二主 老夫对主公忠心耿耿 岂容你够陷 天子联系老夫 荣马一生 一世英明 不忍受辱 这才将老夫暂且放回 改日再与张飞 镇前厮杀 无论胜败 老夫自会亲往灵死 炎炎老贼 你当本帅 是散罪孩子吗 胡亡进来 凡是被圣秦 活着的武将 要么鬼强 要么死 你可听说过 被放回重启再战武将 来人 将炎炎推出去斩了 高佩小儿 你不过是镇官主帅 无奈蜀中上将 你还无权斩老夫 我高佩今天要弄死你 耶稣来了也挡不住 老将军英雄盖世 岂可冤死小人之手 刘章暗若无能 用人不查 显能谋士忠义两将 皆不被重用 这种人绝非民主 不值得我等誓死效忠 当今天子堪称当事豪杰 实乃难遇的民主 我甘您决心县官归降 陛下成了成了 炎炎和甘明联名 发来奏报 愿县官归降 炎老将军和新霸将军 为朕夺取白水官立下大功 白水官乃西川门户 此官已破 平定西川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传指 甲封炎炎为车骑将军 领江阳太守 益州军主帅 次决都将侯 甲封甘宁为偏将军 领殷平太守 益州军副帅 次决官内侯 末将刚刚归降 陛下竟安心将三万精兵 交给我二人统帅 炎炎誓死效忠陛下 如有一心天人共诛 来也一样 两位将军请起 极客命人以火龙旗船指阵 守在剑阁的法政 孟达所部 立即挥施西晋 直取剑门官 告诉法政 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将刘章的大军 死死的拖在剑门官 朕亲帅大军南下 不出时间便可抵抵抗 大汉皇叔刘备允落了 洛凤坡本是奉出 庞托的葬身之地 没想到 却被刘备给占了 为了彰显我的仁义 我下令加封 刘备为汉中王 把张飞这个憨憨 给感动得稀里哗啦 这辈子做牛做马 也要替刘备报答我的恩情 只是他哪里知道 刘备会死在落凤坡 都是我的精心策划 自此一代 雄主刘玄德彻底下信 陛下 丞相从洛阳发来紧急奏报 马超在梁州举兵造反 徐荣和贾许所部 死战十天不敌 兵败陈仓 徐荣身负重伤 如今已经退至长安监守 男匈奴丹于乎除权 亲率五万大军南下 猛攻消关张辽和陈公所属四周军区 伤亡惨重 诸葛丞相已经下令 命张辽所部退守长安 不会吧 张辽镇守消关 在忽除权那个蠢货手上 竟然会伤亡惨重 陛下眼下平定西川 近在咫尺 时间紧迫 一刻也耽搁不得 陈请命 趁夜从落凤坡南侧的小路 突袭落成 眼下落成的守将张人 恐怕早已经在落凤坡的两侧 埋伏了数千弓箭手 只等有人前来突袭 一阵剑雨 就能将其射成刺猬 陛下 刘皇叔要晋级军情进监 让他进来吧 陛下 臣听闻四周西北两县战局失利 四周局势不太乐观 臣一时忧心撕敛了徐景 陛下 臣请命趁夜引兵从落凤坡小路 呼吸落成 为陛下平定西川 刘备 这可是你自己找死 没想到 皇叔竟然有此等谋略 倒是阵眼捉了 趁夜从落凤坡突袭落成 果然是好计谋 啊 陈来之前已经与三弟商议过 我兄弟二人愿立下军令状 如果不能一举夺夺落成 甘愿灵散 刘备这孙子 这是要跟我彭筒抢功 数可忍 审不能忍 不对 为何今日陛下会这般反常呢 这里面一定有事 很好 皇叔此番出战 不能没有战马 来人将朕的宝马孤颖 送于皇叔 以朕军威 谢陛下遇此战马 刘备必不负陛下圣恩 皇叔 一路保重呀 陛下 陈这就去准备 传命甘宁将军 即刻引两万精兵 趁夜从大巴山北侧迂回 直插落成 我终于自由了 义等 我在前方引定先行 你立刻赶去后方坐镇 出了罗峰铺 大军立刻南下直奔白地城 若是胆敢有逃窜回去报信者 三弟可将其就地正法不必请命 大哥 咱们不是要突袭落成的 跑去白地城干毛线 大哥 难道你是想趁机带着这一万兵吗 跑路 嗯 陛下这般信念你我兄弟二爷 咱们在关键时刻叛逃 岂不是不中不意 义等 大哥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用这把刀把我砍了 第二 随我直奔白地城 我听大哥的 义等 你真是我的好三 你去后风坐镇 记得不要放走任何一个传信者 是 大鸡肉 给我瞄准那个骑白马的狠狠的射 小菌 有一只大菌 从后面本心里 归 完了完了 我命休矣 小菌 刚刚被我菌 舍成了刺猬的敌菌猪脚 掏出了粉河 沿着右侧销路 想哪去 看样子 似乎是要杀本白地城 什么 这怎么可能 小菌 我叫切严缩甲 后面出现的这对打局 才是支本裸车去的 你他娘的要去白地城 就不能从白水关南下吗 大哥 俺来晚了 大哥 大哥 你不会有事的 俺现在就带你回河池 找华陀神医 三帝 小皇帝他对我 大哥放心 俺一定会帮大哥 报答皇帝的天 陛下 我大哥他中了掌印的埋伏 神中一百多件 为我捐取了 皇叔遭逢死等大难 皆是阵之过也 传指追封皇叔刘备为汉中王 传令三军为汉中王挂校 陛下 俺代替大哥 叩谢陛下天 皇叔临终前 可有什么遗愿 只要是皇叔想要的 朕都能给 大哥临终前 一直想去白帝城 刘备这祸 还挺知道顺应天命 死都要挑个硬紧的地方 老子就让你命断白帝城 白帝城距离此处 尚有数百里之遥 眼下大军出征 并没有上好的棺木 为皇叔下葬 将阵的龙年 改造成棺木 为皇叔下葬吧 命一百兵丁 抬着皇叔的棺果 从落凤坡南下 前往白帝城安葬 陛下 大哥临终前 曾祖托啊 一定要报答陛下的天恩 张飞在此立司 俺这条命 可为陛下赴汤蹈火 来一眼二个官羽到来 俺也会将大哥临终 嘱托告知 刘备这是闹的哪一出 义德 我以命干您活出了张任 此人就交给你了 张义 我他妈不活寡你 我特么跟你姓 刘备安葬后 探马兵丁传回来了一个好消息 袁绍领兵三十万 与曹操决战关度 刘夕也趁着他们决战的时候 率领大军向剑门关进军 小皇帝兵进监门关 拨六张在此立司 十四包围监门关 穿林下去 如有盘套战 杀五十 渡公不好了 渡公早运甩令 鼠牵地主兵 从饮品消入 凡月末天令 突袭了赴城 咽下成都 已经被早运夺去 神魔加倍偷闹 好你个瓜话 神魔营照都往上镇 偷渡饮品 凡月末天令 你哪里是来平定西川的 你分明就是来跟我留账平民的 眼下 赵云手中的兵力 不过区区数千 必定都是伤兵残将 没有多少战斗力 主攻可分兵两万 回元成都 只要将身后赵云所部尽数剿灭 一周便还在主攻之手 如今也未有四艘监门关 好在后方的赵云 手中兵马不多 只要后方别行 不知足敌军赵云所部 人品那赵云如何效用 也终究会捆失在手中 不攻 甲盟关经济走报 甲盟关受江母义 搜刀燕燕 秦帝犬将苏之后 险关鬼响 入京 短威缩部大军 一从甲盟关入八军 一吐于早运缩不回思 短威与那赵云 一旦合兵一处 挥视北上 与小皇帝的大军两面夹击 见门关就算是天险 也终究会因断水断粮 不攻自破 床窝将领 石川原以鬼响田字 秦以轴目柳章 远归向笔侠 吾晃玩水玩玩水 爱卿乃鲁公王之后 汉室宗亲 如果要戏论 还是朕的长辈 此发爱卿主动归降 朕心甚畏 秦此离不相 秦有嘴 海卿笔侠连在 秦韩室宗亲的坟上 免秦司嘴 编位俗人 传指 加封柳章为阴平王 朕将阴平郡给你做封地 念你主动归降功不可没 朕恩准你 可以在阴平成都两地 随意居住 陈柳章 口血物黄天恩 殷平王请起 法证梦达 此次平定西川 你们二人功不可没 传指 加封法证为尚书令 领成都太守 刺绝一侯 加封梦达 为散其常事 领建武将军 刺绝平阳亭侯 陈法证 谢陛下天恩 断为老将军 就由你暂待一周末 督督西川汉中两地军政 加封黄泉为一周别价 刘八为一周从事 协理蜀中正武 回师洛阳 西川之地 尚有多处还未平定 这些就都交给你了 等一周局势安定之后 朕自然会下诏 将你调回洛阳 老臣遵旨 启禀陛下 刚刚接到前方 传来两大最新情报 关都之战 元少大败 隐藏兵退回叶城 可曹操并未曾生追击 而是收拢兵马 连叶班师返回了续昌 另外就是 关于斩炎梁朱文筹 朱曹操解了白马之为后 随即一起绝尘 不知所忠 陛下 陈请领兵兵出子五谷 陛下 军师所言 兵出子五谷 的确是眼下救援洛阳最近路线 可子五谷道路艰险 不适宜大军通行 千百年来 海湖人成功穿越子五谷 洛阳战局不容乐观 丝毫经不起半分冒险 若是大军被子五谷的艰险 挡住去路 再掉头可就来不及了 陈建议 不如绕到荆州 大军顺长江东下 从宜陵方向绕到荆州北上 命旁统为西路军主帅兼任总军师 该宁为西路军开路先锋 率领五万大军 兵出子五谷 朕亲率十万大军 顺江东下 出一零 严白地乘入荆州西南绕到北上 子龙 你亲率五万兵马 先行向新城方向进发 夺取新城之后 即刻大张旗鼓地摆出进攻襄阳的架势 切记 只要荆州兵马向襄阳集结 子龙便立刻会失北上 直奔南乡 义得 你亲率三万骑兵 以最快的速度突袭上庸郡 夺取上庸之后 不必留一兵一足 即刻率军北上 一定要赶在张旭大军到来之前 夺取南乡 朕亲率两万兵马 会紧跟在后方 待你夺取上庸之后 朕便会从上庸西侧 遭到长坂坡北上洛阳 你的任务 是要在南乡郡坚守 等待子龙大军到来之后 合并一处 再行北上返回洛阳 末将领命 不好了陛下 出事了 什么是如此惊慌 刚刚接到探马来报 正前方 以及东南和西南两侧 都发现大量兵马 每一路的兵力 都不少于五万 什么 老子被包围了 曹老板引兵三十万至长坂坡 只为了阻止汉县帝 流邪回到许昌 被包围的流邪化身 长山赵子龙 以两万兵马 硬钢曹军三十万 最终寡不敌众 两万兵马 全军覆没 为了活命 流邪只能逃进树林 在树林里 流邪还揭示了孙间之女孙小妹 二人一起同身共死 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我这是睡了多久 陛下 您整整昏迷了五天 孙上香啊 她怎么样了 孙姑娘无事 陛下 这是孙姑娘临行之前 嘱托臣转交给陛下的 拿见当临别 赠礼流孽 这种事 也就她孙上香干得出来 孙姑娘寸步不离地 守了您两天 直到华佗神医再三保证 陛下绝无姓名之忧 她才动身离去 她什么时候走的 三天前 大司马段威 亲率轻骑兵护送 请陛下放心 曹操呢 真说了 要摘了她的荔枝 你们不会是让她跑了吧 曹操从当阳桥突围后 前往了襄阳 据华佗神医说 曹操当日突围 行急之下从马背上摔了下了 被后面的骑兵踩断了胳膊 又被乱流卡住了荔枝 目前正在襄阳修养 好得了和尚 跑不了庙 曹操 老子早晚会摘了你的荔枝 朕这辈子 从来就不知道 什么是吃亏 长满坡一战 朕几乎被逼入绝境 身负重伤 险些丧命 传朕旨意 宣召丞相诸葛亮 即刻赶赴荆州 加封贾许为军师中郎将 一并赶赴荆州 陛下 诸葛丞相命人快马奏报 再有四个时辰 便可抵达南乡郡 汉寿停侯关羽 随行再列 很好 朕出营不变 传指张飞 替朕出营三十例 迎接诸葛丞相 臣诸葛亮 拜见陛下万岁万万岁 臣等拜见陛下万岁万万岁 二哥念见天子 虚行叩拜子礼 陛下息怒 云长他 传朕旨意 废除曹操于建安元年 表官羽为汉寿停侯的奏表 传阵旨意 加封官羽为汉寿停侯 臣 官羽 拜贤陛下万岁万万岁 官羽尊兄长 大汉皇叔刘备一命 辅佐天子 忠心不二 众爱卿请起 根据探马来报 司马懿已经奉曹操之命 抵达襄阳 陛下曹操此番亲率 二十万大军西征 加上荆州本地兵马 其总兵力至少在三十万上下 从曹操紧急将麾下战将调往襄阳来看 那曹操事下定了决心与陛下一战 荆州大战 已然不可避免 敌臣之见 大战之前 陛下应当先将盘踞在晚城的张秀所部 招降 朕早已写下招府圣旨 诸位爱卿传阅之后 即刻命人送往晚城 这哪里是什么招降圣旨 这摆明了就是一封恐吓信 要晚看 秀 现你三天之内 引兵来想 三天之后 朕不再接受南洋境内任何将属 朕刺你一言 自己品位 见风所止 寸草不胜 陛下 晚城张秀 手握五万大军 其盘踞晚城多年 已然是一方割据的诸侯 陛下这份招府圣旨 言辞太过强硬 陈建议 还是对张秀稍加圣恩 如此更有招降成功的可能 圣旨就这般一字不动地发出去 自己日起 以重金在荆州境内沿江收购船只 同时以朝廷的名义 昭告天下 京北之地 所有百姓 凡是京东船只打造者 皆可应召为攻 为朝廷打造战船 三个月之内 朕要组建一支 善于水陆两栖作战的庞大海军 战船打造相关事宜 由贾许全权负责 陛下 两军对垒 以己之长 功敌所短 方为取胜之道 如今荆州兵马 尽归草草 荆州军 由以水战组成 而我军将士 自陛下虎劳关大战以来 从未曾涉足过战船 陛下此举无异于以短工长 陈建议应当固守京北各郡 伺机而动 请陛下三思 陛下 我军将士大多来自一州 梁州 四州三地 水战 绝非我军所长 十万大军三个月之内 打造数千战船 并非难事 但要在三个月之内 培养出一位 善于指挥水战的将帅 那绝无可能 正所谓三军 一得一将难求 请陛下三思 这是朕亲手绘制的 连弩设计图 打造工序极其简单 此事就交给丞相负责 朕给他取了一个名字 就叫诸葛连弩 三个月之后 每艘战舰之上 至少要配备一百架诸葛连弩 至于我大汉王朝 守卫海军总司令吗 由汉寿廷侯担任 陛下 不好了 出了一件大事 你们二人 都是朕的功骨之臣 更是位列九卿之上 不管发生什么事 都要淡定 什么时候能如朕这般 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呢 说吧 出了什么事 其搜陛下刚刚接到江东传来的消息 小霸王孙策 于前月前狩猎之时 遭到吴俊前 太守许贡门客的伏击 面门重剑 重伤不治 已于十天之前 死于吴俊 接替孙策成为江东之主的是谁 陛下 这是家兄诸葛锦托人送来的家书 孙策死后 其弟孙权继任为江东之主 孙权以命周瑜为江东兵马大都督 张昭为别家从事 不就是孙策死了吗 至于你们二位如此慌张 陛下 臣所说的大事不是指正啊 孙权已经采纳了张昭与曹操联姻的建议 将其妹孙上香 许配给了曹操长子曹昂 并下令周瑜移兵柴丧 此事当真 说好的泰山崩于前 而面不改色的 看来淡不淡定 不拒绝于自己是否沉稳 主要还得看是哪座泰山崩呢 陛下 臣有一计 可令江东与曹操的联姻彻底终结 文和有何毒计 快快说出来 陛下 此计稍微有点损 怕是有损女子清誉 不知你是否愿意 你只管献祭 用语不用 朕自有主张 计谋是损了点 但貌似真的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既如此 大可以利用如今颇具影响力的洛阳日报 加以宣扬报道 殊不知众口说今 舆论的压力 也会迫使曹操放弃与江东联姻 陛下 如今江东与曹操联盟对抗朝廷 已成定局 早在孙策还在世之时 便有取荆州之心 江东此举 只怕是一尸二鸟之计 嗯 启禀陛下 晚成张秀愿意归顺陛下 张秀还送给陛下 两千艘战船 战船的数量 陈已命人清点验收 分毫不差 只是尚有一艘战船 可能需要陛下亲自验货 验货 验什么货 两千艘战船之中 为首的巨型战船 还是需要陛下亲自验货 有何 一定要朕亲自去验货吗 是的 陛下 陛下 云长向来众议致力 若非特殊情况 自然不会这般坚持 陛下不妨亲往一看究竟 这个关云长 还给老子卖什么关的 好 朕就亲自去看看 你关云长到底在卖什么关的 陛下 那是飞云号战船 请陛下亲自验货 这船舱内怎么还有人弹琴 陛下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我倒是要看看 这船舱里到底是谁 你是何人 民女宗室拜见陛下 张秀这孙子 还真的是把他沈娘给老子送来了 为了活命 你小子还真探娘的孝顺 曹老板真是好眼光 你他喵的口味重不要紧 你可骗的后世之人 好苦啊 夫人请起 民女多谢陛下 卧曹 这长得真是破国殃民啊 张秀为朕进献的这两千艘战船 朕心甚畏 你回去告诉张秀 战船朕就收下了 至于人嘛 就算了 朕不是曹操 不喜这口 陛下 夫人小心 张秀的沈娘 绝对算是三国众多美女之一 为了招强张秀 刘邪亲自写了一张恐吓诏书 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 张秀不仅送来了两千艘战船 还把他最敬爱的沈娘 也给刘邪送了过来 单身少妇就在眼前 刘邪是吃还是不吃呢 夫人 小心啊 传阵旨意 民女邹氏 护送战舰 抵达丹水有功 朕特指 封为三品 告命夫人 民女 多谢陛下 陛下天为所致 四海沉浮 有了这些战船 此次荆州之战 量必定清尽必生所学 祝陛下一举平定荆州 嗯 陛下 您这么快就完事了 啊 问你吗 静张的 你跟老子说说 你口中的快 是几个意思 义德 陛下胜下之前 不得胡言 陛下一心为江山设计 绝非因女色 而荒废天下的昏君 陛下 我三弟莽撞 还望陛下恕罪 关于因不使那张秀 向陛下进现女子 所以才 此番张秀进现 战船有功 朕已经下旨 有所封赏 对于张秀借机 向朕进现美女的做法 朕也已经严直批评 将其怒斥 朕乃天子 身系天下苍生 自当以史为剑 一心为江山设计着下 这一次就罢了 日后再有此事 朕必不轻饶 朕为辰子 得遇一个不沾女色的明君 实乃生平之大行 如今战船已经齐备 不知丞相督造的诸葛连弩 打造的进度如何了 回禀陛下 诸葛连弩 三剑齐发 威力惊人 如今各处督造司 都在日夜赶攻 尽全力打造诸葛连弩 只是这诸葛连弩 对语剑的消耗太大 以目前我军的锻造力 根本无法满足语剑充足 我军语剑短缺 那荆州军的语剑可充足 荆州打造语剑的技术 当今天天下无人能及 语剑当然是不缺 站住 陛下 妾身已领圣旨 准备即刻返回晚城 不知陛下还有何旨意 你身后的女子是何人 回禀陛下 奴婢真蜜 是夫人的贴身婢女 真蜜怎么在这里 真自血战长满坡 身负重伤 身边连个换药的丫鬟都没有 你就留下来事后阵吧 阵该换药了 咱们走吧 一切屏蔽下作主 哦 对了 即刻命人在这两千艘战船两侧 捆绑甘草 还有这艘飞云号 也要绑 能绑多少就绑多少 自今日起 城乡需时刻关注天气变化 若是有大雾天气出现的话 提前三天奏饼 切记一定要提前三天 咱们走吧 什么鬼 刚刚是谁说 自己绝非贪恋美色的帝王 陛下身为天子 留下个婢女在身边侍奉 倒也无可厚非 什么情况 前几天 华佗神医不是说过 陛下胸前的戒场 已经基本算是痊愈了 咋还用换药吗 陛下 换药这种事 俺老丈最在行了 一个小丫头 瘦得跟一道闪电一样 能有什么力气 还是要我来吧 陛下你别跑呀 陛下 坐吧 朕已经命人去传御医了 奴婢不敢 以后在朕的面前 不许自称奴婢 叫什么好呢 就叫秘密吧 听着亲切些 平身吧 陛下 真密加事败落 被贬为剑籍 卖身为奴 这一年来 从不敢奢望 有早一日 可以脱身剑籍 奴婢笨手蹦脚 若是有什么地方 惹得陛下不悦 还望陛下恕罪 如果朕没记错的话 你应当是出身无极真士 真士虽算不得什么世家大族 但怎么也不至于沦为剑籍 各种缘由 说来给朕听听 不过有一点朕先声明 朕这个人 向来惊口欲言 说了让你自称秘密 不得抗旨 回陛下 秘密的确是出身无极真士 只是家父早王 真士一族 早已不思当年 家父早年 曾与曹操交好 家父过世之后 曹操对我真家偶尔会有些照幅 秘密三年前 在曹操撮合下 与冀州牧袁绍之子袁熙 定下婚约 和一年前 袁绍不知从何处听来的风言风语 说是袁熙并非袁绍亲生 而是那流夫人 与曹操私通所生的野种 袁绍因痛恨曹操 迁怒于我真家 下令将我真士一族 贬为贱己 女子为母为婢 男子发配充君 秘密在剑壁司官调教了半年之后 被卖到了邹夫人府上 因秘密自幼学习琴棋书画 兴得夫人赏识 收为贴身婢女 眼前 这位绝世家人 从一个富家千金 沦落到为奴为婢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竟然就是自己 来人 即刻命人快马加鞭 赶去晚城 将秘密的卖身器给朕拿回来 从此刻起 你便不再是见解 卖身器拿回来之后 朕亲手帮你烧了它 谢陛下圣恩 从今以后 秘密必当尽心侍奉陛下 无论陛下让秘密做什么 再苦再累 秘密也绝无怨言 大家都是成年人 说话可是要算数 陛下 您的剑伤已经基本痊愈 无需再换药了 你身为太医院首席 更是朕此番出征身边的御医 对朕的伤势竟敢这般敷衍 陛下 前几天老臣来给陛下换药 可是陛下您亲口说 您的体质远超常人 这点小伤那都是毛毛鱼 老东西 你有没有点眼力尽 陛下胸口的剑伤虽然已经结架 但还是有极大的可能感染 换药也就不必了 不过每天必须要以清水擦拭伤口 唯有这样才能确保痊愈 这画图 岁数大了 记性也不怎么好 齐周陛下诸葛城乡回病 三天之后会有大屋天气出现 这时龙屋将会笼罩荆州全境 七天不散 很好 这一艘战船一次借一万只 那一次就是两千万 往返七次 那就是一个多亿 发财了呀 祈祷陛下 距离荆州水师捉地 不足五百米 很好 传令下去 雷鼓挑战 大都督 丞相有令 今夜将面大雾 丞相断定 逼是那流血趁机前来投袭 传丞相降令 而等应当发挥荆州水师弓箭有势 不惜一切代价 将来犯子底射成马封窝 咱们看不清 敌人也同样看不清 要说远程水战 本都督的荆州水师天下无敌 传令三军无需瞄准 就会本都督乱箭齐发 传我将领 虎报其集结待命 荆州水师一旦抵挡不住 大军即可退守将临 伍丞相 蔡茂找约两位将军得胜鬼来 快让蔡茂将军进来 启离程相 末将与张允将军率领 敬州水师拼此立战 已将来犯之敌击退 敌军死伤惨重 我军无意伤亡 莫将恭喜丞相 取得襄阳首战大截 哈哈哈哈 二位将军统帅水师有方 等你们二人 本丞相当真是如虎添翼 杰克命人返回许昌回禀天子 本相要亲笔表奏二位将军 加封侯爵 十一千户 郭谢丞相 敌军相亡可有具体数字统计出来 将面能物 能见度极低 加上此时又是深更半叶 根本无法清点 不过本斗杜军营里 三千多万羽舰全部射光 本都路估计敌军至少死伤万余 丞相镇守在襄阳北侧的 正式寒旋所部 临行之前 末将曾亲自赶去北营巡查 刻意问过黄忠老将军 短短两个时辰之内 黄老将军一人就射出了一万三千支箭 黄忠老将军百步穿扬之为名 天下何人不知 既然他都射出去一万三千箭 那敌军死伤至少万余这世事垂了 传过将领 大百宴席 为两位将军庆功 骑兵成效 小姚一带访约世纪里的水面 已经扯敌勋察了一遍 我曹操容马半生 经历大小百余战 斩杀敌军多少都有过 此番敌军伤亡有多少 你尽管说 吓不到我曹操 徽兵成效 小姚一带好 便说此使题 酒量咱们射出去的鱼驾 都没架到极致 快穿廊中 老子的胳膊又断了 几颗命人赶赴江东 催促孙权 尽快将妹妹送去许昌 与我儿曹操王昏 不杀他流血 我曹操的名字倒着血 有他们什么区别吗 陛下 卡完了 都特么给老子管 任何人不得打扰朕 吓不到 启禀丞相 末将已命人彻底清点过 一共是三千多万只鲜 三千多万只 以目前天子所辖区域内的生产力 就算是日夜不停的打造 想要完成三千万只鱼剑的打造 至少需要两年的时间 可陛下竟然只用了一个晚上就做到了 清点出来了吗 一共有多少只剑 陛下 你终于忙完了 陛下 二哥代言清点过来 一共三千多万只 足够用了 什么是足够 做人怎么可以这么没追求呢 极客命人将甘草重新绑好 今晚继续 往后这几天 蔡茂和张雨没能睡上一个好觉 由于江面连续几天出现大雾 能见度极低 除了乱剑退敌外 似乎找不到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 如此几个回合下来 曹操整个人都陷入了崩溃狂躁之中 丞相请看这是什么 末将以为 自今夜起 刘蝎应该不会再来袭绕我襄阳水师驻地了 众达何出此言啊 为何会如此这般笃定 主公 接连几天 都有大量百叶星漂浮在江面 却唯独不见我军舍出去的遇见 末将以为 只有一种可能 主公别拍了 您的伤还没好 刘蝎这个兔崽子 不讲武德 弄了半天 是跑我这来进过来了 他刘蝎玩得一手漂亮的草船戒剑 难道我曹操就戒不得剑吗 主公若是效法 想必很难不被他刘蝎识破 到时若是刘蝎严令守军不放剑 主公岂不是要无功而返 哈哈哈哈 众达呀 你还年轻 能看破刘蝎的草船借鉴之计 已经实属不易 多读些兵书 家与时日 必是国之洞两 殊不知兵法有云 实则须知 须则实之 但刘蝎以为我曹操是效仿他草船借鉴之计 可我曹操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 赤壁之战前期 刘蝎派出了两千艘战船绑满草 利用七天的大雾天气 向曹老板借了一亿只语剑 曹老板得知竟然想一笔之道 玩世笔深 曹操要跟我玩这一套 那我就直接火焰火油伺候 陛下 我准备好了 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呀 出发 干嘛去 就是 什么时候去接剑呀 哎呀 我去 合着这个死丫头 打船战打上眼了这事 从曹操那里弄来的语剑 已经足够应付接下来的荆州之战 这大雾的天气 很快就要过去了 再说 这种计谋用多了 会露线的 启禀陛下 江面上突然出现大批敌军战船 由于大雾弥漫 无法看清具体数量 但从寒沙之声判断 至少有十万敌军来翻 哼 这个曹操竟然学会了东施笑评 即刻命人将军中所有火油 全部运到江边 陛下 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 传阵旨意 将所有语剑沾染火油之后 单见第一只穿云剑起 便将剩余火油 全部倒入江中 切记 任何人不得提前点燃火箭 以朕的第二只穿云剑为号 万箭齐发 咱们 一得 你的嗓门大 真命你去上前如此叫骂 放心吧老板 您就看好了 臭贼 贱贼 贱贼 恶贼 恶贼 吃肉肉 我是当吃肉肉 吃肉皮 我是当吃肉皮 臭贼 敢于我决度我 我是当性恥如 吃肉肉 吃肉皮 拉命来 臭贼 贱贼 恶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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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血小儿 只会虚张声势 我曹操自幼熟读兵书 深让用兵知道 当初在长板坡 这货就以穿云剑为号 如今又故技重施 我曹操岂是下大 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丞相不好了 流血小儿放的是火箭 丞相趁着此时 大火已经封锁疆 敌军无法出击 撤兵吧 我尼玛 这个兔崽子不按套路走 竟然在江上放火 传我将领撤兵 陛下 朝在撤兵了 想逃 门都没有 船指 命关羽 即刻率领我大汉王朝海军 追击 荆州之战 将会是震登机以来 最为惨烈的一场恶战 你留在军中 太过凶险 朕已经命人返回洛阳船指 正是册封 以为真妃 明日 朕派一千青骑兵 护送你回京都洛阳 陛下 秘密毕竟是入国剑籍之身 按大汉理智 不得策封为妃 秘密从没想过什么名分 只要能服侍陛下左右 就算是个婢女 秘密也心甘情愿 等你回到洛阳之后 就会知道 朕的暴君之名 可不是白来 在朕这里 什么理智 什么规矩 一律不好使 只要是朕决定的事 谁敢多嘴 砍了便是 哇 我的男人就是猛 阿玛娜 你好好看看这报纸上的内容 现在整个许都早就传得肺脾痒痒了 要我说 这一次你为曹皮贤之定得轻 可当真是草率了 一个射身的女子 怎么可以让其嫁如曹家 就算她是江东之主的妹妹 那也不行 我已经劝曹皮贤之 已经修书一封 命人送去退了回约 你懂个毛线 这女人呢 还是别人的相 来人将雪油推出去开了 丞相 宣赵孝直和子龙会诗心也的诏书 都送出去了吗 圣旨昨天一早便已发出 补出意外的话 陛下 好像是损丧想拦截圣驾 卧槽 看孙上香这阵势 是来找自己拼命的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香香 你怎么出现在这里 你做的好事 洛阳日报上的事情 在江东传的沸沸扬扬 你害得我被家族除名 这一次虽然从表面上看 是为了破坏曹操与江东联盟 可事实上 朕却另有私心 朕岂会眼睁睁的看着心爱的女子 嫁给旁人 现在老囊的清白都被你毁了 四处飘零 无家可归 你到底负不负责 你给个通快话吧 什么叫无家可归 朕在哪 哪就是家 你走之后 我哪天不是想你想的 睡不着吃不香 你说的都是真的 比真金还要真 走吧 跟朕到龙脸上说吧 早在数月之前 朕还在平定西川之时 便听闻 闻远 被南匈奴重创一次 如今 甘宁将军再一次 被南匈奴打成重伤 朕倒是很想知道 南匈奴的呼出拳 和刘豹麾下 难道还有比马超 更骁勇的战将不成 陛下 呼出拳麾下 确实有一员胡将 此人擅使一对双脊 身高九尺 力大无穷 一臣之剑 此人的战力 堪比昔日的吕布 以维远将军 和甘宁将军的战力 的确很难应对 此前 陈镇守长安之时 都是尽可能的守城避战 不过 陛下也不必太过担忧 以庞世元之才能 四周绝无大碍 身高九尺 力大无穷 还擅使一对双脊 难道是古之鳄来点围 两军阵前对战之时 陈的确听闻 匈奴兵起声高呼 其为为歌 莫非陛下知道 这点围是何人 难怪张辽和甘宁 都会遭到重创 原来是遇到了点围那家伙 即刻命人赶赴长安 传阵口谕给庞统 在阵平定荆州之前 只可坚守 不得出战 请陛下将赤兔宝马 暂戒关某一用 陈遂不才 愿千里奔袭 回云长安 将那点围战于两军阵前 一来一回 三天足矣 呃 关老二 别闹 如果单挑 你还真不一定能干得过点围 就算能干得过 老子也不能让你去 如若不胜 请斩我头 云长刚刚说什么 如若不胜 请斩我头 不是这句 上一句 请陛下将赤兔宝马 暂戒末将一用 武戒 云长速来稳重 陛下如此 恐怕云长都不知道 陛下为何说不尽 这个是陛下提前写好的圣旨 你看看吧 云长依照陛下旨意行事 不得有误 面关羽 亲帅一万亲戚兵 绕道南洋 袭扰曹操 后方粮草 真知做其赤兔宝马 赐予关羽 以决北道 心死 朕早在一个时辰之前 就已经将赤兔宝马 赐给了云长 云长此举 可是有拿朕开算的嫌疑 多谢陛下赏赐 臣必不负陛下所托 此番荆州之战 曹操兵败 必走华荣道 一个月之后 云长可引兵马南下 与华荣道设斧 倘若不能将曹操生擒回来 朕定斩不设 朕说过 要摘他曹操的荔枝 不把荔枝留下来 他休想活着回到许昌 陛下 晨夜观天象 三日之后 必有大雾迷江 届时会有西南风骤起 陛下所谋 万无一失 传令三军 三天之后入夜 所有水师战船全员出动 除新野守军之外 不留一兵一卒 满载硫磺与火油的战船 以绳索与后船首尾相连 但见前方火起 则立即斩断绳索 朕要让他曹军水寨 变成一片火海 陛下 大军一切准备就绪 传阵旨意 大军出征 今夜江面又起大雾 那流血向来狡猾 用兵更是不遵循常理 我自有熟读兵书 深让用兵知道 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 流血今夜必会趁大雾 再行草船借鉴的把戏 传令三军 即可进入战备状态 但由敌军来袭 不必请命 立刻以火箭退支 果然不出我所料 传我将令 三军立刻登船 带敌船靠近 以火箭启发 但见敌船火起 以菜茂为左翼 张元为右翼 从两次迂回包抄 切断流血大军退路 襄阳江派 便是他流血葬身之地 众达 此为一同前去渡战 流血小而不过如此 骑兵称笑 流血装妈霍油的展串 趁喜难逢走气 闯入了我卷水寨 现在我卷水寨 一井成了一片火海 快 传令三军 弃船登岸 都说他流血用兵 神鬼莫测 以我看 也不过如此 倘若那流血 在前方峡谷内 预先埋设一只伏兵 我等岂不是插翅南飞 我曹操虽然此战惨败 但要说到用兵 咱还真就没服过谁 我自有熟读兵书 深知用兵之道 叶银赃飞在此 曹操老二 还不速速下马投降 都说他流血用兵 神鬼莫测 以我看 也不过如此 曹操老二 赵云再次等候多时了 主公 咱能不笑了吗 别人笑一声 啥也不要 您笑一声 那可是真的要命呀 中达 你看这不是没事吗 云长 别来犹样 曹公 别来无恙 主公 关羽向来重情重义 这既是关羽的优点 同时也是他的致命弱点 主公要想活命 须当以昔日之恩义 将其道德绑架 另外还有一事 还望主公以大局为重 流血曾放出话来 扬言要成像的立之 主公 为了万事基业 请主公以大局为重 当舍则舍 倘若摘了我司马懿的立之 可以换主公全身而退的话 我司马懿绝无半分犹豫 曹公 下马受降吧 我关于以我的人格保证 天子绝对不会为难你的 云长 你忘了我们昔日的交情了吗 曹公 昔日争议 关某斩颜良朱文丑 解白马之为 早已报答过曹公 那么过五关斩六将的事 你也忘了吗 你杀了我那么多的守将 我却传令 让你过江不要为难你 罢了 我关于生平 从不欠人恶意 关某今日放丞相一条生路 从今以后 你我恩断已绝 只要曹公留下一对荔枝 自可安然离去 关于绝不阻拦 如若丞相不肯 那就莫怪关于刀下无情 话托神医侍奉陛下之意 专门来为摘取曹公立志而来 神医一处精湛 曹公大可放心 好我特么豁出去了 大不了以后不能人伦 丞相能以大局为重 能屈能伸 末将司马懿 拜扶 你就是司马懿 正是在下 陛下有旨 司马懿的一对荔枝也一定留下 华佗先生 这司马懿为何这般惨叫 老夫一时情急 忘了给司马懿使用麻菲萨了 赤壁之战 刘邪帅灵水军火烧曹操三十万大军 如历史上一样 曹操兵败必走华荣道 刘邪早就命关于在守在华荣道 只为了噶掉曹操的立志 没想到关于还有一个意外收获 竟然连带司马懿的立志也一并给他 周与小儿竟然趁我与曹操决战的功夫 趁机夺取了除长沙之外的京南三郡 传阵旨意 命甲徐引五千兵马留守将领 确保后方梁道畅通 其余所不 兵尽赤壁 陛下可是有一举平定江东旨意 请树臣直言 眼下四周危机尚未解除 绝非平定江东的最佳时机 还望陛下着眼天下 以大局为重 陛下 江东趁机占据京南四郡 吞并了江州全境 的确可恨 可眼下 四周战事吃紧 陈家许扣请陛下 切勿于那周瑜动怒才是 陛下只要将大军陈兵在江陵 京南四郡唾手可得 除了长沙太守 韩玄麾下的老将皇中之外 其他人皆不足为惧 两虽不才 但祝陛下从江东手中夺取京南四郡 彻底平定荆州 绝无问题 陛下就算不在意四周异余的得失 可远在京都洛阳的皇宫里 可是还有皇后和众位娘娘 陛下难道连他们的安危 也不顾及了吗 朕之所以决定屯兵赤壁 自然是有更深一层的考虑 陛下若是执意此时去江东 陈有一计 倒是可以稍稍起到诛心的效果 只是 有什么话但说无妨 陛下 陈听闻江东有二女 名唤大乔小乔 停停停停停停 贾许 你他瞄得是真的敢说 小乔也就罢了 那大乔可是孙策的正牌妇人 是孙上香十打十的亲嫂子 启禀陛下 就于率兵攻打长沙之时 被老江皇中一剑关穿新口 据说 与间距离心脏仅仅偏出半村 表示如此 却已伤及心脉 伤势集中 要说到下人诛心 我倒是有个好办法 朕与襄阳之战 一举击溃草草主力 眼下平定荆州 指日可待 朕想在赤壁建造一座铜雀台 朕还要在台上赴诗一首 折几尘沙铁未消 自将摩喜任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 铜雀春身锁二桥 传令下去 朕今晚上要吃饺子 陛下 今晚上的饺子好吃吗 味道不错 好吃 你就多吃一点 不然您这尊铜雀台上 如何锁得住二桥呢 对于大桥小桥 朕并没什么过多的想法 至于铜雀台和那首诗 不过是为了激怒周郎罢了 朕又岂会是那种 好色的昏君 哼 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你也不掂量掂量 自己那个大妖子 几斤几两 也不怕累死 虽说眼下朕的后宫妃嫔 也有好几个 可你也知道 那都是跟妹子你一样 都是被朕帅气的 外表征服的女人 没办法 谁让朕这般优秀呢 有的时候这也是很无奈啊 能者多劳啊 那臣妾先回行宫 沐浴梳妆 今晚与陛下大战三百回合 可好 能者多劳不假 可你也不能把老子 当成生产队的驴吧 起走陛下 关将军自华用刀归来 真要的东西 云场可带回来了 请陛下过目 这怎么有四颗荔枝 莫非曹操天生异象 长了四颗荔枝 陛下恕翠 曹操麾下有意人名患司马懿 华容道堵戒之时 此人曾力选曹操 舍去荔枝保全将士性命 言辞甚是不屑 陈毅是震怒 便索性将他的荔枝也一并摘了 好家伙 云场干得漂亮 赞给你点赞 只是 为何这对荔枝 似乎有点血腥呀 陛下 离行之前 您只说要摘曹操的荔枝 没说还要加班 所以老陈只带了一份麻醉伞 故而这般 要怪也只能怪那司马懿的哀嚎声 太过惨烈 老夫下刀 稍稍偏了那么一丢丢 烧带了几寸肉下来 我去 听你这么说 隔着屏幕都感觉疼 船只 看了此视频不点赞 由华佗先生亲自操刀 摘取荔枝 华神医 您老下手可真狠 国府第一辅助 非你莫属 他日班师回朝 朕一定下旨给你打一副经典 多谢陛下 起走陛下 刚刚接到汤马来报 那就于听闻陛下与同学台夫十一手之后 当场怒气攻心 连喷了三口鲜血 险些名伤当场 昨天夜里刚刚抢救过来 今日一早 周瑜不顾中将的全组 只一点兵出征 扬言要与陛下决一实战 此番周瑜出动了该海号战船 距离吃壁 以不足百力 周瑜果然是个小心眼 真不过就是急性赋试一手 刻在了同学台上 就这也能将周瑜气得吐血 江东水师 绝非荆州菜茂 张允之辈可比 周瑜竟然出动了盖海号战船 显然是来拼命的 陛下 陈有锦囊妙计一条 可不费一兵一卒 助陛下夺取武陵 衡扬两郡 孝旨所记若成 那量这份锦囊 可助陛下巧夺相东 直取零零 贵阳两郡 眼下法政和诸葛亮 一人献上一份锦囊妙计 仿佛就像是提前商量好了一般 唯独把长沙郡给单独撇了出来 长沙郡你们不去 朕便钦点一人去 子龙 朕调拨一万兵马给你 依照锦囊内所写之际行事 不得有误 赵云遵旨 朕前番 以命云长都督 荆州诸军事 如今长沙郡 算得上是一块硬骨头 朕只给你五千兵马 云长 可敢前去夺取长沙 五千兵马足矣 陈定战黄中首席 献与陛下 义德 朕也调拨一万兵马给你 依照锦囊内所写之际行事 只是有一点你要切记 即刻引兵退回赤壁 不可插手长沙战士 陛下听这战鼓之声 江东水师距离赤壁 应该不足十里了 时机刚刚好 船等候请陛下降令 夺取京南所部 一级行事 即刻出征 其余将士 立即登船迎战 赤壁之战 刘邪打败了曹操三十万大军 没想到周瑜这小子 竟然趁机攻占了京南三军 沈柯忍书不能忍 为了震慑江东 刘邪不听诸葛亮与家 假许的劝谦 执意要和周瑜开战 只为了得到江东二桥 别怪老郎没提醒你 周瑜常年统帅水师战船 水战从未有过败绩 你可别太轻敌 怎么 你是怕朕打不过他周瑜 你想多了 我只是觉得吧 现在的浆水肯定不太好喝 香香 今日我就让你看看 朕不光某方面厉害 传令下去 左右两翼立刻发起冲锋 诸葛连弩 全面反击 大都督小心 黄老将军 快 快给黄老将军疗伤 大都督 敌军的语剑 似乎与寻常的语剑 有所不碰 而且 从敌军乱剑齐发的 剑隔时间来看 敌军所用的弓弩 必定是有所改良 还望大都督传令三军 多加防备 刚刚敌军那一波反击 我军伤亡惨重啊 老将军 所言有理 可越是这样 本都督才越不能让那流邪 活着逃回赤壁 只要将那天子战船 分割包围 他流邪便是插翅 也难飞 不好 这么久了都没有见到盖海号 周瑜这小子 不会是绕后了吧 孝直 快传令两翼 立刻停止追击 向阵靠拢 大都督优令 祸着流泻 大都督优令 活着流泻小人 大都督优令 祸着流泻 坏了 战场被分割了 这下可他们操蛋了 周瑜这孙子果然有点东西 不惜牺牲数万江东将士的性命 以达到其分割战场 陛下 左右两翼已被敌军 不惜代价死死缠住 恐怕短时间内无法回原 敌军尚未形成合围 陈寇请陛下立刻乘小舟 趁乱突围 陈留守铁锤号 吸引敌军主力 可保陛下全身而退 只要陛下安全返回赤壁 此战我军依旧占据绝对的优势 倘若陛下有何闪失 那臣便是万死之罪啊 三军将士都在浴血奋战 朕绝不会后退半步 铁锤号上 载有三千将士 每人手中配有一架诸葛连弩 朕从曹操那里借来的羽箭 不计其数 此战不必给朕节省 从此刻起 凡有敌船靠近百米之内 就给朕乱箭启发 直到射完最后一支羽箭为止 只要拖延片刻 丞相自会回原救驾 臣遵旨 妹子 朕可是不太会游泳 除了狗袍能勉强拖腾出去几米之外 其他的一概不会 铁锤号要是失手 你可别只顾着自己逃命 朕也觉得 现在的江水 应该不太好喝 我也不会游泳 能跟你死在一起 此生足矣 不过 现在的局面 似乎比起那个时候 当阳桥畔的密林 至少要强上百倍吧 小丫头骗子 心态倒是不错 等打赢了周瑜 朕就罚你士气 流血小儿 你已被本都督团团包围 渐进两绝 还不快速速投降 周瑜 除了朕这艘铁锤号 被你围困之外 其余战场 以江东水师一败涂地 为了将朕的战船分割出来 你当真是不惜代价 有一点 朕不得不夸赞你一番 这波绕后分割战场 的确是朕没有预料到 本都督念在你昔日 也是我大汉天子 周瑜身为汉尘 不忍加害 只要你肯应允本都督三个条件 等都督立刻撤去重围 放你回归洛阳 说来清醒 朕倒是很想知道 你周瑜会提出什么样的条件 第一 以天子的身份下诏 焚烧铜雀台 并以此昭告天下 向本都督赔礼道歉 第二 即刻昭告天下 将荆州全境化归我主孙权 第三 以周除汉中之外 全部交由江东管辖 如此三条 对于陛下来说应当不难 当然 这一切都建立在陛下 要先向本都督投降的前提之下 喂 臭不要脸 传阵旨意 全速冲击 给朕撞翻他的盖海号 五草 真壮哑 这个小皇帝的脾气 也太火爆了吧 身为天子 他难道就不怕死吗 周瑜 你是不要个逼脸了 开口跟朕要荆州全境 还不知廉耻的 想要一周部分降雨 你以为你周瑜是谁 在江东 你或许是个都督 可在朕的眼里 你连个屁都不是 要不是看在你媳妇小乔的面子上 就凭你 也配跟朕讲条件 让朕焚烧铜雀台 足以见得你为人没什么自信 以朕不可能答应的条件声称 要撤去众围 放朕离去 足以见得你为人极其虚伪 朕不过就是在铜雀台上 赴师一手 你就不顾三军将士的性命出兵征讨 足以见得你这个家伙 心胸狭斩 难成大事 刘邪 我是沙儒 今日你生死之后 我必要轻率大军北上 踏平洛阳 你所重用的臣子 进阶千刀万剐 你所钟爱的后妃 一律贬为剑奴任人凌辱 有种 你就再撞一次 两船净毁大不了 同归于境 等都督就算拼上性命 也要让你葬身子弟 传我将令 全面发起进攻 生死不论 啊 大都督向了英明 交业为一局 心胸狭斩 今日竟然会做出如此糊涂的事 你以为朕不敢 给我撞上去 陛下不能再撞 臣等死不足惜 可陛下身系天下安危 孝直放心 给朕撞上去 用自己的铁锤号 换掉周瑜手里的盖海号 江东水尸 则在无底牌可言 而自己手里 至少还有一艘飞云号 也足以碾压江东水尸 看来还是我的铁锤号比较结实 医生 你看我们抓到了谁 啥情况 是他自己爬上我们的单船的 周瑜大都督 您这出场的方式挺别致呀 大都督 您没事吧 大都督 既然落入你的手里 要杀便杀 今日我虽然身死 但你也休想全身而退 周瑜 你都被摔成这个熊样了 嘴还挺硬 传我将令 由城堡老将军 暂带大都督一职 一体截至江东水尸 敌军战船已然受损 无法航行 不必管我 立刻发起攻击 哼 想用我的性命做妖邪 你他们做梦 公锦娜 你这个人心眼还是太小 心胸狭窄 不够豁达 朕有一言 而等布防听完之后 再打也不迟 周瑜刚刚说 不必顾及他的生死 下令绕而等发起攻击 你们不妨想一想 周瑜要是死了 你们就算杀了朕 难道回到江东 就能有活路吗 就算真的能杀了他流血 功臣必定是他壮烈身死的主攻击 而自己 不但要背负战败的罪责 更要背负逼死主帅的罪责 更何况 周瑜对于江东来说 那就是顶梁柱 周瑜能活 江东便还有卷土重来的一天 可如果周瑜死了 江东则从此再无夺取天下的可能 朕以天子的身份保证 尔等若是就此停手 朕绝不杀他周瑜 倘若你们继续进攻 周瑜小儿必死无疑 我说过了 宁可与你同归于尽 蔡茂张允听令 尔等乃荆州降降 此时不为主攻立下盖世功勋 等待何时 周瑜 朕不过就是在童阙台上赴施一手 调侃了几句大桥小桥 说到底 朕也不过就是口嗨一下 你这获至于非诱跟朕死磕到底吗 气性这么大 你就不怕把自己给气死了 铸造铜雀台窝可疑人 出言轻薄二小窝也可疑人 但你散播谣言 说我周瑜心胸狭窄小心眼 这绝对不可忍 我生平最恨旁人如此诽谤于我 此乃我周瑜之逆灵 处之必死 玉石俱焚 何必呢 罢了 你不怕死 可朕还不想死 朕乃天子 万金之躯 犯不着跟你玉石俱焚 你赢了 你先前所提的三个条件 朕硬了就是 马上让他们停止进攻 朕即刻便曹你诏书 全军听令 停止进攻 陛下既然已经应语了 我先前所提的三个条件 足以见得陛下是诚心做出退让 周瑜代我主孙权 多谢陛下圣恩 既然陛下对大乔小乔有意 那我便建议一次 替我主孙权应了陛下旨意 不日便将大乔小乔 送王洛阳献给陛下 小乔 不是你周公锦的夫人吗 你说尽献给朕就尽献给朕 也不问问他们是否愿意 小乔是我妾室 那大乔 乃以顾博扶兄之一双 能被陛下重义 已是他们二人的福分 无需问他们是否愿意 这点小事 我还做得了主 这是本都督写的尽献书 陛下请过目 周瑜这孙子 为了所谓的王徒霸业 连自己的女人也舍得尽献 不过啊 有了这份尽献书 你周瑜可真就成了 赔了夫人又折兵了 陛下 你这是几个意思 难道是想出尔反尔不成 朕刚刚说过什么 又做过什么 朕就是出尔反尔 你能耐我何 看看你那没文化的样子 记得这叫缓兵之计 公姐 你看那是什么 你的援兵到了又怎样 眼下本都督上 有数十艘战船近在迟迟 兵马足有两万之多 在你援军抵达之前 足以拿下这艘铁锤号 以你的性命要挟 我就不信他诸葛村夫能不就范 大不了 大家同归于尽 周瑜大都督 你转过身再看看 搞清楚了局势再放狠话 也不迟啊 眼前的一幕 顿时令周瑜连土三口鲜血 原本由蔡茂和张云所顾 负责围困的东西两侧 此时早已没有了一艘战船的踪影 大都督快跳下来 留得青山再不愁没柴烧 今日兵败之主 日后可再找机会 报仇血恨 还望大都督以大局为重 周瑜赤壁惨败 有何面目去见主公 唯有一死相主公谢罪 周瑜死不足惜 成老将军 快快率领将士们逃命去吧 为了活命 人的潜能果然是无限大 这么高 他也是真的赶跳 就这样放了他 有点不太像你的风格 一个将死之人罢了 朕又何必背负仇恨呢 流邪与江东决战于赤饼 周瑜不小心被流邪生起 一手诈详寄给周瑜坑得明明白白 一代名将周瑜 闭口闷气没上来 直接气死了 而流血只用了一击 便搞错了周瑜的名声 周瑜 你怎么可以如此坑我 你怎么对得起兄长的林中脱孤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成仆老将军 你当时就在现场 将事情经过详细讲一遍 启禀主公 想那周公警当年随伯府将军定顶江东基业 是何等的英雄 不曾想竟然会是个贪生怕死之辈 倘若他周公警当真不惧生死 下定却心与那流血浴室巨分 此番持臂之斩 就算我军水师全军覆没 那也是值得的 可如今 周瑜 你折损了我江东十万水师 你让我拿什么开拓江东基业 主公 大都督绝不是贪生怕死之人 此番定是中了那流血小儿的奸计 大都督为我江东基业立下汗马功劳 如今既已身死 还望主公给他一份死后哀容 主公 大都督在江东军民心中威望颇高 通地之事若是传扬出去 只怕会令我江东基业毁于一旦 以我之见 此事不妨就此翻过去 不必再提 周瑜是小 伯府将军的仪式英明 不可被其所毁言 兄长孙策 一生使人用人堪称英明盖世 此事若是宣扬出去 岂不是说明兄长瞎了眼睛 罢了 传令下去 江东全境挂校 与柴桑口为大都督发丧 明吕蒙即任大都督一指 即刻屯兵入口 以防流血趁机南下 启禀主公 流血以大汉天子的身份 于赤壁发来诏说 孙权地县大桥小桥 镇心甚位 特此加封孙权为镇南将军 领扬周牧 甲捷 都督江东诸军士 刺绝吴侯 令特指 大桥小桥指导即行 不得有误 否则 朕将亲率二十万损失 杨帆南下 与将军会列于吴 流血小儿 其我太甚 江东本就是 家雄浴血奋战打下的基业 他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天子 有何资格指手画脚 再说 我何时说过 要将大桥小桥 尽献于他 主公 这是周瑜大都督 亲笔所写的尽献书 还是以主公您的名义写的 啊 主公 既然有大都督 亲笔所写的尽献书 以流血的手段 断然已经将此书临摹 眼下江东赤壁心白 实在是无力再用兵 若是惹怒了流血 致使其回师南下 没有了江东水师抵挡 只怕他流血的水师将会如入无人之境 纵使主公退守无决 可伯父将军浴血奋战打下的江东基业 也将毁于一旦 为了江东 还望主公三思 这个狗皇帝 早晚得死在女人的肚皮上 他既然已经逃债上门 我江东自然不会抵赖 即可命人将大桥小桥从柴桑送至江下 绕行汝南送往京都洛阳 陛下刚刚接到探马来报 果然不出陛下所料 孙权的确没把大桥小桥 直接送往赤壁 而是绕行豫州 送去了京都洛阳 朕早就料到孙权会如此行事 对了 袭取京南四郡的三陆大军 可有消息传回来 恨等恭喜陛下 平定荆州全禁 云长于今日一早命人传回消息 那魏阳果然如陛下所料 诛杀了长沙太守韩玄 开城归祥 子龙和义德 此时已在江陵城攻营圣驾 云长此时应该也在前往江陵的路上 很好 传指 朕要去烫江陵 诸葛丞相随朕一起前往 谈遵旨 陛下 关于此番夺取长沙 正是被炎将军斩杀了那韩玄 打开城门归墙 这才及时将黄老将军 从韩玄的刀下救了下来 长沙一战 关于苑江投工让与魏严 魏严此人就是一把双刃剑 驾驭得好 他便是一把杀人的力气 驾驭不好 那绝对是惹祸得住 嗯 啊 城下你得帮我演一场戏 震慑一下此人 陛下放心 此事就交给我 来人将魏严推出去 斩了 陛下 城下 此番若不是魏严将军 及时斩杀了韩玄 莫说长沙郡不会轻易夺取 就连黄老将军也会惨遭韩玄毒手 臣临行之嫌 陛下曾再三严令 不得伤及黄老将军 如今长沙平定 黄老将军承进来降 皆是魏严之功 倘若将其斩杀 恐怕军心不定了 如果一定要斩魏严 还请丞相明示其罪 呃 丞相 我魏严和罪之友 还望丞相明示 呃 陛下 陛下 不是吧陛下 可不带这样亨人的 魏严 你身为部将 斩杀主帅是为部中 献其诚持事为不义 此等部中不义之人 何以能忠于陛下 我观此人 脑后长有反骨 其酒后必生反叛之心 尽早斩之 以绝后患 呃 丞相素来善于识人 绝不会看错一人 朕早在败相之初 便赐予丞相斩杀 三公九卿以下官员 不必请止的特权 杀你一个魏严 本就不必向朕请示 朕对孔明绝对信任 他下的命令 朕无条件的支持 就算我大汉江山生死存亡 朕也绝无半分犹豫 陈本不一 功耕于南阳 承蒙陛下之欲之恩 承甘脑徒弟 难报万一 老子是不是有点眼过头了 本来是要给魏严一个甜枣 反倒是让诸葛亮给抢去吃了 丞相请起 朕向来爱惜将才 你魏严虽有不安之心 但朕想给你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希望你不要让朕失望 丞相朕有爱惜将才之心 暂且留他魏严一命 观其表现 既然陛下有爱才之心 也算是你命不该绝 日后在陛下麾下听命 还需谨记忠心二字 倘若敢有一心 我好歹取你性命 陛下再生之恩 魏严万死难报 沉日后必将诸于陛下 绝无二心 传朕旨意 加封黄忠为后将军 领长沙太守 刺绝刚永侯 加封魏严为镇远将军 领将灵县令 赐绝阳亭侯 多谢陛下 都起来吧 如今 荆州与江东已经平定 也该回四周收拾男兄奴了 传旨 十日后 百嫁回宫 三国第一美女貂蝉 为何沦落街头卖身脏腹 究竟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沦丧 几年前 汉县帝趁董卓不被砍下了他的脑袋 为了安抚吕布 刘邪将十六岁的貂蝉送给了吕布 就在半年之前 四周百姓恨不得施辱肉 就连吕布魏过门的小妾貂蝉 也受到波及 无奈之下 也只能做出卖身脏腹的行为 以此来安葬王与王司徒 誓言最近很是关心朕的身体 一天一份问安的奏报 朕回归京都已经三个多月了 估计再不出兵息争 誓言问安的奏报 都能把朕的龙案摆满 自从陛下回京这三个多月以来 西梁马超和南匈奴互出全所部 进阶有所收敛 马超所部已主动退守陈仓 南匈奴也进阶退至安定一带 大有北归的迹象 南匈奴若是退兵 马超也必然会就此退回西梁 一臣之剑不如暂缓西征 待南匈奴大军北归之后 陛下再行西征梁州 对于我军才最为有利 还望陛下三思 丞相既然知道南匈奴不久便会退兵 那就更应该知道 朕怎么可能轻易放他们北归 呼出全亲率大军围困了四周一年多 也是时候该让这些匈奴人留下点什么了 否则朕这个暴君的名号 岂不是白叫了 传指 加封张飞为征北将军 法证为军师 魏延为先锋 即刻点兵五万北上 以延安郡为中心 向西秘密携差 切断南匈奴呼出全所部北归之路 同时侧应黄中所部 此番北陆军有法证一体节制 若是让他呼出全跑了 朕绝不轻饶 传遵旨 传指 子龙 朕要出功散心 那里发生了何事 子龙 随本公子前去看看 原来是个女孩子 卖身脏腹 你抬起头来 让本公子看看 卧槽 这张绝美丁艳的脸蛋 无以倾倒众生 可就是这样一个 有着绝世容颜的女孩 跪在闹市区卖身脏腹 竟然没人买 你需要多少钱 什么情况 至于这么仇恨我吗 咱可是建议勇为雪中送炭 这可跟垂涎美色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瞅瞅你们一个个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把老子当成什么人了 C大给他出现 我第一个不放过他 还有我 我也绝不放过他 这种人就应该沦落到这样的下朝 眼前这个女孩 看上去也不过就是十七八岁的样子 到底是犯了什么事 才会沦落到被世人孤立的地步呢 告诉我 你需要多少钱 不必在乎旁人 你尽管说便是 十两黄金 十两黄金 绝对不是个小数目 如果这些钱 都用来给身后这个老者 料理身后时的话 当真算得上是风光大葬了 家父生钱也曾是卫裂三宫之人 如今病故 我只想让他走得体面一些 公子若是英语 我愿为奴为婢 侍奉公子一生 曾经卫裂三宫 难道是王云 王司徒 那这个祸国殃民的女孩 就是貂蝉了 被自己罢官免职的王云 不管怎么说 也不会沦落到如此凄凉的地步呀 此女寺盼奖 女部为果门的旗血 女部那个狗猎 神授陛下大恩 却不似报效天子 趁着陛下 拼定习传指示 其并反叛 殊此为及我死主 先写将党警 典子信哭文故地 抄举葬送 更似令我死主 在其斩活 似性假怒 人人得主旨 陛下经济会时 罗样指示 律部竟然因病难下 将陛下 督戒在了党样一带 兴得党警 典子血战唱班婆 将律部那个勾罪 以拘斩啥 可那一战 也令陛下神兽重伤 北困党样翘 先写被草草所害 这一切 都是律部一手造成的 凡是跟律部有关系的人 我们却不顾惜 当初 朕为了暂时稳固局势 是自己亲口下旨 将貂蝉送给了吕布 说起来 貂蝉会沦落至此 朕也有责任呀 这是十两黄金 你拿去将老者好生安葬吧 刚才我们说话 你当时开玩笑了吗 兄弟们揍他 别别别别别 子龙 你没事吧 这点伤不算什么 臣没能保护好陛下 害得陛下也受了些伤 还请陛下恕罪 陛下不准臣伤及百姓 臣投鼠忌器 实在是无法护得陛下周全 不知者不罪 他们又不知道朕的身份 抱着一掐爱国之心 对叛将吕布恨之入骨 朕没有什么理由责罚百姓 朕有的时候 虽然手段很辣 但对待寻常百姓 还真是有点下不去手 对了 安排人帮貂蝉 将王允的后事办了 朕也没想到 王允被罢官之后 竟会沦落到如此凄凉的地步 传指京都 就追封王允为司徒吧 历史上的王允 最终死无葬身之地 相比之下 这样的结局 似乎还算是好的 传指 明日一早 三军于城外五里集结 大军开拔五丈远 陈遵旨 陈旁同 恭迎陛下 万岁万万岁 爱卿 你整容了 此五谷道路崎岖难行 且遍地经济 陈瓜伤过几次 并无大碍 相比之下 倒是甘宁将军 留下的伤疤更多一些 陛下若是觉得 陈毁了戎 待平定梁州之后 给陈个投工可好 想要投工 自然不难 先驻镇 平定了梁州再说 陛下此番只带了 三万兵马 御驾亲征的消息 陈已经暗中 命人散播了出去 马超和呼出权 得到消息之后 果然合兵一处 掉头合围安定 陈已命甘宁 和张辽率领大军 增援镇守在 安定的县阵营所部 徐荣将军引所部一万兵马 此时就镇守在陈仓 听后陛下调遣 是先要人头 还是先要梁州 全凭陛下决断 总算是梅白 跟着朕平定西川 还是誓员更了解朕的脾气 只是这一次 人头和梁州 朕全要 命人八百里加急 传旨斗帽 即刻率领低族兵马 从街亭北上 夺取陋西四郡 陈遵旨 陛下 有一点 臣不得不提醒你 那马超 虽然谋略不足 可却是骁勇非凡 胡出拳 麾下有一员虎将 名幻点位 此人擅使一对双击 力大无穷 无人能及 丹宁与其对阵 不到十个回合 便被其打成重伤 险些丧命 如果单打独斗的话 恐怕子龙都不见得 能讨到什么便宜 陈几次射击对敌 几乎都是被这两人 以强悍的战力 撕开缺口 这二人的骁勇 陛下要有所顾忌才是 嗯 子龙打他马超 肯定是没问题 倒是那个点位 的确是有几分棘手 管不了那么多了 能不能打得过 那都是后话 纤维起来再说 军情紧急 就不再武藏员休整了 即刻传令三军 火速增援安定 命续荣引兵直插金城 切断马超锁不退路 臣 遵致 子龙 你这是怎么回事 被谁打成了这个样子 赵云拜见军师 都是些皮外伤 无碍 这天下间 能伤到子龙的人 屈指可手 而能将子龙打得鼻青脸肿的 恐怕除了陛下 也就只有女人了 嗯 陛下左侧脸颊 似乎也隐隐有些红肿 这是什么个情况 你这个八卦男 还不快去传令 一误了战机 这会让你知道什么 才是真正的整容 臣这就去 陛下 有一件事 臣以为应该向您回禀 有什么话就说 吞吞吐吐 成何体统 臣派去处理 王司徒后世的兵丁 已经归队 这点小事 还需要跟这回禀一下吗 貂蟬跟着归队的兵丁 也到了五丈远 此时就在军营外几百米处 搞什么鬼 这可是在打仗 既然来了 就先带下去安顿好 你敢相信 大汉天子竟然被老百姓给打了 只因流血送给了貂蟬十两黄金 百姓因痛恨叛徒吕布 为过门的小妾貂蟬 因此也受到了过急 流血不忍心 昔日的朝廷重臣暴示荒语 特下指风光大藏貂蟬的养父王允 没想到貂蟬为了一句 卖身脏妇的承诺 竟然追到了五丈远 说什么也不愿意离开流血 流血还能怎么办呢 你既然已经知道了朕的身份 那也自然应该知道 朕后葬王允 是念及其对江山社稷 还算有几分苦劳 朕已经发了明指 不再追究屡部关联之人 大战在即 安定一带都会有所波及 朕已将城中百姓全部牵制 城南暂壁 你若无处可去 朕可以命人将你送回洛阳安治 不管陛下厚葬家父是何原因 貂蟬卖身脏腹 即使陛下厚葬了家父 貂蟬自当为母为必侍奉陛下 况且当日若不是陛下挡在身前 恐怕貂蟬也早已被打死 陛下之恩 貂蟬无以为报 你与吕布的婚约 也是朕下的旨意 吕布反叛 致使四周再起战火 百姓恨之入骨 你与他有婚约在身 这才牵连到了你身上 说起来 朕也难辞其咎 你与朕之间就算扯平了吧 陛下赐婚 本是圣恩 吕布郎子野心 反叛陛下 忠实咎由自取 就算不是貂蟬 也会是旁人被其所牵连 貂蟬从未因此嫉恨过陛下 家父养育之恩 貂蟬已报 陛下之恩 貂蟬为母为婢 心甘情愿 望陛下成全 这个貂蟬还赖上我了 既如此 这个干媳妇我就收下了 奉仙 你也可以安息了 好了 你起来吧 这可是你自己要留下来的 以后再想走 应该是没什么可能了 有一件事 朕早提前告诉你 朕可不是什么好人 不过呢 有朕在 什么都不用怕 谢陛下成全 陛下 朕将对阵典威 接连战败 还望陛下恕罪 只是那典威 实在是太过凶悍 他手中那对双击 一击之下 足有万斤之力 陛下 典威虽有蛮力 但也并非不可敌 陛下 明日请让臣来出战典威 好 明日一战 子龙切勿恋战 若是感觉不敌 不必等到明金 可自行退阵 流邪 你就等死吧你 这一次老子一定要将你生情 让你也尝一尝 被阉割的滋味 这不是刘公公吗 怎么看着骚礼骚气的 去吧 憨货 把那个骑红马的给老娘活捉了 回头我奖励你一百斤馒头 你是何人 报上姓名 我乃冠军侯赵子龙事业 你让开吧 俺要活捉那个骑红马的 拿他来换一百斤馒头 狂徒 天下英雄闻我名 无不闻风丧胆 看我如何拿你 陛下 点围与赵云已经打了两百多个回合不分胜负 如此下去 两壶相斗必有一伤呀 点围这次老子要了 传我将令 明金收兵 俺根本就没吃饱 这个人比之前的那些力还太多了 得给俺加饭 要不然就不打了 吃吃吃 你就知道吃 陛下 那点围根本不懂什么武艺 就是胡乱挥动双脊 没什么技术含量 左右不过就是那几招 但是此人力量惊人 被他那双脊击中 寻常之人非死即伤 再打上几个回合 陈定能拿下点围 冠军侯的勇武 世人皆知 我已经有了收服点围的计策 传令下去 多准备馒头与大肘子 明日朕要亲自上阵 陛下 您身系天下安危 若是陛下有何闪失 臣等唯有一死 追随陛下 荆州久无战时 临行前 云长再三恳请 朕将赤兔马暂时待在身前 赤兔宝马的速度 想必你们都清楚 如果真的有何变故 朕全身而退 肯定没啥问题 点围 有一件事朕很想知道 为什么留抱这种货色 也值得你为其上阵拼命呢 当然是为了吃饭呀 每次上阵之前 他们都会给我一个肘子 加五十个馒头 打赢了还能加饭 活着不就是为了吃饭吗 点围 你归顺于朕吧 朕已经准备好了热馒头和大肘子 你随时想吃随时吃 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如何呀 你若是能让俺吃饱 俺就归顺于你 你放心 朕乃天子一言九鼎 不好了 大蚕鱼点围引漏反向 那留邪小儿极为擅长收买人心 以点围的心智 绝对难以招架 你我邻军立刻发起冲锋 并能将留邪斩于阵中 只要他留邪一死 敌军必然方寸大乱 届时你我便可乘胜挥师东进 指导洛阳则大事可乘以 蒙起说的有道理 勇士们成就大业就在眼前 斩杀留邪者上 牛羊一千匹 十个花姑娘给我冲 全军出击 保护陛下 世元 城外战事如何了 陛下 南兄奴所部 已被我军从三个方向 合围在了天水郡以东 由于高顺所部线阵营 冲锋过于迅猛 此时战场已被切割成东西两侧 西侧一路敌军 几乎全被子龙围困在了天水郡 而东侧一路敌军 从渔民手里抢夺大量船只 沿洛水一路向北逃窜 陈以命张辽和高顺停止追击 收拢大军向天水一带集结 到目前为止 尚未接到马超所部去向 呼出拳呢 别跟朕说让他跑了 开战之前 朕可是在三严令 必须将其活捉 若是哪一路疏漏 让他逃了出去 朕绝不轻饶 陛下那呼出全得知马超引兵逃窜之后 自知被马超推出来做了挡箭牌 一时震怒从马背上栽落 恰在此时 我军冲杀而至 战场顿时一片大乱 呼出拳没能及时从地上爬起来 被乱军踩踏致死 将士们打扫战场之时 方才发现其尸首 早已被踩踏的惨不忍睹 未能将其生擒 还望陛下息怒 这种死法真是便宜他了 传指牺牲各部 南兄奴残于兵马 凡愿投降者 可免一死 遣返故地 一再反抗 则格杀勿论 传令皇中 将南兄奴所辖之地 划分为六部 由各部首领任都尉 由朝廷任命司马协力 将旨意初稿拟定 发往洛阳 交由丞相细化 认知深意 丞相一看便知 马超虽然做人有点狗 也不得不承认 这货还是有几分胆识和谋略 传令西征各路兵马 即刻向历程集结 所有通往梁州的道路 已经全部被阵切断 马超 你插翅难逃了 你敢相信 大汉天子流血 竟然给韩岁写了一封情书 金风玉露一相逢 便胜却人间无数 两情若是九长使 又起在朝朝暮暮 啊 陛下 大喜啊 陛下 臣等恭贺陛下 万岁万万岁 啊 今日一早接到皇后娘娘 从洛阳发来的八百里 加急奏报 闻招贵妃 香贵妃 真贵妃 三位娘娘 接线喜脉 我大汉数百年来 从未有过此等大喜 臣等再次恭贺陛下 真要当爹了 还是直接一起来了三个 传旨昭告天下 普天同庆 现有平定之地 大赦天下 除十恶之罪者 酌情减刑 于新税法令基础上 将今年农业赋税再次减半 其他各行各业赋税 命成向酌情而定 眼下政治平定梁州之计 君忠不宜大庆 就将此番习征 将是本岁的军饷 双倍发放吧 所有在次官员 本岁奉禄一并双倍发放 臣等谢陛下龙恩 你们也不必如此激动 日后 这种大喜的事还多得很 什么时候七喜同来 那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即使今天一早就收到了皇后发来的急报 为何到了现在才来回禀镇 陛下一早刚一接到急报 臣便立刻赶来面圣 可那时陛下尚未睡醒 典为一直守在行营外 不允许任何人打扰陛下休息 说是陛下有旨 不是紧急军情 一律押后回禀 臣等也曾试图将陛下叫醒 可陛下 你也知道典为守在行营外 我军之中 估计没有人能进得了行营五米之内 陛下昨天夜里宣召貂蝉入行宫 亲口告诉我 只要不是紧急军情 一律押后处置 不准任何人来打扰 更是让我退到行营十米之外镇守 俺可是全按陛下之一座的 听到行营之中有啪啪啪打斗的声音 俺都没敢靠近 说的什么虎狼之词 自己昨天夜里不过就是感觉后背好像是有些受风 一阵酸疼难以入睡 于是便让貂蝉来给自己按了按 拍了拍 陛下不用解释 懂得都懂 还有什么要紧事 一并回禀了吧 陛下 昨夜接到探马来报 许昌那位少帝 以大汉正统天子的身份正式下诏 进封曹操为魏王 袁绍与袁树同时派遣了使者 赶赴许昌败赫 孙权正式接受了少帝册封 受绝吴侯 领兵周牧 都督江东诸军事 所用称谓皆是臣子之言 最近几个月 荆州临近的几个州 可有什么大的军队调动 不管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 都给朕调出来 立刻送到行营 传令重将 行营议事 四个月前 袁树将原本驻扎在一阳的五万兵马 调集到汝南一带不防 四个月前 孙权命吕蒙将原本镇守在路口一带的水师 全部调往柴桑 不过两个月前 孙权已经下令 由陆迅接替吕蒙 任江东兵马大都督 而吕蒙则是继续留在军中 只是偏居点军校为一职 从江东的兵马调动来看 孙权怕是动了习取荆州的心思 陛下受命于天 刘氏皇权启荣曹操这等藐视 臣以为不但要将曹操的狼子野心昭搞天下 甚至与其联盟的袁绍 袁树 孙权之辈 陛下同样要发明指席文 诸讨其罪 你说袁绍 袁树 孙权 都与曹操联盟了 陛下 曹操晋升魏王 袁氏兄弟和孙权便派人赶赴许昌恭贺 联盟之事 这不是显而易见吗 教职 朕现在命你暂待荆州军区军师一职 寿林基专断之权 即刻动身赶赴荆州 朕料定孙权和袁树 已然动了习取荆州的心思 你到了荆州之后 要格外注意 屯兵在柴桑的吕蒙所不动向 如遇突然状况 你可酌情应对 不必另行轻职 只是有一点虚切记 若是突发什么意想不到的状况 哪怕是荆州不保 但你和云长必须保证全身而退 恩尊之 曹老板竟然会沦落到与袁绍结盟 这还真是让人意想不到 曹操 你这样可就有点堕落了 启州陛下 刚刚接到前方他马船来进击军情 失去总计输入的马超索布 突然出现在历城以南 距离我军大营仅不足百里 不足百里的距离 对于马超的轻疾兵来说 那就是一个冲锋的事 陛下为了切断马超回归梁州的路线 兵力尤为分散 眼下历城驻军不过三万 陈建义即刻船指张飞 徐荣 甘宁 张辽 率领本部兵马向历城增援 朕守在各处的兵马 无需回援 一旦撤去围堵 马超必定会拼命杀出血路逃窜 他竟然跑来历城跟朕拼命 朕接了便是 陛下三思呀 马超虽然已是穷途末路 可安定一战 其利用男匈奴坐挡箭牌 兵力毫无折损 眼下马超麾下足有三万轻骑兵 再加上寒碎的两万步兵 总兵力不少于五万 我军眼下仅有两万骑兵和一万公弩兵 兵力相差悬说 若有变故很难全身而退呀 士元放心 团令子龙立刻将留守立场的兵马 与黄河南岸集结 命一万公弩方阵 分裂阵营两侧 士元 你与那韩岁认识吧 叔父庞德公 与韩岁算是有着几分失声缘分 陈少年游历之时 曾在韩岁府上住过粤鱼 虽不算故交 但的确熟识 明日对阵之时 你在两军阵前 以叙旧为名 与韩岁单独见一面 记得战局之事 只字不提 韩岁此人土匪出身 性子上豪气更多几分 这样的人 更喜欢提及当年之事 你就拉着他在阵前 闲聊就好 朕给你半个事成 你要让韩岁至少点头三次 事成之后 将这个塞给韩岁 便可退阵 陛下 臣有点忙 臣与那韩岁虽然认识 可真的不算交情深 跟他 臣好像没那么多话说 不知陛下此举 是要坑臣呢 还是要坑韩岁呀 一见之计而已 叔父与那旁统聊了 大半个时辰 都聊了些什么 没什么 都是些闲话罢了 这封信里写了什么 金风玉露一相逢 便胜去人间无数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起在朝朝暮暮 这么恶心的情话 怎么可能是两个男人 之间传递的书信 这一定是暗号 还请叔父给侄儿解释一下 这密信上所指何意 汤统 你这个扑该 你不得好死 不要避脸压你 韩岁老贼 你这是在传递暗号不成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马超 我韩岁从不曾出卖你 为了给你马家留个后 我来挡住赵云 你快快逃命去吧 都说帝鲁马房主 果然如此呀 传指 嘉峰徐荣为梁州军区总司令 截支都督西梁州军士 引兵三万进敌武威军 筹备梁州军区事宜 武力镇压梁州境内 所有割据诸侯势力 凡不祥者 进阶剿灭 嘉峰徐树为梁州墓 兼任梁州军区参谋军师 督督梁州政务 以最短的时间 恢复梁州农耕 其他各路兵马 于原地休整一日之后 即刻回师洛阳 对了 得鲁马房主 不宜战场厮杀 还是将此马 调拨给火龙令旗吧 将帝鲁马用作传信专用 真是可惜了 这畜生竟然对宇剑感兴趣 算了 我就不向陛下讨要了 陛下 刚刚接到探马船 回来两个消息 一好一坏 不知陛下要先听哪一个 先说坏的吧 那陈就先说说好消息 刚刚接到断威 从义州发来的奏报 大司马亲率义州兵马 逾越前攻克下关 成功夺取永昌郡 义州整个南中地区 进阶平定 大司马已在将永昌 设立云南郡 不日便可引兵回归成都 成功贺陛下 义州彻底平定 以断威的能力 平定南中 不过是早晚的事 那所谓的坏消息呢 陛下 刚刚接到贾许 从新野发来的奏报 京南诸郡 进阶陷落 此乃臣之过也 请地下降罪 你说什么 荆州丢了 法政从安定走的时候 朕曾再三嘱咐 要严防江东 偷袭荆州 只要加强警戒 怎么可能 让江东有机可乘 给朕一个合理的解释 三月前 元树已镇守在 汝南的五万大军 突然北上攻打晚城 关于引兵救援 晚城之时 吕蒙以白衣渡江之计 偷袭了荆南 短短几日 荆襄以南 进阶失守 就元树那种草包 他敢攻打晚城 摆明了是 吊虎离山 引蛇出洞 就算元树吃了 雄心抱子胆 真的有取晚城的心思 可张秀镇守在 南洋的兵马 也足有两万 守晚城 一两个月还不成问题 只要命阵守在 襄阳的兵马 从后方断旗退路 元树都能当场下尿 还用吊急 驻守在江陵的 大军北上 就这等三流的计谋 关于看不出来 法政难道也看不出来 就算法政看不出来 朕就不信他贾许 也看不出来 一下可还记得 张秀的沈娘吗 这关张秀的沈娘何事 陈曾私下多次听贾许 点评过那邹夫人 声得圆润 每每提及 皆是目露绿光 此番贾许又是 主动请命赶赴荆州 陈猜想 或许酿成此次大祸 与那邹夫人有关 也未可知 因为邹夫人 就在被元树围困的晚城之中 贾许啊贾许 你怎么也耗这一口呢 开局浑川汉县地 一路上流邪率领的军队 披荆斩棘无人可当 就连曹操周瑜等人 流邪都视为掌上玩物 让流邪没想到的是 曹操密谋袁绍袁树 孙权三人 成立了复仇者联盟 百万大军浩浩荡荡的 向洛阳进发 即使是卧龙奉出 这样的高级谋事 面对这种情况 也无可奈何 陛下 以袁树和孙权的水平 应当谋划 护出此等连环计 从行军手段来看 倒更像是那曹操的风格 只怕此时陛下一旦 亲自南下荆州督战 曹操与袁绍便会 从冀州和衍州两地 同时出兵 陛下刚刚接到 情报组传回来的消息 关羽将军 救援晚城的兵马 刚刚进入南洋一带 袁树所部便迅速车尾 不过 根据探马传回来的消息 此前袁树大军 对晚城的攻势 的确是一场猛烈 晚城三面城之下 尸体堆积如山 此番 袁树至少折损兵马万鱼 袁树那种鲸鱼算底 心胸狭窄之人 都能舍得用折损万鱼兵马的代价 看来这一次曹操给出的筹码不低啊 疾兵 即刻命火龙令旗传阵旨意 严令荆州各地兵马 全部退守新野 没有阵的旨意 不得南下 为令者 斩 遵旨 环指张辽陈公所辖 四周军区兵马 赶赴四水关镇守 刚刚接到探马来报 吕蒙趁关于救援晚城之机 以白衣渡江之计偷袭了荆州 眼下荆南朱郡 已尽被江东夺取 此初 公衡 一周政务两位 还要多多操劳 陛下颁布的土改政令和薪水法令 还望两位尽快向南中一带推进实施 战时又起 陛下所需粮草和军饷 也会有所加重 一周乃陛下后方基石 即刻命人将西川的税收和粮草 从汉中一带沿尘仓道 送往京都 本帅连夜率军赶赴白帝城 若是陛下再次亲征荆州 或许可以助陛下一臂之力 达司马 白帝城举利吕蒙一令祖军不过北利 达司马国军深入 死来子身陷阱 本帅就是为了托主 他江东主力 为陛下重夺荆州减轻压力 这一次陛下要应对的 可不是只有一个孙权 只要能不让陛下身陷险境 我段威何惧生死 故此番应重打所谋 权切语言士和江东河里 行此连环大计 前方可有何战报传来 那流血小二 可曾动身南下荆州督战 启奏魏王 荆南各郡已被孙权夺取 吕蒙所步 以逾越前向仪林秘密集结 正如魏王所料 以州段威果然引兵进驻白帝城 只不过目前还尚未接到 流血南下的消息 而且据探马刚刚传回来的消息 原本因荆州丢失怒 而回施救援的关羽所部 在行至迈城之有不足百里之时 被流血的火龙命急 强行拦截了下来 袁树晚成撤尾之后 竟然急不可耐地进驻了襄阳 顾与云是两兄弟 自幼熟食 甚至两人皆是目光短浅之辈 为大局所虑 即使他袁树自称天子 顾也为发兵征讨 如今连环大计集成 这货竟然提前暴露顾王所谋 就这种货色 岂能成大事 魏王 袁树虽然提前暴露了谋划 但也并不影响大局 段威计已兵发白帝城 以州也自然是会被吕蒙所取 从流邪紧急拦截了关羽南下便可看出 那流邪应该已经看出了我四家联盟共事 与其让他静观其变 莫不如逼其被迫应对 忙中必乱 他流邪也不会例外 既是常人 就一定有其弱点 我司马懿别的不敢说 但只要一周陷落 他流邪也就只剩下四周与两周可其身 短时间内 绝不敢与我四家正面四科 届时 贵王便可将原始一一吞并 壮大实力 也罢 杰克命人送信给袁绍 十天之后 共同起兵攻取四周 国王 惠亲率大军进驻杨武关 让他袁束陈兵四水关 双方互为援军 一方被攻 另一方立刻增援 陛下刚刚接到前方他马传回来的咪爆 袁束大军从晚城撤围之后 并没有推回汝南 也没有推手一扬 而是直接进驻了襄阳 襄阳 这怎么可能 吕蒙那个吃毒时的德行 怎么可能会允许袁束挥下兵马进驻襄阳呢 不但如此 据密报所言 袁束所部兵马 留守襄阳的不过三分之一 而其他大部分兵马 则连夜向西北方向挺进 从行军路线来看 目的地应该是微型 一周 他们的真正目的不仅仅是荆州 还有一周 如此大手笔 必定出自司马懿之手 速速命人传指断威 沿长江水流 从八郡向白地城一带按梯次不防 若是战局不力 可将兵力龟缩至八郡和江阳一带固守待员 即刻传指梁州军区 命徐荣引梁州兵马从包协道南下入川 命斗帽率领低族兵马 合并汉中驻军一并南下 陛下已经来不及了 今日一早 接到黄泉从成都发来的奏报 由于通信路线已断 奏报辗转越于才到洛阳 奏报所言 大司马已经率领一周兵马赶赴白地城 为侧应陛下重夺荆州而吸引江东兵力 本没想到这连环祭所谋尚有一周之地 如今看来只怕吕蒙的大军 早已秘密集结到了伊林 只等着一周兵马进驻白地城了 陛下如今进入汉中的水陆卫星已被元树切断 江陵更是被吕蒙夺取 圣旨只只能从西侧送去成都 眼下正值雨季 蜀中道路会是何等的难行 想必陛下应该知晓 如今的局势恐怕等不到陛下的圣旨传达 伊林之战便已爆发 为今之计不如按大司马所计划一般 即刻重夺荆州 只要大司马可以拖住江东主力 重夺荆州应该比圣旨传入一周更快 士元出了什么事 陛下大司马断位于白地城阵亡了 吕蒙所部直逼成都 一周恐怕已经陷落了 陛下 传阵旨意各大军区携带所侠区域全部粮草 限时一个月全部赶赴洛阳集结 陛下大司马真王 陈等与陛下一样痛心疾首 可集中全部兵力于洛阳 势必会造成所侠区域兵力空虚 只怕敌军会趁虚而入 我大汉江山只剩下洛阳一处又有何用 亮寇请陛下节哀以大局为重 告诉朝中所有大臣朕心意已决 若是不敢与朕同行 即刻离去朕绝不加罪 若是愿意随朕疯狂这一次 那就无需多言 领旨去罢 南诸葛亮 遵旨 刀山火海 亮誓死追随 陈庞统 遵旨 纵然一死 也要追随陛下封魔一回 华明旨 昭告天下 朕以大汉天子的身份 告所有百姓 以及三军将士书 大司马断位阵亡 朕要将所有摄氏之人碎尸万段 没有计谋 也不谈兵法 朕就要他司马懿和吕蒙两个人的脑袋 谁敢阻拦老子 老子就跟他拼命 这是朕绘制的头弹机草图 命所有独造司即日起 全线生产 传令下去 将所侠之地 可以集中的所有硫磺和消失 全部运往京都 正用民间所有司造坊 即日起打造一万枚直径 二十公分的空心铁球 你有没有禀报陛下 曹操和袁绍的两路大军 已经越过四水关 直逼虎牢关了 军情十万火急 若是再不发兵 不出十天 敌军就要兵临丞相了 丞相 没有陛下遇刺的天子配件 可号令三军 如今京都危在旦夕 请丞相下令出兵 末将关羽 请求出战 还有碗张飞 要为大司马 报仇雪恨 砍了那司马小儿 丞相 下令吧 若是曹操袁绍大军攻破虎牢关的话 洛阳为以 陛下有指 煽动一兵一族者 斩 而等速速回应 遵照陛下旨意 加紧集训投弹机 不得有误 吉平 曹操和袁绍的大军到哪了 陛下 曹操和袁绍兵分两路 已于三天前约过四水关 张辽将军已经遵照陛下旨意 微曾抵抗 推之虎牢关以待聚守 连日来 中尉将军多次请战 陛下若是再不发兵增援虎牢关的话 恐怕曹操和袁绍的大军 就要兵领洛阳城下了 传令张辽 放弃虎牢关 即刻将洛阳方向再退百里 放弃思水关 那岂不是放任敌军一马平川 传指文五百关 以及所有千副长以上军官 西郊教场集合 曹操密谋袁绍袁树孙权 召集了五十万大军攻打洛阳 留邪无奈之下 直接制造出了炸弹 准备推平这个乱世 将士们 大司马端威老将军 于数日前战死 眼下战局紧迫 朕也不必多说 想必你们也清楚当下局势 宣召你们齐聚点降台 是要给你们演示一番 朕刚刚研发的炸弹 至于出兵之事 稍后再说 所有人向后退出百米 此炸弹的威力 绝非你们现在能想象的 由于数量有限 朕只给你们演示一次 目的是要让你们知道 这一战该如何打 陛下你是知道的 俺可是除了名的胆大 众将都因畏惧而退出百米 俺可是一步也没退 陛下总该把这头阵 让俺来打了吧 老夫也未曾后退一步 头阵凭什么你打 陛下尽管掩饰 老臣退后一步便不算虎将 这打头阵的机会 绝不能让给身边这个熊瞎子 俺也不退 俺还就不信了 一个还没脑瓜子 大的铁嘎的 能有啥威力 罢了 既然义德和黄老将军都胆大 那就不必退了 离近一点 道士也看得清楚 吉平 开始点火 这等神兵力气若是伤了战场 这天下奸何人能敌 只怕仅仅是这一声惊雷乍响 便足以将敌军吓尿当场 更别说那恐怖的杀伤力了 传令三军将配发下去的投弹机 全部按照镇在地图上 标记的位置分散布置 义德汉生 你俩刚才不是挺嚣张的吗 什么位啊 义德 朕让你去派人查询贾许的下落 可有什么消息传回来吗 陛下 俺接连派出十几波戏作 深入京州 可至今还是没有贾许军师的下落 听出大司马阵亡的消息之后 贾许执意孤身南下赶赴白地城 说是找到了大司马断危的尸体 安葬之后 变回了向陛下请死罪 张黑子 你有没有发现 自从大司马断危阵亡以后 陛下整个人都变了 从前那股年少轻狂的劲儿没有了 倒是多了几分成熟和稳重 好像是 别的俺倒是没发现 不过陛下好像挺长时间不骂人了 还真有点不太习惯 你这个老东西说谁黑呢 这一次荆州的丢失 贾许有着难以推卸的责任 若不是贾许睡了张秀的沈阳 荆州肯定是不会丢 或许段威也不会引兵进入白地城 中了吕蒙的埋伏 倘若贾许真的回到了京都 刘邪又会如何处置他呢 启周陛下 曹操和袁绍两路大军 已经全部越过火牢观沙奔洛阳 距离我军真谛已不足百里 曹操以大汉卫王的身份 起草席文昭告天下 说其行王道之事 要以战当品洛阳 而曹操所封的前锋主将司马懿 更是欺验嚣张 扬言不接受洛阳境内任何人投降 兵马所过 天甲不留 更是方出话来 说要生禽陛下 不打马要噶了陛下的励志 你们都听到了吗 司马懿要将阵生禽 噶了阵的励志 陛下放心 司马老贼就交给我好了 陛下放心 末将士是否 陛下无忧无忧 众将士听令 以朕的穿云剑为号 炮弹齐发 带炮弹全部发射完毕 陷阵营立刻发起冲锋 务必抢在敌军之前 封堵似水关 朕只有一个要求 曹操和袁绍 踏过虎牢关的所有兵马 一个也不准放跑 此战没有计谋 也没有战术 就给朕死磕到底 顺我者生 逆我者亡 本初 孤王突然感到一丝杀气 不如孤帅大军先行 你引兵退守虎牢关 一位后援 那流邪一向用兵神鬼莫次 此番你我这一路进兵 都未曾遭到丝毫抵抗 当真是不太像 那流邪的用兵手段 恐怕这其中 或许有诈呀 诈你奶奶个腿 你曹操一蹶屁股 老子就知道 你要干啥 眼看着洛阳一战可破 这个是时候 跟我说流邪有诈 孟德 你我麾下兵马 加在一起 足有四五十万 那流邪小儿 就算召集了三大军区的 全部兵力 也不过就是区区三十万 眼下你我大军已经越过虎牢关 四周之地一马平川 你我一半以上都是骑兵方阵 最适合平原地带 短距离突击 根据探马刚刚传回来的情报 那流邪竟然将全部兵力一次排开 这等用兵也能叫神鬼莫测 你曹梦德被摘掉的是卵子 又不是脑子 怎么 只有在关渡揍我那点能耐 遇到流邪就怂了 华容道致辱 孤早晚要他流邪百倍偿还 魏王 距离敌军阵营已不足五十里 末将请命 隐先锋军先行 已不敢赴阵前摆开阵势 待魏王一到 便可一举踏平洛阳 那你就与本出麾下先锋 一起压住阵脚 孤王与本出随后就到 不过 你切记要当心一些 以防有诈 末将领命 孤王没说错 他流血果然有诈 妖孽 他是个妖孽 不然何影的天雷炸裂 魏王 我们中计了 那流血果然有诈 这仗没得打了 快快逃吧 再晚恐怕敌军就要封毒虎劳关了 我尼玛撤军 你们三个谁是曹操 好汉 你来得正好 他就是曹操 袁绍你大爷 你这个不讲义气的耸包 好汉 他才是曹操 曹老板 没你这么干的吧 那你们两个 谁是袁绍 他就是袁绍 谁敢骗俺 俺把脑袋给他揪下来 好汉 这位就是曹操 我迷茫 司马与孤王若是今日大难不死 他日回到许都 孤王殿要将你司马氏满门抄斩 曹操 你觉得你还有命活着回到许昌吗 想灭我司马氏 你想的太多了 不妨告诉你 临行之前 我已提前做好了两手准备 此番你出兵 倾尽了全部兵力 麾下战将更是清朝出斗 许都如今已是空城一座 今日若是你我死在流邪手里 我的几个儿子便会迅速控制许都 邪天子已令不沉 这天下早晚都是我司马家的 而你曹氏一族又会怎样呢 我曹操自幼熟读兵书 深让用兵知道 知诈天下半生 阅人无数 自是慧眼识人 却不曾想 竟然没看出你司马懿 你竟然如此狼子野心 令我妇人无人妇啊 笑你妹呀 你们两个给俺闭嘴 这个是曹操 这个是袁绍 那你一定就是司马懿了 俺可是跟陛下保证过 一定要将司马懿的脑袋给揪下来 既然三个你都要 一起说完不行吗 开局浑川汉县帝 利用前世的记忆 造出了古代不该存在的炸药 曹操袁绍的五十万联军 被炸药直接给炸的全军覆没 就连曹操袁绍也被虎将点位升起 面对这两位敌人 汉县帝流邪又会怎么处置二人 传职给各大军区 若是找不到曹操等人 一律军阀从事 点为你这是 俺也弄不清到底谁是谁 只能全带回来交给陛下辩认 陛下俺饿了 加饭必须加饭 来人点为立下大功 赏五百个馒头 一百个大肘子 多谢陛下 司马懿 连环大计是你所谋吧 不错 将大军埋伏在白地城 偷袭断威 也是我司马懿的谋略 你若是没有那所谓的炸弹 焉能与我抗衡 论雄才 论谋略 论兵法 普天之下和人能与我司马懿相比 包括你流邪 原本是想着以平凡的身份 凭借谋略平定天下 可你非要逼着朕用炸弹崩你们 你说的没错 论兵法 你可能还算有几分道行 可朕就用炸弹崩你 你能卖我和呀 你不敢杀我 我和内司马氏乃世家大族 人丁兴旺遍布朝野 今日我若死在此地 以我司马家的实力 必定让你无法平定天下 而我司马懿的几个儿子 也必定会为我报仇血恨 与你死磕到底 你要是不提醒 朕险些忘了 传指 和内司马氏 下至强宝 上至老牧 无论男女 尽阶诛灭 现在 你和内司马氏 人丁还兴旺不了 你若是不服 那就再说说 还有谁能为你报仇 你看朕敢不敢灭他九族就是了 你这个手段狠毒的暴君 杀法如此狠辣 何以平天下 去 看看典威吃饱了没有 要是吃饱了 就让他过来 朕要将司马懿的脑袋和四肢 活活地给朕揪下来 陛下 我现在求饶还来得及吗 把袁绍压下去吧 带他苏醒过来 命他写下投降书 完事后 在洛阳城外 给他立个坟吧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 手段竟会这般狠辣 看来世人所传 也并非许言 自古称王败寇 你应该知道 我曹操只有战死沙场 绝无苟且偷生 还有什么狠辣的手段 尽管使出来吧 曹某接着便是 若是想让我写祥书 绝无可能 乱世纷争 我曹操是为了自己 登顶全力的巅峰 可也是为了 结束这个战乱的时代 不论是你流血 还是我曹操 终归为了天下一统 殊途同归 以三不容二虎 乱世一不容两个亡者 成者王侯败者寇 此则此意 殊途同归 不 任何你曹操 的确是殊途 但却一定不是同归 朕不但要结束 这乱世统一天下 更要为民生所想 开创新的盛世 朕要打造一个 什么样的天下 你曹操永远也不会懂得 传指 所剩余的炸弹 由丞相诸葛亮 酌情分配给三陆大军 反育抵抗 就给朕诈平堂 只此一战 朕要一统天下 曹操 朕不杀你 留着你这条老命 让你好好学 好好看 朕如何开创一个 前所未有的太平盛世 陛下 东西两路大军 捷报频频传来 四路五十万联军 全军覆没 如今炸弹的威名 早已令敌军文风丧誕 这是袁树 从寿春发来的响表 同时献上当初 孙策进献给他的传国玉玺 向陛下起降 当今天下 朕不会接受两个人的投降 一个是吕蒙 一个就是他袁公落 回信告诉袁树 让他洗干净了脖子 在寿春等着 朕不日便会御驾亲征 定要亲手砍了他 恩旨对了陛下 贾许回来了 此时正跪在宫门外 向陛下请死 想死 没那么容易 传旨将贾许打入大牢 任何人不得与他说话 陈无言面对陛下 阴沉之国丢了荆州 更是间接导致 大司马重击阵亡 陈自知死罪 苟活至今 只为等候陛下发落 死其实很容易 你犯下大错就想一死了之 想的是不是太好了点 朕原本有许多事 要交给段威去做 段威既因你而死 那他未完成的使命 都要你去替他完成 一桩桩一件件 哪一个做不到朕满意 死 想都别想 这是朕设计的新式战船草图 你即刻起程赶赴婉城 把你自己的事情处理完 立刻赶赴独造司监察 朕要你五年之内 为朕打造五百艘这样的战船 朕要亲率我大汉最强水师 干翻周遭列国 陛下 这战船上下五层 每一层都预留出这么多恐洞 对敌之时 我军将士 则极易被敌军弓弩所伤 预留这些孔洞 是为了安装神武大炮 虽说眼下阵还没时间去研发 不过有一点阵可以确认 神武大炮的诞生 一定比你造船的速度快 段威的尸骨 安葬在何处 当日大司马被吕蒙率兵 逼入断崖 宁死不详 最终被吕蒙投掷的长矛击中 落入悬崖 承赶到之时 幸存的将士 已将大司马的遗体搜寻到 安葬在了遗陵 据大司马麾下部将说 他曾说过 如果战死 一定要葬在遗陵 眺望陛下重新平定荆州 定定天下 传指 从此刻起 凡是袁术与吕蒙发来的启祥书 一律不必回禀 朕不接受 只要这两人还活着 就给朕无视区域 一直追杀下去 传指昭告天下 朕要他们两个的脑袋 凡有包庇此二人者 朕灭他九族 袁术这个怂包 则毫为抵抗就直接跑了 事到如今 也只有暂时退回柴桑 再做打算了 那流邪已经昭告天下 不接受我吕蒙投降 以我的战功 吴侯必定会全力保我 与那流邪死磕到底 还好主公孙权英雄盖师 不畏惧那流邪 江东一时的失忆 他日定要跟他流邪讨回来 长江天险 尤其是他流邪说破就破的 大都督 那流邪已经昭告天下 凡有敢包庇大都督者 灭九族 前几日接到江东传来的消息 说主公听闻曹操和袁绍 在洛阳城外被炸得惨不忍睹 加上又听说了司马懿和袁绍的死法 主公他竟然直接吓尿了 主公乃当是英雄 岂会畏惧流邪那黄口小儿 我吕蒙为江东打下了荆州 更是夺取了一州大半江土 这等战功 堪比昔日周瑜大都督辅佐 先主孙策开辟江东大业 别的我不敢说 可主公的为人我可是最了解的 当初决定与曹操联盟突袭荆州之时 我便对主公说过 管他三分天下还是四分天下 自己先吃饱了才是最重要的 主公亲口对我说了两个字 靠谱 只要我摔大军退守柴桑 主公必保我 靠谱这两个字 那不是主公的口头禅吗 启奏陛下 孙权命人送来了吕蒙的首集和降书一封 请求陛下接受其归降 据孙权的侍卫说 吕蒙引兵退到柴桑的当天 就被孙权派人捉拿砍了脑袋 绝无半分包庇 吕蒙首集在此 陛下可要过目 暂且放下吧 如果朕所料不错的话 袁树的脑袋应该很快就要到了 启奏陛下 高顺将军所部县阵营 从新野追击到一阳 从一阳追击到安丰 从安丰追击到寿春 又从寿春追击到合斐 最终将袁树逼得走投无路 万念俱灰 自杀身亡 据回禀的探马说 袁树一路被县阵营千里追杀 跟在身边的随从 最后已不足十人 粮食也早已耗尽数日 袁树临死前 想喝一碗蜜水而不得 然后便绝望自吻了 高顺将军将其人头斩下 陷于陛下 传令赵云和张辽 极客帅领水师战船渡江 接管江东军政 顺势平定交州 命子龙暂且都督江东诸军事 总揽交州政务 待各地平定之后 朕在酌情划分军区事宜 戴上吕蒙和袁树的人头 朕要亲自赶赴仪陵 祭奠断威 老将军 这是吕蒙与袁树的脑袋 朕为你报仇了 来人 把断威的尸骨挖出来 朕要带他回洛阳 陛下 适者已是 入土为安 陛下万万不可如此啊 人死了以后 到底有没有灵魂 朕也不知道 如果没有灵魂的话 那朕带他回洛阳 便是让朕宽慰一些罢了 倘若真的有灵魂在 朕相信断威他一定不会拒绝 朕的旨意 他向来都是无条件的遵从 以前如此 现在亦如此 钟明 朕带你回家